第517章四野有个青梅竹马 他们家蓉蓉今天好像是无差别扫射 大家全部都被攻击了 他们把该输的不该输的 全部都输给了冷蓉蓉嘛 等到大家都输的不能再输之后 冷蓉蓉开始分东西了 小炎炎过来给你礼物 小楚炎小心翼翼地走到了冷蓉蓉的面前 然后抬起黑亮的毛子 好奇地看住冷蓉蓉 小家伙一向不爱说话 不过眼神里能看得到一切 那这台车子这些钱就都给你了 冷蓉蓉冲着小楚炎眨巴了一下眼睛 小楚炎不由看了一眼宁狂 宁狂愣了一下 那是我最喜欢的 最喜欢的车 冷蓉蓉将车钥匙塞到了小楚炎手中 扫了一眼宁狂 这已经不是你的了 我赢了 就是我的 我爱送给谁就送给谁 随后 冷蓉蓉又将宁狂其他的一些东西 送给了楚威 让楚威想扔扔 想卖卖 楚威毫不客气地接了过去 接着 冷蓉蓉又开始将其他的东西 分给唐洛跟李如花 尤其是李如花 冷蓉蓉给了不少的东西 而被输钱的人 一个个都心疼得不得了 你对我们宝贝蓉蓉做了什么 她为什么那么生气 唐子义狠狠瞪了一眼 莫里渊 怎么看都感觉 今天的小蓉蓉不太对劲 脾气有点炸 什么我做了什么 蓉蓉摆明了是冲你们生气的 我是被你们牵连的 莫四爷俊脸上带着一丝不悦 怎么可能是我们 唐子义不相信 说句实话 她好像对你们全部都很不满 苏维啃着苹果说道 你们是不是太过分了 让小蓉蓉太左右为难了 所以小蓉蓉憋不住生气了 一边是前爹们 一边是喜欢的男人 要我是小蓉蓉 我也会生气 都说是最疼爱她的人 却打着为她好的旗号 一点都不尊重她的选择 三位前爹同时都愣了一下 是这样的吗 江福皱眉 不会吧 陈兰也拧起了眉头 我们有尊重她 只是这位确实不太够资格 而且把小男欲交的都骗人了 结婚还隐瞒着我们 哪里不够资格 莫领渊不悦地看向了陈兰 哪里都不够资格 将腹板住一张脸说道 莫领渊 几个人几乎又要吵起来了 然后 冷容容一个回头 大家瞬间就又安静了下来 完全不敢乱吵了 莫四爷求生欲很强地说道 老婆 我对前爹们没有任何的意见 是你的前爹们 我也会像你一样照顾他们的 我们对阿渊也没有什么意见 唐紫义一把勾住了莫领渊的胳膊 嬉皮笑脸地说道 小荣荣 别生气了 我们不反对你们了 真的 只要她够疼你 你还喜欢她的话 我们不反对将福根陈兰 在唐紫义横过去一个眼神之后 也很僵硬地站在了莫领渊的身边 然后尽力勾着莫领渊的脖子 冲着冷容容笑着 不反对了三位前爹 很努力地让自己看起来很有诚意 冷容容想着小男欲 面无表情地说道 随便你们 他们倒是和好了 不知道小男欲有多担心吗 他们还一个都没有想起小男欲来 冷容容气呼呼走出了棋牌室 莫领渊等人一头雾水地对视 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冷容容会那么地生气 那么地恼火 居然连他们还吵不吵 这种事情都不关心了 外面 冷容容很不悦地 又指挥莫兰兰三人 做了不少的活 叶秋叔本来想说时间不早了 改日再打扫 然后准备先离开的 结果 冷容容上来脸色就不太好 不让他们离开 三人没有走 对视了几眼之后 猜测冷容容怎么了 看样子 他的前爹们跟他老公不是很对付 叶秋叔兴奋到 这是个好时机 兰兰 等一下你多提起几下高压镜 让冷容容的前爹们都知道 莫领渊还有外遇 我就不信了 那几个人会不生气 他们生气了还能不找莫领渊的麻烦 那个残废 到时候假残废便真残废才好 就这样 莫领渊跟江福几人出来之后 莫兰兰跟叶秋叔几人 就开始见缝插针的说话 叶秋叔说起了冷容容 跟莫领渊结婚的情况 各种说那个情况 冷容容看起来有多惨 实在是太委屈他了 容容啊 当时我们也不是故意那么委屈你的 是阿渊骗了你 也骗了我们大家 虽然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那场婚礼 你应该也很委屈吧 说实话 虽然是你的婚礼 但是你都没有参与叶秋叔叹了一口气 然后以一个莫领渊的长辈的身份 跟江福几人道歉 江福几人脸上是肉眼可见的抽搐 他们的视线同意杀意凛然地扫向了莫领渊 莫领渊用眼神示意几人冷静 婚礼的事情他们其实都是知道的 他当时什么情况也是解释过的 而且这个情况摆明了就是叶秋叔在挑拨离间 叶秋叔见几人没有反应 又朝着莫兰兰使了一个眼色 莫兰兰见状立刻开口说道 说起来四哥 亚靖姐呢 他说他很爱你 说你们从小就是青梅竹马 努力了一辈子却被冷小姐结足仙灯了 他好像有点难过 他最近有联系你吗 哥 我觉得你可以爱冷小姐 但是 你也不要忘了亚靖姐 她很不容易 当然 你也不能忘了冷小姐受的委屈 你要记住亚靖姐 但也不能亏待了冷小姐莫兰兰的话 仿佛是晴天霹雳 落到了江福几人面前 江福几人几乎是同时都看向了莫领渊 婚礼很简陋也就算了 这会儿还有青梅竹马 所以让小龙龙住这么破的地方 其余的房产都是要给青梅竹马住 然后金屋藏娇嘛 江福几人都在盯着莫领渊看住 眼神里是浓浓的质问 气氛是剑拔弩张的感觉 莫领渊也没有说话 只是面尘如水地看住江福 那的脑残的话 你们也信 唐紫义眨了一下眼睛 没有高压镜这个人 第518章不是来找我的 莫四爷对上唐紫义的眼神 略微有那么一些心虚了 但是自家老婆如今情绪不明 她也不好在这个时候 讨论什么高压镜的情况 于是莫四爷给了几位前蝶一个眼神 这件事情回头再讨论 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 他们现在应该关心的是 小龙龙金儿个为什么心情不好 他们都已经休战了 但是容容还是一脸的郁郁寡欢 就在大家谁也猜不透 到底冷容容 为什么心情不好的时候 外面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尖叫声音 你 你 你别过来 为什么 这里会有老虎 所有的人几乎是集体扭头 看向了门外的方向 当然 正对住大门的方向 还是没有看到那个尖叫的女人是谁的 江福看了一眼莫领渊 你家客人挺多的 唐洛回忆这个熟悉的声音 忽然有些忧心忡忡地 看向了自家四爷 说曹操 曹操道 这声音听起来像是高亚镜的声音吗 冷容容也不由看向了门口的方向 她也记得高亚镜 这个总是想要花钱将莫领渊买走的女人 所以她又转头看向了莫领渊 被自家妇人这样盯住 莫四爷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本来老婆就不太开心 完了 这下更加不开心了 老婆是不是生气了 一瞬间 莫四爷满身凛冽寒意 她的眸光扫向了叶秋书三人 眸光一冷 莫领渊冷冷地说道 大伯母 二伯母 你们该去把暴风他们洗一下了 记得给他们好好按摩一下 叶秋书几人毛骨悚然了一下 莫领渊冷到全身气场都十分地恐怖 看住叶秋书几人的眼神里带着杀意 这几个女人是来挑拨她跟荣荣之间的感情的吗 说完之后 莫领渊又递了一个眼神给唐洛 唐洛瞬间明白了 同情地看了一眼叶秋书几人 然后出去打了一个电话 叶秋书几人的老公儿子都要被牵连了 按照我说的去做 不要让他们太舒坦了 唐洛吩咐电话那头的莫子明说道 唐特助 你让我对付我二伯父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 你让我找我父亲的麻烦 还要给我父亲降职 电话那头的莫子明嘴角抽搐 这个不是我的意思 是你母亲跟住你二伯母来别墅找少爷的麻烦了 少爷 生气了 比起被发配出去的二爷 对您父亲已经算是宽容的了唐洛跟莫子明解释了一下 然后电话那头的莫子明沉默了 唐特助 麻烦你把我妈赶回来吧 她应该不是主动去找阿渊的麻烦的 肯定是二伯母从中挑唆了 你母亲这个脾气 我怕是说服不了唐洛说道 你自己打电话给她吧 挂了电话之后 唐洛转身把暴风暴雨灯几只叫到了自己的面前 然后她看向了暴风暴雨跟大白虎说道 你们三个 去外面那个烂泥田里滚几圈再过来 滚得浑身都是泥 然后再回来让他们帮你们洗澡 得增加一点他们洗澡的难度才行暴风暴雨 大白虎领命从院子里登登登的跑到了烂泥田里打滚去了 暴击因为太小了 没有这个任务就有些无聊 唐洛给了暴击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然后蹲下身子摸了摸暴击的脑袋 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 那是荣爺的情敌作为一只一向都很聪明 爱讨好主人 几乎要成精的鸡 暴击瞬间心领神会了小洛洛的意思 然后 暴击抬头看向了正一脸震惊的高亚镜 高亚镜还处在猛逼当中 她刚才看到了一只大白虎 确确实实是一只大老虎 这只大老虎跟一只狗一只马一起跑了出去 养了一只大白虎不说 这还是放养的吗 高亚镜明显有些在风中凌乱 等她看到眼前一只鸡 正在盯住自己看的时候 高亚镜就更加的凌乱了 这只鸡又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看着她的眼神那么的凶悍 知道莫领渊家里的这些动物都不好招惹 一只只都跟成精了一样的 高亚镜就打算绕开这只鸡 她是听说了 冷戎戎在乡下的前爹们出现了 而且都很厉害 她有了一个不错的主意 她想跟这几位前爹们达成协议 最好是能说服冷戎戎的几位前爹 直接把冷戎戎带走 让阿渊回到她的身边来 莫领渊本就是她的青梅竹马 她跟她才是天生一对 她不相信莫领渊跟冷戎戎 认识才那么短暂的时间 他们就真的能相爱了 莫领渊这样的人 冷戎戎这种相巴佬肯定是配不上的 她就算再厉害 再是北地会所的幕后老板 她的出生却不太好的 哪里比得上出生高贵 高亚静整理了一下心情 然后优雅地往大门口走去 结果 她往左边 暴鸡往左边 她往右边 暴鸡也往右边 不管高亚静怎么走 暴鸡就这么来来回回地 死死地挡在高亚静的面前 高亚静 能不能让一下 哥哥不能 高亚静盯着暴鸡 她感觉自己刚才问话的时候 这只鸡似乎还给了自己的回应 她好像是在说不能 靠 她一定是疯了 鸡怎么可能会给人回应 高亚静犹豫了一下 绕不开高级 她还不能跨过去吗 于是 高小姐抬腿 决定跨过去 与此同时 冷戎戎一群人 已经站在门口看热闹了 听到高亚静的声音的时候 大家一股脑儿都出来了 然后 鸣筐几人幸灾乐祸地说道 真的是说曹操 曹操就来了呢 高亚静小姐是来干什么的呢 三位前爹眸光一领 扫了一眼莫里渊 不是来找我的 莫四爷面无表情地说道 难不成还是来找荣荣的 堂子一冷哼了一声 我是来找荣荣的几位前爹的 高亚静刚好听到几人议论 便抬眸看向了江福三人 面带高亚的微笑 听说冷小姐几位前爹来了 我特意前来拜访 众人神情复杂地看住高亚静 唐子一 他们跟他很熟嘛 第五百一十九章 还有比他更惨的人 高亚静正欲跨过眼前的暴鸡 朝着江福等人这边走来 但他还未曾跨过去 暴鸡就忽然飞了起来 暴鸡几乎是瞬间就炸毛了 这个女人居然想要跨着他过去 这是把他这只鸡给无视了吗 他那么霸气 那么勇猛 那么强大的鸡 居然被一个女人给无视了 暴鸡瞬间炸了 然后他一跃而起 飞扑到了高亚静的头顶地上 暴鸡站了个鸡鸡独立 咯咯咯地叫住 高亚静整个人都僵了 他毛骨悚然地站住 那 那只鸡是在我头上吗 高亚静一动都不敢动地 看向了冷融融等人询问道 搬着马扎看热闹的人便多了 大门口的台阶上方 挤满了人 冷融融依旧像个女王一样坐在中间 叶丘书几人在旁边收拾 时不时地也看向高亚静的方向 看到高亚静头顶被一只鸡霸占的时候 三个人瞬间明白了 高亚静彻彻底底地输给了冷融融 冷融融脱腮看住高亚静 脑子里却是小男玉 越来越想念小奶包了 他恨不得立刻飞过去找小男玉 一想念小男玉 冷融融就有些不开心 然后 他看向高亚静的视线就变得冷了起来 暴鸡 这眼神是某种信号吗 让他折磨这个女人的信号 怎么折磨这个女人比较好 还没等暴鸡想要如何对付高亚静 高亚静反而先是炸毛了起来 他突然啊啊啊的叫了起来 暴鸡被这个女人猝不及防的惨叫声音给吓到了 整只鸡都飞到了半空中去了 鸡 鸡 鸡怎么可以站到我的头上来 高亚静又惊恐 又愤怒 又觉得无比的丢脸 他堂堂高家大小姐 他那么高贵 那么尊贵 居然被一只鸡踩到了头顶上去 属实过分啊 唐子义若有所思地掏出了手鸡 然后 对住高亚静一同拍 暴鸡看了一眼冷融融 发现荣爷还是不太开心 看样子 他得来点狠的 暴鸡又落在了高亚静的头顶上 然后 啪鸡一下 这会在高亚静的头顶上拉屎了 一瞬间 所有的人都看呆了 又一种窒息的惊恐 李如花 李晨乐 宁狂等 所有人几乎都是本能地摸住自己的脑袋 有一种头皮发麻的感觉 他们的头可都被这只鸡占过 幸好 这只鸡没有在他们头上拉屎 不过 这个高亚静 也太凄惨了吧 大家看住高亚静 又是觉得恶性 又是觉得很搞笑 它实在是惨得有些搞笑 李晨乐已经在旁边笑得前仰后合了 就差疯狂拍手了 哈哈 终于又比我更加惨的了 每次来这里 我都以为我是最惨的 还好 高小姐最惨 这只鸡实在是太勇猛了 居然在高小姐的头顶上拉屎 暴鸡 我谁都不服 我就服你 喊完之后 李晨乐又有点犯怂 然后看住冷容容说道 当然 我也服荣爷跟四少的 高亚静已经炸了 他头皮发麻 全身的汗毛都树立了起来 这种恶心的事情 怎么会发生在他的身上 这只鸡真的在他头顶上拉屎了吗 饶是极其有有修养 极其能忍耐的高亚静 此时此刻也有些憋不住了 他难以忍受的要命 他恨不得将暴鸡给杀了 但是他又不敢动弹 他怕自己动弹一下 这机室会更加可怕的落下来 他不敢用手去摸 他怕自己的手会碰到这肮脏的东西 阿渊能不能帮帮我 高亚静扫了冷容容等人一眼 他带着哭腔求助莫里渊 他找不到能帮自己的人了 大家都是一副看好戏的态度 只有莫里渊是他从小的青梅竹马 只有莫里渊会帮自己的 高亚静委屈巴巴 可怜兮兮地看住莫里渊 期待着莫里渊能过去解救他一下 而周围 江湖几人则是全部都扭头看向了莫里渊 所有人都挑眉看住莫里渊 宁狂幸灾乐祸 去帮你的青梅竹马 这小两口老是对他 他也不怕同归于尽 青梅竹马 我跟他不太熟 岳父们面前老婆最重要 高亚静 他跟他确实不能算是太熟 只是高亚静自来熟罢了 高亚静 不太熟 阿渊 我们怎么会不太熟呢 我们小时候经常在一起啊 并不是很熟莫里渊神色滋若 我的眼里只有我老婆 高亚静快哭出来了 我 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好 我们不熟 但是你能不能帮帮我 我感觉那东西要掉下来了 帮帮我好吗 莫里渊不为所动 坐在冷容容的身边 一副只听老婆的样子 高亚静见莫里渊不愿帮忙 又开始恳求其他人帮自己 但是所有人都是一脸嫌弃 并没有人愿意上去帮助高亚静 高亚静眼眶泛红 可怜得要命 他无可奈何之下 看向了冷容容 问道 容容 你可以帮我一下吗 冷容容看了一眼高亚静 没有说话 躲开 几秒钟之后 冷容容忽然朝着高亚静喝倒 高亚静没有明白冷容容什么意思 他反映了几秒钟之后 心里十分的窝火 他只会自己这只蠢鸡 把自己的头发弄乱 并且在上面的拉屎也就算了 他居然还让它滚开 他居然如此的嚣张 容容容 咱也算是有过几面之缘 我一直都是把你当朋友的 你 你怎么可以 躲开 冷容容皱眉 朝着高亚静喊道 高亚静的后面 全身都是泥巴的暴风 疯狂冲了过来 同样都是泥巴的暴雨 还有大白虎也都冲了过来 高亚静却丝毫没有意识到 冷容容让他躲开是为了他好 他只以为冷容容是在跟自己嚣张 让自己滚开 所以他特别的窝火 他都这样了 他还这样吼他 高亚静怒急 眼睛都红了 他双手钻拳 气得发抖 然而 他还没抖一下 忽如其来的暴风 直接将他撞的转了一个圈 高亚静 什么东西 他还没做第二个反应 暴雨从后面冲了过来 然后再度把高亚静撞了一个圈 高亚静贴住两大 只转了几个圈 成功地把他原本前进 整洁的衣服沾满了泥巴 第520章 买胸暴腹 高亚静在大白虎冲过来之后 彻彻底底地变成了一个泥人 他本来只是头顶上有基石 但此时此刻 他全身上下都是泥巴 简直可以说是非常的惨不忍睹 我说了躲开冷容容看住高亚静 淡淡地说道 是你自己不愿意躲开的 其余几人都服我看住高亚静 感觉这个女人真的是悲惨至极 李晨乐很高兴 他每次来这里都非常的惨 这一次总算是看到一个比自己更加惨的人了 这个高亚静实在是倒霉的厉害 高亚静转得都晕了 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等到回过神来 发现自己那花了重金买来的限量款外套 就这样被几只动物糟蹋了 发现自己的手上也都是烂泥的时候 高亚静抓狂了 他怒瞪了冷容容一眼 然后哭了 他没有嚎啕大哭 也没有大吼大叫 只是委屈的疯狂掉眼泪 即便是哭 高亚静也是极其克制的 他自诩是一个名媛 所以从来都不做丢人现眼的事情 很多的时候 他都是很克制的 就算是骨子里在憎恨 他表面上也总能装出一副高傲冷艳 云淡风轻的模样 此时此刻的高亚静 真的疯狂地想要怒吼 疯狂地想要把自己的衣服扒了 把自己的头发都给扒了 但是 他忍住了 他颤抖着身体忍住了 来日方长 今日之仇 他会记在心里的 深深地看了一眼 无动于衷的冷容容几人一眼 然后 高亚静跟莫领渊打了一声招呼 阿渊 我先回去了莫领渊皱眉 他看了一眼将扶几人 感觉前爹们都有些不悦 没人请你来 所以你回去 自然也不用跟我打招呼 莫四爷跟高亚静撇清关系 高亚静心里一阵凉嗖嗖的 苦笑了一下之后 他就去了自己的车上 然后 他迅猛地离开了这个院子 没好戏看了 李晨乐怂怂间说道 不过 暴击还真是勇猛啊 居然在高家大小姐的头顶上拉屎 高家大小姐的脑袋 长得像个屎盆子吗 说完之后 李晨乐似乎又想到了什么 于是看向了冷蓉蓉 蓉爷 你吩咐的吗 不得不说 你这招数 果然不同寻常 我猜 高家大小姐大概恨死你了 别乱说 我可没有那么变态 冷蓉蓉翻了一个白眼 然后看向了暴击 暴击 她也不是变态啊 她就是觉得主人 似乎很不喜欢这个女人 所以才会在她的头顶上拉屎的 暴击很冤枉地 被所有人都顶住 就连满身都是泥巴的暴雨 此时此刻也跟暴击保持了一定距离 想到暴击经常站在自己的马背上 暴雨都不由地哆嗦了一下 幸亏这只鸡没有在她的马背上拉屎 不然她会成为一只蜂马 夜秋书三人见到三只全身都是泥巴 已经看不出原来长什么样子的动物 都惊呆了 这就是他们接下来要洗的东西吗 这是真的还是开玩笑的 他们要洗这几只巨大又难洗的动物 虽然希望这是一场玩笑 但是夜秋书三人发现 这并不是一场玩笑 他们还是不得不将这些动物给洗了 冷蓉蓉几人在院子里晒太阳 聊天 冷蓉蓉时不时地抱着小楚颜 小楚颜也很喜欢她 两个人凑在一起讲悄悄话 说小男女的一些事情 穿着一身身色西装 因为腿太长而不得不将腿伸长的某个男人 正在用忧怨的眼神看住小楚颜 冷蓉蓉跟小楚颜完全不为所动 不管莫领渊怎么瞪 一大一小依然是在疯狂地聊天 莫四爷气得要命 那天下午 夜秋书几人洗暴风 暴雨 大白虎三大只洗了一个半死 洗到最后 三人个人大概是十分地崩溃的 恨不得去死的状态 到了天黑之后 冷蓉蓉才将柳月等人放走 三个女人连滚带爬的这辈子 都不想出现在冷蓉蓉的面前 而另一边 高亚静窝火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然后窝火地换了自己的衣服 甚至于嫌弃地将自己的头发都给剪秃了 被暴击拉屎之后 高亚静感觉自己的头都可以换过了 实在是恶心的他要疯掉了 他完全无法忍受自己那曾经浅浅浅的头发被剂给拉屎了 想起来都觉得恶心 他真希望把自己的头都给换掉了 高家 高父跟高母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比高亚静都更加的生气 他们居然敢这样对你 不知道你是谁吗 高父恨恨地来回夺步 凌渊这小子也有些过分了 看你被欺负成这样 居然无动于衷 都是因为冷熔熔跟那只鸡 高亚静拳头死死地抓着 怒吼道 爸 我一定要让冷熔熔付出代价 让那只鸡付出代价 是他们 都是他们 今晚 我就找人把那只鸡偷出来 还有那个女人 高父阴沉住脸说道 亚静 你不要怕 有父亲在 绝对不会让你吃亏的 安慰完自家闺女 高父一个转身 开始打电话 给自己一个经常合作的人 几分钟之后 高父就已经跟对方谈妥了 行 一只鸡是吗 没问题 轻而易举 就将把你搞定了 电话那头 一个粗狂的男人的声音传来 让大小姐不必紧张 我独狼肯定会帮他 把那只鸡抓来 让他亲手千刀万剐地 亚静说 那只鸡也不能小瞧 高父叮嘱了对方几句 不过 这个叫做独狼的男人 男人似乎对自己很有信心 所以不怎么理会高父说的话 电话 一下被挂断了 当晚 莫领渊的别墅门口 一下就热闹了起来 晚上 一群人以及动物 在客厅里 抢着看了一会儿电视之后 就各自回房间睡觉了 老规矩 冷容容睡客房 莫领渊被三位前爹 直接嫁住去了房间 在房间里 三位前爹 神情诡异地盯着莫领渊 莫四爷头皮发麻地 跟三位前爹们对视 他觉得这简直就是一个噩梦 我想问一个问题 问唐子艺怂怂肩 看住莫领渊挑眉 是不是接下来的日子 我每天都要跟三位前爹一起睡 莫四爷七眉 第521章 深夜 来了两拨人 夜 深了 偌大的床上 在得知江福几人在这边待多久 他就要跟三个人 在一个房间睡多久之后 莫四爷难以入眠 这大概是他人生当中 最为诡异的经历 他跟三位老丈人 在同一张床上睡觉 睡觉不可怕 可怕的是 他只要略微有一点动静 就算再怎么细微 都会把这三个人惊醒过来 然后三面为座 他仿佛在被举行什么可怕的仪式 当然 还有更加可怕的就是 他要随时地防备这几位老丈人 会不会在半夜 忽然掏出个匕首 或者飞刀 或者手枪 或者秘密研究的星星武器 来送他去地狱见阎王 他深深地感觉 三人对自己是无比的不满的 因为好几次他一睁开眼睛 不管是往左边还是往右边 对上的总是一双瞪圆地盯住他的眼睛 他们应该觉得自己养的大白菜 被猪给拱了 虽然 他莫四爷也不觉得自己是猪 但在几位前爹眼里 他应该跟猪或者牛粪没什么区别 莫四爷陷入了沉思 与此同时的别墅外 有两拨人马 一前一后地赶到了 一会儿有十来人 另一会儿也有十来人 两拨人马突然撞上的时候 情况有些诡异 独狼不悦地看向了比他晚来的一群人 那群人一个个的像是一个个的痞子 身上都带着浓浓的利器 胳膊上有一些奇形怪状的纹身 你们是来抓那只鸡的 独狼问道 高先生未免太小瞧我了 让我来抓一只鸡也就算了 居然还要多叫上这么多人 老子告诉你们 这只鸡肯定是我的 你们别妄想从我手中抢走那只鸡 对面一群看起来力气很重的人 扫了一眼独狼 他们一个个都没有说话 只是有一种亡命之徒的感觉 让人莫名地不寒而栗 干什么 我跟高先生合作已久 你们家在中间抢我生意 我肯定是不乐意的 我独狼告诉你们 那只鸡 我还真是非抓不可 独狼冷声说道 后面的兄弟纷纷附和道 几个亡命之徒扫了一眼独狼 然后带头的人用嘶哑的嗓音说道 我不要鸡 我要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害得我们失去了几个兄弟 我要用她的命去祭拜我的兄弟们 女人 独狼看了一眼亡命之徒 然后点了点头 行 你们去抓女人 我们去抓鸡 那咱们就没有矛盾 亡命之徒一伙人看向了这栋别墅 别墅的大铁门敞开着 因为冷容容说 反正围墙上都是窟窿 大门开着还是关着 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所以钱翠就敞开着吧 因为这扇敞开的大门 两伙人陷入了沉思 独狼一本正经地说道 这扇大铁门开得这么大 必定有问题 我们绝对不能走正门 兄弟 听我的 走其他的路 亡命之徒 几人点头 然后两拨人往前走去 看到院子的围墙 破了很多的窟窿 大家再度陷入了沉思 他们应该从这些窟窿进去吗 这些洞看起来是狗洞 而且一个好好的围墙 开了这么多的洞 你们不觉得 是出反常 必有妖吗 我猜 他们肯定是准备了陷阱 让我们掉进去呢 独狼十分肯定地说道 爬这些墙吧 我们爬墙进去 兄弟们 爬墙更加安全 在独狼一本正经的分析下 所有的人都觉得 直接从大门或者这种窟窿眼进去 不太安全 这些地方肯定都有什么机关之类的东西 所以 他们应该爬墙进去 一般人是不会爬墙的 这里的主人肯定也不会想到 他们有好好的门不走 非要爬墙 于是乎 大家都相信了独狼的判断 十几个人 一个个的都爬上了完整的围墙 接着 一群人下饺子一样开始往下落 第一个下去的人 发出了一声短促的惨叫声音 然后快速地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其余的人纷纷落下去 想要惨叫 但最终还是狠狠地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没让自己惨叫起来 毕竟一叫 就会让屋子里的人惊醒 所以所有的人都紧闭着嘴巴 然后一个接一个地落下来 然后一个一个地被仙人球扎惨了 独狼坐在一堆仙人球上面 屁股被扎开了花 他是最后一个下来的 也是被扎得最惨的 因为他是坐在了最大的一个仙人球上面 他艰难地将自己的屁股 从仙人球上面拔起 然后用手中的小电筒 照向了边上自己的一群兄弟们 你们坑我吗 操 这么扎你们都不吭声 麻痹的 老子的蛋蛋都被扎了 疼死老子了 独狼骂了几句之后 忽然感受到了有可怕的眸光 正在盯住自己 他一侧头刚好就看到了 刚才跟他们一起进来的王 命之徒几个人 为首的那个人脸上扎满了刺 看起来像一只刺猬 哈哈哈哈 独狼忍不住笑喷了 哥们 你现在这个造型特别的独特 需要我给你拍个照吗 那亡命之徒阴沉住一张脸 盯着独狼看住 嗓音嘶哑之中带了满满的力气 你跟那个贱人是一伙 什么贱人 等一下 你误会了 我怎么可能跟他们是一伙的 我不是啊 虽然你被扎得很惨 但老子被扎得更惨 你损失只是你的脸 老子的蛋蛋不知道被扎破没有 你不相信的话 我可以给你看看 独狼说着要脱裤子 那个亡命之徒皱眉看了一眼独狼 然后一脸的嫌恶 都是来找他们麻烦的 咱就是同伙 你找你的那个贱人 我找我的那个鸡 咱 不要互斗成嘛 独狼朝着亡命之徒问道 那个亡命之徒似乎不爱说话 所以没有搭理独狼 他一边走 一边拔自己脸上的刺 后面的同伙也是不声不吭地往里面走 院子里的动静 暴风 暴雨 大白虎 还有站在高处的暴鸡都听到了 暴风 暴雨 大白虎从后院出来 站在角落的一片黑暗里面 感兴趣地看出来的这一群人 暴鸡则是站在高处 同样很好奇地看出来的两群人 晚上 好久都没有这么热闹了呢 少夫人的起床气 又该发作了 第522章 你们似乎对我们有什么误解 这个地方还真是不按套路出牌 独狼一边粗狂地吐槽住 一边跟自己的兄弟们 把自己身上的刺都给拔了 然后他看了一眼整个别墅 思考住鸡应该在什么地方 鸡总不能是养在屋子里头的 我看八成应该是养在后院的 我们去后院看看独狼一边说着 一边朝着后院走去 而与此同时 那几个亡命之徒 已经在抬头看别墅了 然后一道黑影忽然靠着边上的一些窗台 三两下就翻越到了三楼去 独狼几人吃惊地看向了那几个人 有三个人直接从阳台上翻了上去 其余的人则是在别墅的大门口 有一个人直接用一根铁丝 将大门的锁给打开了 然后剩下的人就从大门走了进去 独狼他不由道抽了一口冷气 这群人看起来不简单啊 一个个身手都那么敏捷 幸好他刚才没有跟他们潜起来 不然的话 他们这边肯定会死得很惨的 赶紧的 我们去偷了机就跑 我猜这里可能会发生一场恶战 独狼说道 我们没有别任务 只要投机就行了 是 老大独狼一会儿往后院走去 独狼走在后面 他时不时地看一眼 刚才别墅外面翻墙的人 他都惊呆了 刚才那个翻墙速度 简直快得不可思议 那还是人吗 那简直就像是武侠电视里 才有的飞檐走壁 老 老大 独狼往前走的时候 都没有看前面 所以他完全没有注意到 自己前面的几个小弟 都贴着墙往后退了过来 独狼一下就撞在了一堵毛茸茸的肉墙上面 怎么不走了 独狼骂了一句 一抬头 呼得对上了一个巨大的脑袋 这猫 有点大 说着 独狼往后跳了一步 老老老老 大 不是猫 是一头大老虎 妈呀 这是真的老虎吗 我都没有见过真的老虎 这 这里 这里怎么会有老虎这种东西 这又不是动物园 几个小弟色色发抖地看住大白虎 大白虎歪住脑袋看住独眼挤人 独眼吞了一口口水 他往后退了几步之后 看清楚了眼前的是什么东西 还真的是一头巨大的大白虎 老虎 见了鬼了 这里怎么会有老虎 这家人是用老虎看家的吗 有毒吗 谁家养老虎的 大白虎凑上前 朝住独眼虎笑了一声 独狼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差点没晕过去 草 这是一头有口臭的老虎 大白虎 他狐疑地看向了一边的暴风 暴风往边上退了两步 仿佛是验证大白虎 真的是一头有口臭的大白虎一样 场面有些尴尬 毒狼往后退了几步 后面几个小弟小声问道 怎么办 这是老虎也太大了吧 那边还有一头狼还是狗 那后面还有一头马 这家是开动物园的吗 怎么什么都有 就没有鸡呢 那只鸡在什么地方 毒狼皱眉 他是来抓鸡的 结果看到这么多其他的动物 就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鸡 听到鸡这个字 暴风暴雨 大白狼同时抬头看去 所以 这几个人是来找鸡的 是暴鸡的仇人吗 大 大 大哥 我们要 要怎么办 那个老虎还在看住我们 你们 说 老虎 他会吃人吗 一个小弟紧张兮兮地问道 紧张什么 他又还没有吃你 毒狼美好气地说道 他还在寻思鸡在什么地方 至于眼前的老虎 他觉得这种家养的老虎 应该是没有什么野性的吧 见大白虎也没有扑他们 毒狼也就没有什么害怕的感觉 这边 毒狼几人还在找鸡 另外一边 那几个亡命之徒已经在三楼 分别站在了几个房间门口了 他们是在找冷融融 第一扇打开的时候 房间里面是空的 第二个人开另一个房间门的时候 房间里的床上似乎有人 这个房间正好是莫领渊跟几位前爹一起睡的房间 莫领渊一直都没有什么睡意躺在床上 刚好就听到了开门的声音 于是他艰难地侧头 心里想着是不是自家老婆来拯救自己了 江福 陈兰 唐紫衣三人也灵敏地听到了动静 所以全部都坐了起来 四个男人就这样盯着门口看住 唐紫衣一把江灯打开了 然后 看到门口站住的是一个刺青青年 他全身力气 正在盯着他们看住 刺青男子看到他们的时候 脸上都带着浓浓的吃惊 这屋子里没有一个女人 一张大床上 躺的是四个男人 变态 刺青男子皱眉 隔壁有空房间 但是这几个男人却睡在一起 不是变态是什么 变态 江福拧起了眉头 反问了一句 他是谁啊 他好像误会我们了 唐紫衣怎怎呼呼地说道 什么变态 我们不是变态 我们是中间这个人的岳父好吗 一个男子跟三名老丈人 刺青男子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脸上是更加精彩分成的表情 操 这会严重地误会我们了 我敢打包票 他肯定是想歪了 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奇怪的地方去了 你他妈的给我站住 老子跟你解释清楚 唐紫衣从床上跳了下去 脱上拖鞋就追那个男子 莫领渊 他是谁 难道是十九层的人 容容是不是有危险 几乎是莫领渊反应过来的瞬间 江福跟陈岚两人也几乎是瞬间惊醒了过来 然后一群人猛然冲出了房间 与此同时 底楼李如花出来想喝杯水 好巧不巧的就撞上了那几个亡命之徒样的男子 因为看到这群人力气很重 手里似乎还带着明晃晃的武器 李如花脸色微变 他拿着水杯静止住了自己的步伐 小偷 亡命之徒们显然没有想到一进门就会撞到人 都顿住了步伐 他们看着穿住睡裙 头上还有一个很可爱的猫耳朵发箍的李如花 神情凌乱的厉害 他们如果没看错的话 这怕是个光头男人 但是他穿的是蕾丝睡裙 后面还是有一小驼尾巴的那种 最关键是 这个头是光的 他戴什么猫耳朵发箍 第523章到底是什么套路 那群人看住李如花 被李如花那大高个跟装扮给吓到 而李如花也被眼前一群亡命之徒的戾气给吓到了 双方站着一动不动的对射几秒钟之后 李如花说道 你们偷东西的话就偷吧 要是不偷东西 要做其他的事情也做吧 你们随意 我继续睡觉 不要打扰我 然后花花同志一个转身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假装自己什么都没有看到 几个亡命之徒惊呆了 先是被李如花的打扮给惊呆了 这一下 又被李如花这个不按套路出牌的反应给惊呆了 一般人发现有小偷或者匪徒的话 不是发出惨叫或者报警 或者打斗一场吗 但是住魁梧的光头 他没有喊 没有报警 也没有打斗 安静地让他们继续 然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继续睡觉去了 这是什么套路 几个亡命之徒对射了几眼 然后大概觉得这个光头很奇怪 很诡异 就不管他了 钱翠朝着楼上走去 反正他们的目标是那个女人 与此同时 花花回到房间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紧张兮兮想着 还好他没有出手 这群人一看就非常的厉害 他记得少夫人教过他 能打的时候就打 不能打的时候就跑 没什么比自己的命更重要的了 刚才那几个 一看就力气很重 身上都是浓浓的杀气 这样的人确实比较危险 反正楼上有唐骆 有少夫人 这两关过了 还有少爷跟几位大佬 他不出手也没问题的 小花花耸得理所当然 他甚至于躲在屋子里 听外面的动静 也不出去 准备确定外面这些危险人物 都被解决了 他才出去 几个亡命之徒上了楼 第一个房间去的是唐骆的房间 还没开房门 房门就自己先打开了 唐骆穿住一身浅紫色的睡衣 打着哈欠摘开自己的眼罩 当摘了眼罩 看到门口有人的时候 唐骆吓得心里一惊 砰的一下 又将门关上了 然后 刚才准备开门的 亡命之徒鼻子给碰到了 疼得嗷嗷直叫 我的鼻子 麻痹的 不是那个女人 门再度打开了 亡命之徒跟唐骆四目相对 请问 你们哪位 唐骆问道 我没听错的话 你们是来找女人的 亡命之徒 瞇住眼眸 看住唐骆 不知道唐骆要做什么 他们的眼底 充满了防备 那个 我们别墅里 现在有两个女人 一个住在左边第二个房间 一个住在对面房间 你们可以去看看 唐骆非常热情地说道 一个有巨大的起床器 一个据说 把银针当武器 用起来是出神入化 反正 两只都可以算得上 是母老虎当中的母老虎 非常的不好招惹 亡命之徒看住唐骆 一时间有些杖二和尚 摸不住头脑 这家的人都有仇吗 他们来寻仇 但是楼下楼上遇到两个人 都是给他们指明方向的 也不吵 也不闹 也不打架 那叫一个实实物 太实实物了 让人感觉有些莫名的慌 这是他们没有见过的套路 没骗你们 你们自己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唐骆指了只冷融融跟苏维的房门说道 不屑 这个时候 楼上传来的唐紫义的声音 麻痹的 给我站住 你们还没听我们解释呢 都说了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的 我们之间这不是什么暧昧关系 我们是正经人 唐骆 喷 门被关上了 几个亡命之徒 猛逼地对视了几眼 然后冲向了冷融融跟苏维的房间 分成两拨人 分别小心翼翼地将房门打开了 一拨人进入了苏维的房间 一拨人进入了冷融融的房间 进苏维房间的人 都还没有走进去 就发出了呆呦呆呦的惨叫声音 门打开的瞬间 就像是什么机关被触发了一样 无数的银针疯狂地朝住他们扫射过来 如同是机关枪 哒哒哒的子弹飞来 吓得一群人都忘记躲闪了 也忘记反击 只顾住抱住脑袋任由那些银针飞来 另一个房间 两个人进去之后还算安静 他们下意识地先将房门给关上了 然后一步一步地朝住床边走去 因为听到外面的惨叫声音 有一个人手中拽着一把枪 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冷融融那边 看到冷融融在被窝外面的那张脸的时候 这个男人胸口起伏不定 眼睛里的怒意迸射了出来 就是他 就是这个该死的女人 是他害得我们被追捕 害得我们的兄弟都死了的 妈的 终于找到他了 我要为我们的兄弟报仇血恨 压抑的声音里带着浓浓的仇恨 男子走到了床边 扣着扳机 就在子弹快要飞射出去的瞬间 冷融融忽然睁开了眼睛 我已经忍了很久了 冷融融乍毛地看住两个男人 大晚上的吵得是没完没了吗 不知道人家在睡觉吗 就算要暗杀 不能白天来吗 暗杀就一定要晚上过来吗 废话少说 老子送你去见阎王 男人抬手 瞄准 迅猛地准备杀了冷融融 在他以为冷融融必死无疑的时候 冷融融忽然坐起 他的速度比子弹都还要快 一把已经抓住了他的枪口了 然后反手一夺 不到几秒钟枪被他徒手给卸了 另外一个男子发觉不对劲 动作迅猛地拿着一把刀子 跳了过来 朝着冷融融玩命一样捅了过去 冷融融一边捏住了对方的手腕 那一瞬间 他的力气奇大无比 男子根本没有办法将刀再捅过去 施奶的力气都用出来了 但是没有办法伤到冷融融一分 他只能死死地瞪着冷融融 冷融融用一种轻描淡写的眼神 跟他对视 然后反手一扭 对方的手腕就被冷融融跟折了 啊 男子疼得发出惨烈的叫声 手中的刀子也落入了冷融融的手中 刀子在冷融融手中翻飞了两下 然后冷融融甩手飞了出去 直接扎在了另外一个男子的大腿之上 哦 男子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第524章 少夫人的起床气更可怕了 冷融融扫了眼两个人 只感觉自己暴躁得要命 他因为被人吵醒而无比的愤怒 疯狂地想要将自己的气给发泄出来 于是 这两个男人惨了 他们看住冷融融 朝着他们走了过来 然后就看到这个长得跟仙女一样的女人 挂着一脸的冰霜 刷刷刷的几下 将他们身上的所有关节全部都整得脱臼了 两个人惨叫到涕泪横流 杀我没关系 但是打扰我睡觉就有些过分了 不知道女人不睡好 很容易老的吗 我老了 你们负责吗 冷融融怒目横视 然后听到外面更加吵闹的声音 他穿着一双拖鞋 一身欧式宫廷风的睡裙 一步一步地走向了门口 门打开了 外面 追着几个亡命之徒下来的唐子义 以及站在门口 看住进自己房间的几个亡命之徒的苏维 都呆愣了一下 江福 陈兰 莫领渊也站在台阶上 正在看住这一条走廊里面 大家都看到了开门的冷融融 他看起来冷若冰霜 一如既往的满身仙气 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但是眼神里似乎带着些许怒火 他在门口停顿 然后扫尸向了那一群亡命之徒 已经被揍得有些惨的亡命之徒 唐子义咽了一口唾沫 快速地退回了楼梯上 小小声地跟江福几人说道 我们家小融融 起床气好像更严重了 赶紧撤 退进安全地带 不要再发出任何的声响 另一边 开着一条门缝的唐落 偷偷地看了一眼毛骨悚然 他连门都不敢关了 一动不动地看住 在另一边 苏维靠在门口 看住冷融融 他也没有发出任何的声响 认识这丫头的人都知道 这丫头那起床气不是盖的 他没睡醒被人吵醒之后 脾气大不说 连功夫都能提升好几倍 谁招惹谁倒霉 大家静观其变的时候 那几个不知情的亡命之徒 看到冷融融眼睛都发亮了 大哥 就是这个女人 就是她 她发现了那些人的尸体 然后是她提供的线索 麻痹的这个贱人就是化成灰 我都不会忘记的 她害得我们老五 老七死了 如果不是她的话 没人会发现那些东西 没人会发现我们的 老五 老七 兄弟们替你们报仇了 几个亡命之徒冲向了冷融融 各自掏出武器 准备攻击冷融融 冷融融就这样站在门口 看向了众人 她的眼神又冷了几分 没有说话 冷融融呼的一下 冲向了这几个人 她动作迅猛至极 仿佛是一道白色的闪电 谁都没有看清楚 发生了什么 只看到了武器 叮叮当当落地的声音 跟住 就是这群人的惨叫声音了 接着 一个个的都被卸了 胳膊 腿 各个能脱臼的关节 全部都脱臼了 他们倒在地上 连下巴都脱臼了 惨叫都惨叫不出来 冷融融被对住他们 站在楼梯口 抬头看了一眼 将扶几人 看得出来 她还是生气的 所以她连话都懒得说 楼下 传来了鸡叫的声音 冷融融阴沉住脸 一步一步走下了台阶 她的动作优雅缓慢 悬身上下气场大开 让人不敢靠近她 她仿佛是一个女王 也仿佛是地狱里的恶魔 此时此刻 急怒 将扶几人 小心翼翼地 跟在冷融融的后面 走路都不敢发出 任何的声响 李如花已经在客厅里了 看到冷融融的时候 她进入寒蝉 少夫人 这是起床气又犯了 妈呀 太可怕了 院子里 独狼几个人被暴鸡追惨了 本来是他们发现了暴鸡 要去抓鸡的 结果 一群人反而被鸡给追了 暴风 暴雨 大白虎就趴在一边看热闹 三大只的脑袋左转 右转 左转 右转 像是几只好奇的猫 暴鸡则是飞来飞去 往这些人的头顶上站住 他把一群人都给捉惨了 麻痹的 这只鸡怎么这么难搞 独狼怒道 难怪 高先生说要小心一点 老子第一次抓鸡抓到被鸡追的程度 太吵了冷融融站在门口之后 他止住了步伐 他穿住一袭长裙 月色下仿佛是一个发光的仙女 他就这样看住独狼等人的方向 独狼几人看到冷融融的时候愣了一下 仙 仙女下凡了 仙 你妹 怕是这家的主人 妹子 跟你买了这只鸡可以吗 是你家的鸡吗 独狼看住冷融融问道 暴鸡忽然支不觉了 他也不扑腾了 他就乖乖地站在一个人的头顶上 惊悚地看住冷融融 暴鸡很惊 所以一下就看出来自家主人今天的这个状态不太对劲 自家主人泛起床气的时候不太爱说话 脸会很冷 眼神会带着杀意 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泛起床气的样子 对 就是这样 很危险 少奶奶从头到尾都很危险 暴鸡发觉了这一点之后 缩了缩翅膀 缩了缩脖子 不敢动 也不敢发出声音了 独狼几人却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只是看到暴鸡不动了 独狼很兴奋地要去抓鸡 抓 抓住他 他不动 这鸡飞累了 冷融融全身寒意凛冽 他就这样阴沉沉地看住几个人抓鸡 那怒火值正在疯狂满格当中 后方 莫领渊拿了一件外套 轻轻地披在了冷融融的肩膀上 除了披上外套的动作 他没有做任何其他的动作 只是陪在他的身边看住院子里的闹剧 后方 将扶几人倒抽了一口冷气 在莫领渊给小荣荣批外套的时候 大家都吓到了 以荣荣这个暴怒的状态 谁都不能碰的 他们这群前爹碰上去都是会炸的 本以为冷融融会跟莫领渊大打出手 但是前爹们都惊呆了 小荣荣居然没有对莫领渊出手 他居然没有出手 还真是奇怪了 他碰了荣荣 荣荣没有发怒 唐紫义惊呆地说道 什么情况 不奇怪啊 少爷叫少奶奶起床 少奶奶都不会发怒的 少爷有绝招的 李如花在旁边小声说道 第525章白婉容现身 什么绝招 江福四人几乎同时都看向了李如花 四个人脸上都挂着无比震惊的神色 他们家的小荣荣 起床气是出了名的大 曾经有过因为没有睡醒 就将屋子给炸了的情况 从那次之后 就再也没有人敢在他睡觉的时候 招惹过他 即便是他们这些前爹师傅之类的 也是不敢叫他起床的 他们叫他起床也会被打得很惨的 就算不被打 小荣荣也会因为起床气太大而失去理智 很容易会把他们喜欢的东西给毁掉的 就这样一个小祖宗 他们哪里敢去叫他起床了 不过 小荣荣也不是特别喜欢睡懒觉的人 睡觉也是非常的规律的 所以他们就算不叫小祖宗起床也没事 所以到现在他们都还有这个规矩 不叫小荣荣起床 莫斯爷回头 冷谋扫向了李如花 小花花顿时无辜地闭上了自己的嘴巴 当然了 少爷怎么叫少夫人起床的 他们是没有看见 不过他们猜的 感觉猜得八九不离十里了 什么 江福眉头皱了起来 盯着李如花问道 你怕他就不怕我们 KL 怎么叫的 陈兰也盯着李如花问道 手中正在把玩着一个小球 山核桃一样大的小球 但威力非常的巨大 他能把这个别墅都炸得只剩下一个坑 不敢说 李如花看了一眼之后 惊悚地说道 敢不说 唐紫义亮出了手中的飞刀 不敢 李如花耸耸地看了一眼莫里渊 正在这时 门外的冷容容似乎忍无可忍了 外套飞回到了莫里渊的手中 他的身影一闪 人已经冲到了那个毒狼的面前了 单手将毒狼提起 然后这个男人就被丢到了院墙边上 整个人扑在了那一堆仙人球上面 毒狼发出窒息一般的惨叫声音 因为这一声惨叫 冷容容提起另外一个人砸了过去 压在了毒狼的身上 跟住 其余几个惊恐的人 全部都被冷容容单手提住 扔到了那个角落里面去了 暴击都差点被提起扔过去 不过 暴击两只翅膀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然后偷偷地溜到了暴风身后去了 暴击十分时时务地缩在那边 不吭声了 冷容容看向了院子角落里的仙人掌堆上 一群人还在哇哇乱叫 他烦躁地走了过去 边上 他看到了自己花园里的很多菜都被踩烂了 很多植物都受伤了 一下子 冷容容脸就黑了 把他吵醒不说 他们居然还把他的花园给破坏了 前爹们都没有动他的植物 他们居然敢这样对他 冷容容身上寒气凌冽 他转身 朝住屋子走去 步伐比刚才快了很多 而仙人求上的毒狼 一边痛得眼泪落下来了 一边惊悚地问道 这个人是女的吗 他怎么力气呢 他是什么大力士吗 老大 我 我怎么感觉 他好像还要对我们做什么 刚才他在看这个院子的时候 眼神看起来有些恐怖 走 赶紧走 这家人我们惹不起 一群人艰难地从仙人球上爬了起来 准备从这个可怕的地方离开 结果还没有出去 就听到一个女人凌厉地喊声 站住 几个男人全部都止住了脚步 不敢动弹了 毒狼几人转头 紧张兮兮地看住冷容容的方向 一个个的都慌张地要命 我们 我们不偷鸡了 仙女姐姐 饶了我们吧 一群人恳切地看住冷容容的方向 希望冷容容可以放过他们 冷容容冷眸看住几人 没有最乍毛 只有更乍毛 她声音清冷至极 眸光更是冷凉到了极致 姐姐 谁是你们姐姐 我有那么老吗 你 你没有 你不老 你是仙女 你你你 你很美 很年轻 毒狼一群人惊悚地看住冷容容 冷容容歪住头看住几人 手里举住一把巨大的铲子 她看起来要做什么可怕的事情 那铲子跟穿住宫廷装的她 十分不般配 但偏偏她又理所当然地举住 不远处 江湖几人也在看住冷容容 一个个好奇地看住 不知道冷容容要做什么 容容是打算用铲子把他们都打晕吗 打晕他们还需要铲子吗 那她拿那么大的铲子是要做什么 我们要上去帮忙吗 如果想死的话可以过去帮忙 据我观察 容容的起床气还没有散去 她还处在非常生气的状态当中 几个人说着话 都不敢靠近冷容容去找死 这边冷容容忽然回头 事先落在李如花跟唐洛的身上了 手里抓着一包瓜子 准备嗑瓜子看热闹的李如花 手一抖 惊恐地将第一颗瓜子 虎伦吞进了肚子里面 少 少夫人有什么吩咐吗 唐洛小声问道 把楼上那些抬下来 冷容容冷声道 哦 我们这就去办 说完之后 唐洛拉住李如花一路小跑 冲进了屋子里面 这边 冷容容看了一眼毒狼 然后冷冷地说道 给我站在那里不要动 说着 冷容容开始拿着铲子挖土了 她的力气很大 动作很快 三两下就挖了一个大坑 然后又去旁边挖了一个大坑 一个接一个 李如花跟唐洛来来回回 将那几个被卸了胳膊腿的人 都给抬下来了 一群人被堆在了边上 然后 一群人惊恐地看住冷容容挖坑 不会要活埋吧 唐洛咽了一口唾沫 那可是犯罪 小容容爱做什么做什么 陈兰扫了一眼唐洛 谁还没犯过罪吗 唐洛 行吧 都不是普通人 一个萝卜 一个坑冷容容抬眸 露出了一抹诡异的微笑 种上一堆大萝卜 明年长出一堆小萝卜 种萝卜 我喜欢 与此同时 不远处的阳台上 谁都没有察觉到 有一抹黑影 正在看住他们的方向 黑影戴着黑色的面纱 看不真切容貌 但能隐约看到 唇角勾起的笑容 灿烂到让月亮都湿了色 第526章 你知道把钱花光有多难吗 阳台上的黑影一闪 就进入了冷容容之前睡的房间里面了 而院子里 并无人察觉 有人闯入了别墅里面 大家的注意力 都被冷容容给吸引了 挖完了坑 铲子一扔 走到了毒狼那边 顾奶奶 不要活买我了 我就是偷个鸡而已 我大不了赔钱给你 我不想死 毒狼在道上 也算是有点小名气的 但哪里遇到过 这样可怕的女人 她也是一个魁梧的汉子 但是冷容容单手就能将她提起来 更加可怕的是 这里的一只鸡 她都对付不了 所以 她连反抗都不敢反抗 就这样看住冷容容求饶 她感觉这个地方住室太恐怖了 她见过很多可怕的人 但是 从来都没有见过一个少女模样的人 可以单手将一个人给提起来 更加没有见过 一个人几分钟挖了这么多坑 想要把人给活埋的 这一家里活的都是什么人吗 是恐怖分子吗 她觉得自己简直弱爆了 钱 冷容容看住毒狼 本来不悦的神情 这一下变得更加不悦了 你要给我钱 钱啊 我我 我给你钱 你那个鸡值多少钱 不 我给你十万 五十万 一百万 毒狼探究地看住冷容容 思考着到底要给冷容容 多少钱冷容容才能满意 一百万已经很多了 可以买很多很多的鸡 你的院子里都养不下了 我 我没有更多的钱了 你放过我们 我给你一百万 毒狼觉得自己从来都没有这样送过 但她就是耸眼前这个女人 说不上来 总觉得眼前的女人似曾相似 而且很恐怖 对 她记得 很久以前 她遇到过一个叫做白婉容的女人 眼前这个少女 很像当年那个白婉容 她当年因为得罪了那个白婉容 被迫打扫了一百个公共厕所 洗了一年的厕所 眼前这个女人的作风 莫名的有些像当年那个白婉容 你要给我钱 还要给我一百万 冷容容盯着毒狼看住 她的眼神一点一点的变得更加的冷冽了起来 看得出来 她的怒气值似乎又飙升了 你知道花钱有多难吗 你知道把钱花光有多难吗 你居然还要给我钱 冷容容怒急 提起了毒狼就往一个坑里扔了进去 然后在所有的惊悚眸光之下 她开始填图 没多久之后 毒狼被埋了 她全身都被埋住了 不过脑袋还是露出来了 冷容容就给她露出一个脑袋 然后拿着铲子狠狠地敲了一下毒狼的脑袋 你是菜 不要乱动 我 我不是菜啊 你 你种我几年 也长不出萝卜来的 我会烂掉的 毒狼惊恐地看住冷容容 为什么有人的行事作风会这么可怕 你就是菜 现在开始 你就是萝卜 冷容容冷声道 然后 她看向了其余的萝卜 挨个给这些提过来 丢进了坑里面 一个个地给埋好了 冷容容的动作都惊待了周围的所有人了 连暴风雨都吓到了 暴击什么的都惊恐地看住冷容容 他们家主人居然把这些人都给中了 中完之后 冷容容的脸上还挂着一抹诡异的笑容 记住 你们都是萝卜一群被中的只剩下一个脑袋的大萝卜 惊恐地看住冷容容 我们 不是 冷容容双手插腰 盯着眼前一排脑袋看住 这群人瞬间闭上了自己的嘴巴 什么都不敢说了 萝卜 我们是萝卜 冷容容听到众人说自己是萝卜 瞬间露出了满意的神色 他转身 朝着另外一边走去 江湖几人都摸不准冷容容要做什么 只是略带同情地看了一眼眼前被中的一群人 毒狼看向了江湖几人 有些委屈地说道 我们什么都没有做 我们只是想要偷那只鸡而已 我们知道错了 能不能放我们走 毒狼的话音刚落下 旁边一个坑里面的亡命之徒 狠狠地瞪了一眼毒狼 窝囊 怎么叫窝囊 这种叫食食物 毒狼冷哼住说道 他扫了一眼亡命之徒 嘀咕道 还以为你们很厉害 看起来比我们还惨吗 这个贱女人 我一定要杀了她的 我会为我的兄弟们报仇的 亡命之徒 心红着眼睛吼道 你都变成萝卜了 你还报仇呢 毒狼嗤笑了一声 莫领渊冷谋 看住亡命之徒 他拿过了 李如花手中的铲子 然后的狠狠地照住 亡命之徒的脑袋 拍了一记 这个亡命之徒 几乎整个被拍到了你里面 我老婆 是你能骂的吗 亡命之徒 一边的毒狼嘲讽地笑了两声 自作自受 冷容容很快就回来了 手里一个洒水壶 巨大的洒水壶里面满是水 冷容容拿着洒水壶 开始给眼前的他 种的萝卜们浇水 毒狼几人都惊恐地 看住冷容容 感觉这个女人太恐怖了 水把她们都浇湿透了 冷容容满意地转身走开了 我们真不是萝卜 毒狼艰难地说道 把我们都淋湿了 太冷了 你们应该庆幸 我们少夫人 没有在你们身上交奋 已经很不错了 唐洛说道 毒狼一时间什么都不敢说了 其余的人 也都紧紧地闭着嘴巴 冷容容几分钟后回来了 拿着一些肥料 给毒狼几人施了肥 然后他打了一个哈欠 种好了 可以睡觉了 说完之后 冷容容看向了 一直都围观的莫领渊几人 回房间睡觉吧 大家点头同意 那 那我们怎么办 毒狼震惊 他们都回去睡觉了 他们怎么办 这天可有点冷啊 萝卜自然是在坑里待住了 还能怎么办 冷容容冷眸扫了一眼毒狼 然后转身进了屋 暴击 见人都走了 跳上了毒狼的脑袋 与此同时 冷容容睡觉的房间里面 那个黑衣女子 正在到处翻找着东西 她似乎一直都没有 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所以有些不开心 奇怪哦 没在这里吗 与人嘀咕着 正寻思着 还有没有其他地方 忽然听到了外面 似乎有脚步声 她一个闪身躲到了窗帘后面 第527章容颜 你是我母亲 冷容容是闭着眼睛进门的 她太困了 只想赶紧睡觉 只是一进门 她就刷得一下 睁开了眼睛 她分明记得自己出去的时候 窗户是没有打开的 这么冷的天 又不是神经病 绝对不可能在晚上开窗 所以 有人进来过 所以 她种的那些萝卜之外 还有其他的人在这里 与此同时 窗帘后面的女子 也看到了打开的窗户 瞬间就意识到了 自己应该被发现了 谁 冷容容脚步定格 视线已经落在了窗帘后面了 那里藏了人了 窗帘被掀开了 穿出一袭黑色 十一山的女子走了出来 她看向了冷容容的方向 既然 你发现了 那我就直接问你吧 我找一个指环 是不是在你手上 指环 冷容容垂眸看了一眼 自己手指上 黑色的指环 就是那个有龙的指环 这个女人 难道是在找这一枚指环 看来果真在你的手上 女子饶有意思地 看住冷容容 把她给我吧 她不属于你 她本来就是我的 怎么就不属于我 冷容容 眯起了眼眸 你是谁 为什么要找这一枚指环 你只要把指环给我就行了 女子说道 你打不过我的 给了我指环 我不会伤害你的 我只要指环 这个指环放在你的手中 是没有用的 我的东西 我为什么要给你 冷容容 眼眸一眯 猛然朝着前面的女子 疯狂攻击了过去 女子一个闪身 也眯起了眼眸 两个人瞬间 拳脚相加打了起来 冷容容一动手 才发现眼前这个女人 功夫露数也非常的厉害 她一下警惕了起来 脑子也瞬间变得无比的清醒 两人来回打斗 动作都十分的利落轻盈 不管是冷容容 还是对方女子 都有些震惊 因为她们都遇到对手了 女子想要抢冷容容 手上的指环 而冷容容则是想要将这个女人的面纱给撕掉 两人在房间里打斗了好一会儿 房间里很多东西都被毁坏了 你到底是谁 冷容容猛然眯起了眼眸 女人没有说话 冷容容在女人想要夺她的指环的时候 猛然一下 将眼前的女人的面纱给撕了下来 妈 冷容容一手抓着面纱 震惊地看住那张熟悉无比的脸 白婉容神情复杂地看住冷容容 你 不要打不过就喊人妈 怪吓人的 妈 你还活着 冷容容还是无以复加的震惊 她就这样呆呆地看住眼前的女人 她不可能记错的 这张脸就是她母亲的脸 她看过她母亲的照片 她母亲有很多好看的照片 无论是穿着旗袍的 还是穿着普通服装的 她都优雅贵气 她的脸也非常的精致 是一个大美人 她长得跟母亲也有几分相似 但跟母亲比 少了几分大家闺秀的贵气 她母亲就是那种贵气十足的人 即便是一个眼神 都能感觉到贵气跟强大 眼前这个人 眼神跟照片里 那个手里拿着烟的女人 一模一样 所以这是她的母亲吗 她的母亲还活着 她没有死 妈 你 妈什么 你不要吓人好吗 我怎么可能有你这么大的女儿 白婉容猛然缩回了自己的手 惊恐地看住冷蓉蓉 也忘了去抢夺冷蓉蓉手中的指环了 你是我母亲对不对 你是白婉蓉对不对 冷蓉蓉眼眶一热 她朝着白婉蓉追了过去 都说了我不是你妈 白婉蓉下冲向了窗户 然后一个翻身 至极从窗户出去了 跟住 她就像是武侠剧中会轻功的人一样 轻而易举地飞檐走壁 不到片刻 一道黑影就变成了一个黑色的小圆点 冷蓉蓉望着白婉蓉消失的方向 愣愣地看了许久 那分明是她的母亲 她记得 她的母亲耳朵后面有一个小胎记 她刚才看到了 可是 她居然不认得她 而且 她就这么跑了 低头看了一眼手中的面纱 冷蓉蓉陷入了沉默当中 过了一会儿之后 她摸了摸手指上的黑色指环 她记得白婉蓉要找的 就是她手指上的指环 指环只要在她的手上 她一定会再度出现的 冷蓉蓉跟白婉蓉打斗的动静不算大 但是江湖几人 其实全部都听到了 所以 一群人都到了冷蓉蓉的房间里面来了 老婆 刚才你房间又埋伏吗 你怎么样 有事情吗 墨领渊走向了冷蓉蓉 冷蓉蓉站在床边 她回身看向了所有的人 她的神色有些复杂 眼神里面带着高兴 也带着担忧 刚才我见到我母亲了 什么 江福 陈兰 唐子书 苏维四人几乎是一口同声 神同步地看向了冷蓉蓉 你看到你母亲了 白婉蓉不是已经死了吗 墨领渊皱眉 唐诺跟李如花也是带着些许吃惊 白婉蓉大家都知道 也都知道她已经死了 但是少妇人刚才说看到她了 是做梦了吗 但是这里的打斗场面 又是怎么回事 刚才有人埋伏在这里 我就跟她打了起来 我扯了她的面纱 我绝对没有看错 那绝对是我母亲的脸 我母亲那么一个大美人 长得那么有辨识度 我绝对不可能认错的 冷蓉蓉激动的手 都几乎有些颤抖 你是说 婉蓉还活着 小白 她没死 不是说她已经死了吗 江福几人看起来 比冷蓉蓉都要激动 一下就冲到了 冷蓉蓉的面前 然后直勾勾地盯着冷蓉蓉看住 想要从冷蓉蓉的眼睛中 看到什么 她人呢 冷蓉蓉指了指窗户外面 往那个方向跑了 真的是婉蓉吗 江福看向了那个方向 肯定是她 冷蓉蓉一脸笃定地说道 追陈岚冷着一张脸说道 然后 江福 陈岚 唐子义都直接从三楼翻了下去 朝着那个方向追去 素为面容激动地说道 她真的还活着吗 真的吗 冷蓉蓉已经恢复面色平静了 一定是她第528章 没人能追踪她 虽然是深夜 但是所有人 因为冷蓉蓉的几句话 都清醒了过来 客厅里 所有的灯都亮着 冷蓉蓉的手中 拿着白婉蓉的一张照片 照片上的女子 穿着一身旗袍 坐在一张欧式沙发上 背后站住一群黑衣保镖 她的手中夹着一根烟 双腿微微交叠 眼神慵懒 但浑身上下都带着一股锐利气息 周围的一切好像只能成为她的衬托 而她全身自带光芒 自带气场 这个女人跟她刚才撞见的女人 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 她有一种感觉 感觉刚才那个女人 就是自己的母亲 虽然她被她给吓跑了 但她一定是的 一定是她的母亲 冷蓉蓉内心说不上来的激动 她一直以为她的母亲已经去世了 但是她并没有死吗 她还活着 所有的人都说她的母亲已经死了 但她并没有 她还活着 不知道前爹们追得怎么样了 有没有追到她 时间过得很快 一眨眼 一个小时就过去了 苏维有些站不住了 她站起来 来回地走动着 一边走 一边说道 江福这几人怎么这么慢 到底是不是婉容 到底是不是她 一定是她 冷蓉蓉确信无疑地说道 不过 如果是她母亲的话 听过那么多关于自己母亲的传闻 都说母亲很厉害 所以 冷蓉蓉感觉 江福几人怕是追不到自己的母亲的 如果是婉容的话 她又要躲着我们的话 那他们三个怕是追不到她了 苏维显然也是这样 这样想的 冷蓉蓉沉默 片刻之后 冷蓉蓉忽然抬头看向了苏维 师父 你们都认识我母亲 师父们居然都知道她母亲是谁 那以前从来都没有提起过 她还以为师父们遇到自己 都是一个巧合罢了 现在看来未必是了 当然 苏维看了一眼冷蓉蓉 告诉你也无妨 我们跟你母亲都是至交好友 当年你的母亲帮过我们很多 所以 我们一直都惦念着你母亲的恩情 苏维说了很多过去的事情 当年的白婉容 非常厉害 她的朋友遍布天下 苏维跟三位前爹都是母亲的朋友 也是那种不打不相识的朋友 再后来 母亲失踪 隔几年之后 传来了母亲去世的消息 那个时候 他们发现了她的存在 然后 几位大佬就为了小蓉蓉 隐居在了那个乡村里 冷蓉蓉这才知道 自己遇到前爹们不是因为自己运气好 原来是因为自己的母亲 是自己的母亲的人脉 不见了这时 莫领蓉的声音自旁边传来 一台笔记本放在她修长的腿上 她垂眸看住膝盖上的笔记本 上面是监控的画面 监控画面是一栋楼 她刚才追踪到了白婉容的踪迹 但就在这一瞬间 白婉容不见了 冷蓉蓉几人快速地凑了过去 莫领蓉修长好看的手指 在键盘上敲击着几个键 画面几度切换 但都没有白婉容的踪迹 而黑夜里 那一栋大楼下面 将扶几人先后抵达 三个人面对四方 转了一圈 抬头望天 却都没有发现白婉容的踪迹 白婉容不见了 就这样凭空消失了一样 将扶三人四散而去 似乎是到处寻找了一番 莫领蓉也切换各种镜头 但是都没有再寻到白婉容的踪迹 莫领蓉又将白婉容 最后消失的那一幕切换了出来 真的是他 看到那张侧脸 素威几乎笃定地说道 是他没错了没多久之后 将扶几人回来了 三人带来的消息是 没有追上白婉容 也没有找到任何的线索 他就那样无影无踪地消失了 就像是很多年前那样 他总是能神龙见首不见尾 没有人能轻易抓到他 也没有人能轻易见到他 他只见自己想见的人 如果是他不想见的人 那么不管用什么办法 只要他想躲 那么就没有人能找到他 一定是得婉容了 将扶到 除了婉容 没有我们追不到的人 也没有我们找不到的线索 陈兰点头 他是擅长追踪之术的 这个世界上 只要他愿意 几乎没有他追不到的人 但是 白婉容他从来都没有追到过 他总是能轻而易举地将他给甩掉的 是小白的话 就难了 他只要不想让人找到的话 就没有人能够找到他 除非他自己主动出现 堂子一皱眉 略显郁闷地说道 我都没有看到小白 会见到的冷容容忽然站了起来 他一张漂亮的脸上 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他虽然不知道他的母亲还活着 为什么没有来找自己 也不知道自己的母亲 听说自己是他的女儿的时候 为什么吓到了 但是他知道他的母亲一定会再出现的 他突然出现在这个别墅的目的 就是他手指上的指环 这一次他并没有拿到 那么他一定会卷土重来的 只要母亲再出现 他就有办法跟他好好聊聊了 冷容容将母亲在寻找指环的事情告诉了几人 将扶几人都松了一口气 至少知道白婉容肯定会再度出现 当然他什么时候出现 谁也不知道 他们只能静等了 那天晚上 在回房间之后 大家都有些没有睡意 满脑子都是白婉容还活着之类的震惊想法 冷容容双手抓着指环 过了很久才睡着 第二天醒来 冷容容想起了那几个被自己种萝卜的人 他直接走到了几个萝卜前 看出这几个悲催的被晾了一夜的萝卜们 你们是什么人 昨天那个女人 你们认识吗 冷容容扫向了毒狼等人 什么女人 毒狼愣了一下 然后摇头 我没有见到什么女人啊 冷容容瞥了一眼毒狼 毒狼几人确实应该没有碰到的 母亲是直接出现在楼上的 毒狼几人一直都在跟暴击他们纠缠 所以 另外几个亡命之徒也许见到了 冷容容脑海里不由浮现了第十九层几个大字 上次 莫领渊说 这些要来伤害自己的人可能跟第十九层有关系 所以这几个人是第十九层的人吗 母亲跟第十九层是否有关系 他们是否是一伙的 第五百二十九章你们跟他是一伙的吗 那个女人是不是跟你们一起的 冷容容盯着那几个亡命之徒看住 他眼神森冷 全身都带着可怕的气场 几个亡命之徒冷哼了一声 倔强无比 谁都不说话 看住冷容容的眼神里 只有怒意跟杀意 问你们话呢 冷容容几乎是一字一顿地看住那几个亡命之徒 不想说话吗 不想说话的话 我把你们的舌头割了 我们不会告诉你的 我们迟早会杀了你的 你这个贱人 害死我们兄弟的贱人 亡命之徒的老大朝着冷容容怒骂倒 莫领渊站在冷容容身后 副手而立 他一张脸上带着高深莫测的神情 听到那个男人骂冷容容 抬脚便是狠狠的一踹 老婆 交给我来审问吧 我能让他们说实话 莫领渊知道冷容容心里想着自己的母亲 所以开口说道 这几个人看起来嘴巴很严实 不是那种随随便便会说实话的人 对付这种人 肯定是需要一些手段的 冷容容看了一眼莫领渊 漂亮的小脸点了一下 那你试试看唐骂莫领渊喊道 把这几个人挖出来 关到后院的房间去 唐骂跟李如花照做 一会儿之后 几个人被挖了出来 然后送去了后院房间里面 莫领渊跟唐骂过去严行拷问 冷容容则是盯着独狼几人看住 姑奶奶 你睡醒了吗 独狼小声问道 她已经从李如花的口中 大概谈听到了一些事情 那就是冷容容的起床气非常大 昨天晚上那么暴躁 是因为她没有睡醒 如果睡醒了的话 冷容容相对来说 比较好说话一点 干什么 冷容容瞥了两眼独狼 能不能不要把我们种在这里了 我们真的便不称萝卜 你喜欢萝卜的话 我找人给你种一院子的萝卜 独狼咽了一口唾沫说道 还有 那个 你需要我们做什么都可以 我们都听你的 只要不再把我们当萝卜了 冷容容扫了几个人一眼 感觉这一排脑袋 种在这里确实不怎么好看 于是 她伸手一个个地把这些人 拔萝卜一样拔了起来 独狼几人被拔了出来 剃泪横流 他们总算是出来了 冷容容看了几眼独狼几人 然后扭头看向了李如花问道 花花 有活吗 让他们钱点活 然后李如花进了屋子 找了很多的脏鞋子出来 让独狼几人刷鞋子 这群本来是来偷鸡的人 就这样坐在院子里面 苦逼的刷鞋子 冷容容搬了一个小马扎 在院子里面晒太阳 旁边 江湖几人正在说着过去 白碗龙的一些事情 一想起当年 他们就都有些热血沸腾 当年他们都是跟白碗龙 做过事情的 当年 白碗龙真的非常耀眼 她仿佛是一颗太阳 无数的人仰望她 但又无法靠近她 她是所有人心目中的女神 那种一正一邪的女神 她时而像是一个仙女 时而又像是一个妖孽 她是一个传说 当年是 如今也是 即便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即便是传说中的白碗龙 已经死了很多年了 但是提起白碗龙这个名字 还是有很多人会闻风丧胆 太想她了 江湖叹了一口气说道 我也是沉来一张俊脸 往日里没有什么表情 但此时此刻 却仿佛想起了什么刺激的事情 激情澎湃 碗龙 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啊 唐子义也忍不住叹息 只是想起白碗龙这个名字 他们就仿佛又回到了年少轻狂的时候 如果不是白碗龙 他们几个人其实是不可能有这样大的能耐的 也不可能成为人人都闻风丧胆的大佬 是白碗龙拯救了他们 碗龙 素为瞇住眼眸 唇角微钩 她真是一个神奇的存在啊 我还以为 她会永远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想到 她还会出现 真好 她还活着 真好 我母亲真的很厉害 我也很想见见她冷容容的眼神里 带着些许敬仰 她自己对自己的母亲 根本没有任何的印象 她只是从别人口中听说过她的母亲 除了听说母亲牛逼哄哄的传说以外 她也知道她母亲是一个生性开朗 乐于助人的人 正因为她乐于助人 所以她的朋友才会遍布天下 她母亲似乎拯救过很多人 这样的母亲 她很想见一见 当然 她也很想知道 如果自己的父亲不是冷关堂的话 那么她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 她自己不知道 她母亲肯定是能知道的 虽然自幼有前爹们跟师父疼爱 她也从来不缺爱 不过 她也是很想见一见自己的亲生父母的 尤其是知道自己的亲生母亲这样厉害 这样伟大之后 听说 她的母亲做过不少轰动世界的事情 她曾经阻止过几次国家之间的大战 她也凭借过一己之力 解决过几次瘟疫之类的可怕病情 她甚至于还独自抓获过几个可怕的团伙 她很强大 也很伟大 莫领渊没有多久之后就从后院出来了 她走到了冷荣荣的面前 然后将审问结果告诉了冷荣荣 他们跟第十九层的关系并不大 虽然跟第十九层有些牵连 但是第十九层不会动用关系帮他们的 还有 他们不知道昨天荣荣母亲的现身 他们只是来为自己的兄弟们复仇的 看来母亲不是跟他们两伙人一起的 只是刚好凑巧在一个时间里出现罢了冷荣荣点头 应该是这样的 宛容一向喜欢独来独往 虽然朋友众多 不过 她行事的时候 会觉得别人爱手爱脚的 所以总是喜欢一个人将服一脸沉沉的说道 宛容出现的话 必定会有一些传言 陈兰忽然站起来说道 我想去宛容可能会去的地方看看 我也去 唐子一激动地站了起来 去走走我们以前一起走过的地方算我一个落 苏微说道 然后看向了莫领渊跟冷荣荣 他们两个呢 第五百三十张班加码 江福三位前爹一看到莫领渊 刚才的激动之情仿佛瞬间被浇灭了 还有这个女婿还没搞定呢 说是要考验她 也没有考验什么 他们走了 岂不是又把小荣荣丢给了这个家伙了 江福三人顿时有些不满 苏微倒是轻描淡写地说道 我觉得阿渊还不错 除了做的东西难吃了一点 以后可千万别下厨做吃的给荣荣吃 我会怀疑 你是想毒死我们荣荣地 回忆起莫领渊做的那些吃的 苏微还是一阵反胃 他这辈子都不会再吃男人做的东西了 尤其是莫领渊这样的男人 他这根本不是在做吃的 做的东西 怕是比他研究的毒药还要恐怖 莫领渊自然是巴不得这几位前爹赶紧离开 别的不说 不让他晚上抱着老婆睡觉 让他睡在几个前爹中间这一点 他就有些受不了 江福几人盯着莫领渊看住 莫四爷一脸坚定的表情 几位前爹不用担心 我会照顾好荣荣的 我们担心的不是荣荣 我们担心的是你 唐子义翻了一个白眼 你 把我们的荣荣照顾的一点都不好 瞧瞧 给他住的这是什么地方 外面连个保镖都没有 成天都有这种东西来找麻烦说话的时候 唐子义扫了一眼毒狼 正在刷鞋的毒狼猛然汗毛树立 紧张了一下 一边的李如花 他有点想要举手告诉大家 他除了保姆 他也是一个保镖 当然 他最后没有说 生怕一说出口 自己反而被揍了 他昨天可是看到有危险 还躲起来的人 我已经安排好住的地方了 给前爹们也留好房间了 如果前爹们不急住走的话 我们可以先搬家莫领渊说道 在江府几人来之前 他就已经在助手准备 他跟荣荣住的地方了 这个小别墅 自然不适合给荣荣住 对荣荣来说 太小了 也不够豪华 他的太太 自然是值得住最好的地方的 就算江府几人不说 他也已经给他家老婆 准备好了新的住处了 搬家 江府扫了一眼莫领渊 然后点头 好啊 刚好看看 你给小荣荣住什么样的地方 要是我们不满意的话 你小子别想好过莫领渊顶头 不到十分钟 有几辆车 跟一些专业的搬家人员出现 然后开始各种打包家中的东西 冷荣荣等人完全不需要动手 只需在旁边看住就成 独狼几人看住这个阵仗 都被吓到了 太夸张了吧 不夸张 莫领渊淡定地说道 他都没有叫飞机过来搬家呢 不过几辆车子 几个人而已 独揽咽了一口唾沫 莫领渊忽然锁定了独狼 他一双眼眸里带着冷意 谁让你来的 忙活到现在 因为白婉容突然出现的事情 打断了他们 差点忘了 这几个人到底是谁派来了 为什么要来他们家中 我 我不说可以吗 独狼小小声问道 不可以就在大家以为 要严刑拷打这个独狼 这个独狼怕才会说实话的时候 这货居然特别的实事物地说了实话 是高先生 高亚静小姐在你们这边受了委屈 所以高先生才让我来把自己抓走 然后要把寄给千刀万剐了 复仇的独狼老老实实地回答 你就这么把你的主人给出卖了吗 冷容容嘴角抽搐 这种时候不应该保守秘密吗 高先生不是我的主人 不过是我合作的对象 但我现在找到了更加合适的合作对象了 姑奶奶 你要收下我们吗 我们做你的打手 独狼眨拔住眼睛 一脸期待地看住冷容容 冷容容 这么猝不及防的吗 可是你们连我都打不过 我要你们做什么 遇到危险 岂不是还要我保护你们 冷容容一脸无奈 独狼 说得好像挺有道理的 冷容容单手就可以将他们给活埋了 他还需要有人保护吗 根本不需要的吗 刷完鞋子回家把冷容容扫了一眼独狼 独狼 那几个呢 有没有叫警方来带走 冷容容扭头看向了莫领渊 被莫领渊逼问的几个人 还被关在后面的小屋子里面 叫了莫领渊说道 差不多该到了话音刚落 门外就来了几辆车子 几个便衣过来了 然后询问了一下情况之后 就去将那几个亡命之徒带走了 走之前 还表扬了冷容容一番 并且说是会有奖金 回头会打到冷容容卡上 冷容容 家中东西都搬得差不多之后 莫领渊便带着一群人 以及暴风之类的直接出发 去了他们新的住处 冷容容好奇地问道 我们现在搬去哪里 你猜莫领渊看向了冷容容 会是你喜欢的地方华容府 除开玉城府底 最出名的别墅区应该就是华容府了 玉城府底的房子几乎被他给包了 所以莫领渊应该不会是去那个地方 另外的好地方就只有华容府了 冷容容猜测 莫领渊应该是在华容府那边有别墅 那边的环境也算是不错 而且也很便利 莫领渊却摇头 不是 不是 冷容容看住莫领渊有些迟疑 不是华容府吗 难道是更差的地方 一路上冷容容一直都在猜 他把自己知道的地方都给猜了一个遍 但都没有猜到莫领渊要带他去住的地方 许久之后 他们终于到了地方 云浮山 冷容容看向了这地方的时候 都惊呆了 他难以置信 他们的车子居然是朝着这座山开去的 云浮山上有几栋别墅 一直都是传说中的别墅 一般人别说是进去了 连从山脚上去 都是没有机会的 这座山上风景极好 本来是可以作为旅游圣地的 但是因为有人买下了 所以就没有开发 这是个私人领地 冷容容曾经觉得这个地方风景极好 而且非常的方便 所以想要买下这个山头 但是 据说这里的拥有者非常的神秘 所以他没有找到机会买下来 没想到 莫领渊带他来的地方 刚好是他一直都相中的地方 第531章 这才是本市第一的地方 云浮山的别墅 是整个城市位置最好的 也是整个城市风景最好的 他能看到整个城市的夜景 也能看到城市里 最出名的一个湖的风景 他附近有旅游圣地 也有各种吃喝玩乐的场所 而他本身的别墅 也修建得非常的漂亮 有一栋主别墅楼 还有几栋小别墅楼 冷熔熔最喜欢的地方 就是这里的土地肥沃 可以种很多花跟菜 从山脚往山上 到处都是可以种花种菜的地方 而这一路上去 两边种满了鲜花 有不少是冷熔熔 当初在崇寒院那边看到的 当时自己随口提了一嘴 没有想到莫领渊就给他寄住了 并且还做了这么好看的拱门 车子一路上去 到处都是冷熔熔喜欢的鲜花 还有一小块一小块的菜地 都是可以种菜的 很快 车子就抵达了主别墅楼门口 这别墅是欧式风格的 修建得非常漂亮 边上还有一些小别墅楼 可以供佣人或者客人居住 车子停在了外面的停车坪上 停车坪上 有无数辆豪车 所有的豪车都有 巨大无比的停车坪上 还有自动升起的房子 整个停车坪停了有上百辆豪车 对冷熔熔来说虽然不算多 但也确实略微有些夸张了 他虽然有钱 但也并没有一下子买过这么多的车 就算买了 也不会放到一起的 莫领渊确实有些大手笔了 从车上下来之后 一个管家模样的人走了过来 他冲着冷熔熔等人 毕恭毕敬的鞠躬 莫先生好 太太好 几位也好 我是这里的管家 全宇 大家可以叫我全管家冷熔熔 全宇 有点眼熟啊 等一下 冷熔熔很快反应过来了 吃惊地看住全宇 你 你不是明渊帝国的管家 全宇 全管家吗 夫人真是厉害 才见过一次就记得了 我确实是明渊帝国的管家全宇 从今天起 我也是您的管家 以后 夫人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吩咐我 任何事情都可以 我都会竭尽全力 为夫人办到全宇冲着冷熔熔 露出一抹温柔浅笑 别跟我老婆放点 正经点 莫领渊一看全宇这样笑 顿时有些不满 全宇的能耐自然是一流的 她的功夫也是一流的 不仅可以当管家 也可以当保镖 但问题是 这货似乎长得有点太帅了 莫领渊皱眉 然后想到了什么好主意 老婆 你给全管家也准备几套管家服吧 以后跟花花穿的一样好了 这样吗全管家会喜欢吗 冷熔熔打亮了全宇两眼 如果夫人能帮助准备管家服 全宇荣幸之至此时此刻的 全宇脑海中的管家服 是非常绅士的西装 绝对没有想到 有朝一日自己会成为女装大佬 那行 我回头给你多准备几套 冷熔熔回头看了一眼李如花 笑着说道 花花 你有好姐妹了李如花 她有些同情地看了一眼全宇 她答应得可真爽快 就像是曾经愉快地 拆上奶奶快递的她 几人走到了别墅大门口 别墅门一打开 里面站满了庸人 统一的服装 统一的站姿 不仅身高差不多 所有的人颜值都是差不多的 少爷 少夫人 中午好 几位老爷 中午好 唐特助 李管家 中午好 一群庸人训练有素 毕恭毕敬地喊道 冷熔熔 差点被这个夸张的阵容给吓到了 她回头看了一眼莫里渊 要这么多庸人吗 这个地方太大了 如果没有庸人打扫的话 不行的莫里渊说道 你要是不喜欢 让他们躲到他们住的地方去救世了 你看不到的时候 他们再出来收拾 这样也行 先让他们去休息吧 冷熔熔看住这么多人 头都大了 对了 少夫人 要先认识一下我们这里的保镖吗 除开这些庸人 我们别墅还拥有109名保镖 全宇问道 冷熔熔 这么夸张吗 几分钟之后 全宇把保镖们都筑集了过来 这些保镖数量庞大 因为不好记名字 所以全部都被编了序号 从1号到109号 喊他们的时候 直接喊号码就行 不需要喊名字 冷熔熔等人 见过了家里的保镖 这些保镖都是身手很厉害的 而且不会的经常出现 他们只会在暗中待住 有需要才会出现 冷熔熔对此还算满意 专业的搬家人员 把东西搬来了 然后将所有的东西 都归制进了需要归制的地方 别墅很大 很气派 坐在楼下的大厅里 仿佛置身在一个宫殿里面 而里面的书房之类的 更加仿佛是博物馆一般 那巨大的书房 上面的书 还是要爬梯子 才能上去拿到的 跟他们之前住的小别墅比 简直就是云泥之别 这是本市最好的别墅了 莫领渊看向了江福几人说道 我会给荣荣 所有最好的东西的江福点头 看到这个住处的时候 她还算是满意 主要是看到荣荣脸上的笑容 她比较满意 她知道 他们家小荣荣 对这个地方确实还算满意 陈兰跟唐子一 也没有什么多的话 莫领渊算是拿出了 自己的诚意来了 最豪华的别墅 让小荣荣住上了 几位 我们家少爷 还给你们安排了住处 几位要跟我去看看吗 泉宇忽然开口问道 我们的住处 江福点头 倒是没有想到 莫领渊准备的 还算是挺周全的 他们被带到了 几个附属小别墅里面 莫领渊给江福安排的 一栋别墅也是非常气派的 虽然说是附属小别墅 但其实跟主别墅 没有太大的区别 而且距离住别墅很远 是在半山腰的位置 所以就像是单独存在的一样 别墅的装修风格 是按照江福喜欢的那种 老干部风装修的 里面有很多江福喜欢的东西 因为江福还喜欢钓鱼 还有一条下山的小道 山下有个小湖 江福可以去钓鱼 莫领渊给陈兰安排的 是另外一栋别墅 第532章小南狱的麻烦 距离江福这边不远 陈兰的别墅风格 比较优雅一点 里面的风格也是比较优雅 符合陈兰的气质的 陈兰喜欢研究东西 所以有一个巨大的电脑房 里面有一个水晶大屏幕 还有无数机子 除了这个 还有一个无比巨大的实验室 实验器材齐全 书房更是夸张 还有各种绝版古迹 陈兰看到这个屋子的时候 就喜欢得不行 尤其是看到自己想要的 却一直都找不到的古迹的时候 他简直高兴坏了 一下子就对莫领渊满意了起来 唐子义的别墅 就靠在另外一边了 他的别墅风景最好 别墅里面的装修 也是最豪华的 唐子义是比较浮夸的一个人 他还喜欢各种冷兵器 所以他有一个兵器房 里面都是他喜欢的各种兵器 除此之外 他的别墅院子里 还有一个练武场跟射击场 唐子义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也满意了很多 苏维本来就对莫领渊 没有什么意见 不过莫领渊也给他准备的 十分周全 苏维住的地方 就比较适合女性了 苏维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所以屋子里 琴棋书画样样有 还有一些古字画之类的东西 价值连城的古董 这些都不算什么 女人都喜欢化妆品跟衣服 所以莫领渊给苏维的别墅里 设计了一个上下两层的衣帽间 里面是各种适合苏维的衣服 全部都是苏维最喜欢的设计师设计的 除了这些 首饰柜子里面 苏维还有无数的首饰 全部都是莫领渊买来 还有让人专门打造的 苏维看到这些之后 完全都移不开自己的视线了 都是他喜欢的东西 甚至于连他喜欢的酒都有 他实在是太满意了 几个人看过了自己住的地方 然后再聚集到一起的时候 苏维疯狂感叹 我觉得我们这个女婿非常的不错 我很满意 唐子一点头 你们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吗 是我最想要的东西 他居然给我准备好了 陈兰 虽然这些东西 我自己也能做到 但是有人给精心准备的 跟自己准备的 不是一样的感觉 他还算可以将服 勉强过关了 泉鱼走在旁边 唇角围钩 知道自家四爷 算是把老丈人们给搞定了 主别墅楼 冷戎戎正在参观 自己接下来要住的地方 这个别墅大的夸张 他看了很多的房间 然后又去了莫领院 给他准备的衣帽间 他的衣帽间 比苏维那边的更加夸张 整整有四层 都是他的衣服鞋子 跟首饰之类的东西 全部都是最新款 不管是定制的 还是奢侈品牌子的 又或者说一些小众品牌的 莫领院都已经跟人联系好 并且每个季度 都会把最新的送来 就算是限量款 他们也是能第一时间拿到的 冷戎戎倒是没有被震惊到 只是看出这么多的衣服 皱起了眉头 那我岂不是都不用买衣服了 那我不就失去了 光阶的乐趣了 这一下 钱就更加没有地方花了 容爷愁眉苦脸 莫四爷 他差点忘了 他家太太钱太多了 没地方花 呃 这里没有把所有的最新款都送来 送来的都是最合适你的 你还是可以去逛街的 也许还能有其他的好牌子呢 好吧 冷戎戎勉强点头 转了一圈之后 两人下楼 全宇带住江湖几人回来了 另一边 李如花几人也会来了 李如花跟唐洛 也去看了他们住的地方 莫领渊给两人 也是安排的独立的别墅 为了方便唐洛 跟李如花找女朋友 江湖几人回来之后 带着冷戎戎进了书房 然后单独聊了一阵 虽然莫领渊的安排还算仔细 但是几人还是有些不太放心冷戎戎 再说了 莫领渊也没有给他们戎戎 一个盛大的婚礼 所以 他们还是拉着冷戎戎 询问了一下他的想法 客厅里 莫领渊坐在沙发上 视线则是一直都盯着书房的方向 看得出来 他是在想江湖几人 会跟冷戎戎说什么 他们挺满意的 全宇说道 你这一关算是过了几分钟之后 冷戎戎跟江湖几人谈妥出来了 看得出来 冷戎戎也把钱店们说服了 所以几人都没有再说 要让莫领渊跟冷戎戎分开的话 婚礼肯定是要补办的 小戎戎的婚礼 必须是震惊世界的江湖盯着莫领渊说道 当然 婚礼也不是现在就要办 我们不催你 对 我们还是要看看 你是不适合我们戎戎的陈兰点头 小子 你要是让我们戎戎流泪的话 我们会让你流血的 唐子义眯起了眼睛 手中闪过一道寒光 这个我同意素微点头 看向了莫领渊 欺负我们蓉蓉 放钱你的血也不为过莫领渊点头 几位放心 我只会让蓉蓉笑 不会让她哭 她怎么可能舍得这个女人流泪 既然是她的太太 她只会让她开开心心的 她会满足她所有的要求 只要她幸福就好 江湖几人还算满意 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其他的考验之类的话 蓉蓉 她要是欺负你 你要告诉我们 前爹们打算去故地重游一下 找找你母亲的线索 你这边 如果你母亲找上门来的话 也记得通知我们一下 江湖对冷蓉蓉说道 冷蓉蓉点头 这样分头行动刚好 她现在也急切地想要知道 母亲的下落 西国 小南玉正在一个商场里面逛街 准备在回国之前买点小礼物 送给自己妈咪跟爹地 这个裙子很好看耶 好像很适合我妈咪的气质 给我拿下来看看好吗 小南玉对营业员非常有礼貌地问道 营业员拿下了那一件礼服 刚想递给小南玉 就被一只横空出现的手给抢走了礼服 然后 传来了一个女子嚣张的声音 这裙子挺好看的小南玉 女子拿着礼服转身就走 准备去试衣服 营业员愣了一下 小南玉不愿地说道 这是我先看中的 第533章总共一亿多 你买得起吗 冷清清回头的时候 刚好就对上了小南玉的那张脸 莫南玉 这张脸 她到死都记得 这个小东西跟冷蓉蓉是一伙的 是冷蓉蓉那个贱人的养子 她居然会在这里碰到她 一看小南玉身后没有人 冷清清眼眸都眯了起来 她最近休养了一阵之后 已经恢复了不少了 在国外的日子正闲得无聊 没有想到会碰到这个小东西 她没办法回国找冷蓉蓉 这个贱人的麻烦 但是这个送上门来的小东西 她当然不会放过了 小南玉看了两眼冷清清 因为是自己不太关心的人 所以小南玉也没有认出来 眼前这个人是冷清清 她只是抬起一张稚嫩的小脸 看住冷清清奶生奶气的说道 大婶 这个衣服是我先看中的哦 你不能这样没有礼貌哦 你可以看看其他的 或者让营业员去拿同款 大婶 冷清清嘴角抽了一下 不叫姐姐 不叫阿姨 叫她大婶 她看起来很老嘛 有问题吗 小奶包养着一张粉雕玉琢的小脸 看住冷清清的时候 还在心里捉摸着 这个大婶看住莫名的有些眼熟呢 小鬼 你买得起吗 冷清清冷笑了一声 盯着小南玉看住 小南玉深深地看了一眼冷清清 买不起 我还会在这里看吗 大婶 你买得起吗 我当然买得起 这家店的一半衣服 我都要买的冷清清朝著营业人说道 这款衣服不管有多少件 我都要了 还有 那些 都要打包了 我跟你们说 顾客也是分高低贵贱的 像这种没人带的小屁孩 你们觉得他买得起东西吗 这么小的孩子 你们就不怕他把你们的衣服弄坏吗 那名本来要给小南玉拿衣服的导购员顿时恍然大悟 他刚才也没有多想 但是现在一看 小南玉的身边可不正是没有大人吗 虽然这个孩子打扮得挺好的 但毕竟没有大人在身边 买东西能付得出钱吗 而且 万一是个熊孩子的话 很容易把他们的衣服搞坏的 搞坏了还赔都赔不起的 一时间 导购员看小南玉的脸色都变了 他审视了两眼小南玉之后说道 孩子 你要买衣服的话 带大人过来买吧 这里的衣服很贵的 你确实买不起小孩子身上 父母肯定不会放太多的钱的 更何况 眼前这个孩子 年纪看起来还那么小 导购越看越是看不起小南玉 这孩子未免也太小了吧 他刚才碰过的衣服 该不会都被弄坏了吧 以前发生过有熊孩子把店里衣服弄坏的情况 所以这名导购瞬间就警惕了起来 然后 他一把拉住了小南玉 你给我等住 你先等一下 如果这里有衣服弄坏了的话 你必须得负责 一边说着 一边导购就开始查看起店里的衣服来了 小南玉 他好像都没有碰那些衣服好吗 导购看了一圈之后 确认衣服都没有破 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然后 冷清清问道 可以把这个碍眼的小屁孩赶出去吗 熊孩子什么的最讨厌了 他又买不起 只会碍事儿 谁说我买不起的小南玉皱眉 看了眼冷清清 又看向了另外一名导购 又不是只有你买得起这里的东西 姐姐 这个店里的所有衣服我都要了 姐姐 可以帮我全部打包吗 小奶包皮肤白皙 穿得很洋气 说话的声音很奶 但是眼神里带着一股坚定 甚至于有一种质地有声的感觉 听起来莫名地让人幸福 好像他真的是买得起整个店里的衣服一样 小鬼 你要笑死人吗 你买一件衣服我信 你要整个店里的衣服 我可不相信 冷清清双手抱胸 疯狂冷笑 虽然知道小南玉也在剧组拍戏 是个小童心 但是这么小的孩子 金钱肯定是掌控在父母的手里的 小孩子兜里能有几毛钱 这么小 半个银行卡怕都是办不出来的 冷清清冷嘲热讽 周围也聚集起了一些人过来看热闹 大家都很好奇地看住小南玉 小南玉看了一眼冷清清 然后小脸认真的说道 我真的要买 如果我真的买得起整个店里的衣服的话 你怎么样 你要不要滚住出去 喝 好啊 冷清清鼻孔朝天地吃笑了一声 一边的导购也不由地笑了起来 小家伙 你知道我们店里所有的衣服值多少钱吗 这边加上仓库里的 总共价值上亿了 你真的有那么多钱吗 才上亿啊 小南玉点头 还好 不如我一双鞋跪众人 冷清清哈哈大笑 上亿的鞋 你脚上穿满了钻石吗 旁边的导购也扑斥一下笑了起来 孩子 说谎可不太好 你上学了没有 你大人没有教你吗 小孩子不能说谎的 小南玉漂亮的小脸上满是无辜的神情 我没有说谎呀 他那双鞋子真的像了钻石 很贵很贵的 他是不怎么穿 上次走一场大秀的时候穿过 另一边那个导购看住小南玉 他倒是没有轻看小南玉的意思 看住小家伙觉得特别可爱 所以眼神也很温柔 小朋友 我们店里所有的东西加起来是一3839万7650元 真的要给你打包吗 嗯 全部都打包 小南玉看住那个导购眨巴了一下漂亮的大眼睛 那位导购看住小家伙的眼睛 莫名地相信小家伙 然后开始打包 冷清清身边的这位导购 却不怎么相信小南玉能付钱 所以朝着那个导购喊道 香香 你是不是傻 他身边又没大人 他那么小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钱 你说他身上有个几千几百的 我相信 吉亿 你当谁都是土豪吗 就算是什么一流世家的小少爷 兜里也不可能那么有钱的 好吧 别白费力气了 输完之后 这位势力的导购又看向了小南玉 小鬼 你要买可以 但是先付钱吧 第534张游乐场的卡能付钱 冷清清双手抱胸 始终都是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周围围观的群众 大半都是一样的心理 看小南玉的穿住打扮 知道小南玉家里肯定不缺钱 但是这么小的孩子手握上意 那肯定是没有人相信的 大家觉得小家伙的品质不太好 居然这么撒谎 这么说大话 周围围观的人 一个个都摇着头 这么小的孩子 就这么大口气 对呀 这么小就学会了撒谎 家里没有大人管教的嘛 根本不用打包 一看就付不出那么多的钱 上意的鞋子 我都没有听说过 有鞋子要上意的 就算买个别墅 都不需要这么贵好吗 我算是见识到了 真不知道 这孩子的父母是教育的 怎么教育出这种孩子 长得虎头虎脑的挺可爱的 说话的口气 真是让人不喜欢 周围议论纷纷 那个叫做香香的导购员 站在那边 一瞬间有些犹豫 是不是该再继续打包 小东西 脸丢大了吧 冷清清冷嘲热讽地说道 然后看向了身边的导购 把我要的那几款打包吧 好那导购员只想做冷清清的生意 他立马准备去打包 小南宇阻止了那的导购员 不好意思 我已经先买下了说话之后 小南宇直接走到了柜台边上 他从身上掏出了一张卡 然后点起脚尖 想要递给后面的收银员 结果因为小家伙短胳膊短腿的 还递不过去 一下子惹来了一群人的笑声 哈哈哈哈 居然有点萌是怎么回事 有点搞笑 卡都递不过去 不过他那是什么卡 游乐园的卡吧 我没有见过这样的银行卡 那不是银行卡吧 小孩子就是小孩子 他以为是在玩过家家吧 周围是一阵阵笑声 有些人是真的在笑话小南宇 有些人则是真的觉得 小南宇挺可爱的 毕竟很小 初开说大话不说 小南宇还是很可爱的 小南宇绕到了里面 才算是把银行卡递给了收银员 收银员接过那张卡 也是不由愣了一下 因为小南宇的卡 看起来跟普通的银行卡 不太一样 所以 这一下子 收银员也在想 这场卡是不是跟大家说的那样 根本就不是什么银行卡 冷清清嘲笑着说道 小东西 你是来搞笑的吗 你拿一张游乐场的卡来刷钱 刷得出来吗 还是乖乖去游乐场刷吧 小南宇游乐场的卡 这可不是什么游乐场的卡 它是一个银行的限量版卡 是特别纪念版 如果每个几十亿 是没办法拥有这张卡的 居然被人当作是游乐场的卡 你才是来搞笑的吧 小南宇嘴角抽了一下 这卡是银行卡 哪家游乐场的卡长这样 再说了 我又不是什么不懂事的小屁孩 还去游乐场玩 我是个大孩子了 小家伙说话的时候 质地有声 十分的可爱 周围的人都被小南宇给蒙到了 冷清清依旧是一脸嘲讽 这卡刷得出钱来吗 就算真是银行卡 我就不信他能刷出钱来 能刷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 人群当中 忽然有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年男人 走了出来 男人身上是黑色的西装 脖子里系住红色的领带 虽然年纪不小了 但十分的有气质 大家都不由自主地看向了这个中年男人 隔壁赛里银行的总行长 王黎 有人一下子认出了这个中年男人 然后大家都有些震惊 不知道这个王黎为什么要这样说 我是赛里银行的行长 王黎 这位小朋友手中的卡 刚好是我们银行出的纪念款 全球不到十张卡 这张卡里面存款至少有十亿 即便没有存款 也是可以透支几十亿的卡 王黎冲着周围所有人解释道 因为小莫先生是我们行的大客户 所以 我就出来替小莫先生说句话 王行长周围好些人都认识 所以当他那么尊敬地称呼小男狱的时候 大家都静呆了 真的假的 一个孩子有这么多钱吗 卧槽 我活得不如一个三五岁的孩子 妈呀 真的是吗 刷 快刷 真的刷得出来吗 嘖嘖嘖嘖 那个女人跟他的倒够惨了 要被打脸了 诸多人看热闹不嫌事大 小男狱神色淡定 他看了一眼收银员 微笑且礼貌地说道 姐姐 可以刷卡了吗 可 可以 收银员拿着卡的手都几乎在颤抖 这可是几十亿的卡 太恐怖了 接下来 刷卡非常的顺利 收银员刷完之后 整个店的工作人员都开始帮小男狱打包衣服 店长对小男狱更是毕恭毕敬的 邀请他坐下休息 又请他喝饮料之类的 还把那个导购员喊了过来 让他跟小男狱道歉 小男狱没有理会那个导购员 而是看向了王行长说道 谢了 不必 是我们银行的客户跟银行卡被误会了 我站出来也是应该的 王行长笑着说道 小莫先生什么时候有空 我请你吃饭 最近没什么空 有空打你电话 小男狱平静地说道 好 那就等小莫先生的赏脸了 王行长毕恭毕敬见小男狱这边没有事情了 这才跟小男狱打了一声招呼 然后离开了 周围的看客则是惊呆了 王黎是什么人 很多人都是知道的 他可是总行行长 一般人想要约他吃饭 都是约不到的 但是他刚才居然那么恭敬地邀请小男狱吃饭 并且还那么客气 简直了 简直就像是在对待上帝一样对待小男狱 可想而知 这个孩子 看起来那么小的孩子 是有多有钱了 也可以见得 他的身份肯定是非常不一般的 刚才大家都觉得小男狱是在说大话 是在说谎 但此时此刻没有人这么觉得 反而觉得这个孩子虽然这么小 但是是气度不凡 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孩子 长大了肯定不一般 一定是什么超级富二代吧 八成是那种一流世家的富二代 真是令人羡慕 有父母宠就是幸福 第535章彻底被打脸 店里面 大家都在打包 小男狱听着周围的议论 若有所思 富二代 他好像也没有花家里的钱呀 他家臭爹地肯定不会给他钱花的 爹地的钱都是给妈咪的 至于妈咪 倒是有给他钱 不过他都不要 妈咪是女人 男生怎么可以用女生的钱 女生生来就应该是被宠的 就算是妈咪 他也要宠她的 他努力赚钱 也是为了给妈咪花 他希望自家妈咪 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呢 小少爷 都打包好了 我们可以提供送货上门服务 您看送到哪里 店长此时此刻 完全将小男狱当作了贵宾 客气得不得了 帮我把这个马术的衣服都挑出来 其他的都送给他了 小男狱对店长说道 说着 还指了指那个叫做香香的导购 这全场的导购跟店长 唯独只有这个香香 没有狗眼看人低 对他很礼貌 他说打包的时候 也只有香香动手了 刚好剩下的尺码 似乎有香香能穿的 所以小家伙小手一挥 全部送给了香香 那女孩子瞬间都惊呆了 她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看住小男狱 送 送给我吗 嗯 都送给你了 能穿的你穿 不能穿的 你可以卖了小家伙 柔柔的笑了笑 周围的导购 跟店长都羡慕地看向了香香 此时此刻 所有的人都十分地后悔 如果之前好好招待小男狱的话 是不是他们都能分到了 可现在 这个孩子把东西全部都送给了香香 却没有他们的份 有人眼神里有羡慕 也有人眼神里有嫉妒 这可是将近几千万的衣服啊 就算是半折卖出去 也够他们上一辈子般的收入了 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 这个香香也太幸运了吧 不合适吧 香香却摇头说道 谢谢你 但是我不能收 蜈蚣不受禄 这不是我应该得的 而且 这礼物太贵重了 香香拒绝了小男狱 小男狱眼神里有几分欣赏 但是其余的导购眼神就不太好看了 尤其是跟冷清清站在一起的那个导购 冷笑着说道 装什么装 给你你还不要 香香皱眉 却没有说话 只是跟小男狱说道 我真的不能要 你不是武功 大家都看不起我的时候 只有你眼里没有轻看之色 小男狱认真说道 你的服务让我很开心 这就当是我给你的小费 但是太贵重了 那我挑选一件好吗 或者 这件衣服给我的话 你给我留个你的卡号 我卖出去之后 把钱转给你 香香见小男狱十分坚决 就出了这样的一个主意 看得出来 香香十分的本分 周围的人也都不由得点头 很欣赏香香 这么天大的馅饼掉在面前 他也没有高兴坏 反而很理智 只有另外那的导购 一直都在冷嘲热讽 装什么装 香香 给你你不要 你还非要装逼吗 谁不知道 你是一个单亲妈妈 你缺钱的要命 小男玉皱眉 看向了这个导购 香香也看向了这名导购 她看起来有些委屈 我真的没想要 这不是该属于我的 我怎么可以拿呢 她只是做了自己 该做的事情而已 所以她不会想要 这么多礼物的 她会觉得不好意思 这样的导购 你们不开除的吗 小男玉看了 那的导购好几眼 然后又看了一眼店长 有这样的导购 想来服务也不会太好 店长有些迟疑 微观的人却纷纷点头赞同 对啊 人家看起来真诚的拒绝了 这说的叫什么话 那个叫香香的导购 都快哭了 人家收不收 是人家的事情 这个导购 一定是极度眼红了吧 一看就是品性有问题的 店长本来是想 护着这个导购的 听到大家都这样议论纷纷 明显影响了 他们这家店的名声 不得不当场 就将这名导购给开除了 这名导购 有些难以置信的 看向了店长跟其余几人 然后 他憎悟地看了一眼小男玉 小东西 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吗 还不是花的父母的钱 导购气呼呼地走了 走之前说了一通 诅咒小男玉的话 不过小男玉不为所动 然后 小家伙写了一个账号 给眼前的香香 让香香把衣服收下 如果他能卖的话 给他一半钱就可以了 香香这一下算是踏实的收下了 他还问小男玉 可不给给店长几人也几件 他们也帮忙打包了 已经都是你的了 你可以随意支配 小男玉冲着香香微笑住说道 周围 很多人都不由冲着小男玉 竖起了大拇指 有人则是好奇地问道 说起来 这是一个女装店 不知道这个孩子 买这么多衣服送给谁 女装店 不会这么小就恋爱了吧 还是喜欢一个大人 现在的小孩还真是不得了 周围的人都震惊了 然后 小男玉无奈地回答道 我还是个孩子哦 这么小早恋是不好的 我只想努力赚钱 这些衣服是买给我家妈咪的 买给妈咪的 我靠 这么小就说要努力赚钱 我这么小的时候只会玩泥巴 太可爱了吧 谁家的孩子啊 怎么可以可爱成这样 做这样的孩子的妈咪 实在是太幸福了吧 周围再度议论的厉害 小男玉直接给了店长一个地址 让店长把这些衣服 直接送给了自家妈咪 然后 小家伙想起了冷清清 冷清清正打算偷溜 走到门口的时候 忽然看到了一道小小的身影 小家伙一下就挡在了他的前面 然后歪住脑袋说道 你说滚出去的 你没说走出去 怎么 你是大人 还没有我一个小孩说话算话 你家没有教养的吗 冷清清顿时咬牙切齿 小鬼 得饶人畜且饶人 你没有听说过吗 听说过呀 但是也是得饶该饶的人呀 小家伙一张脸很萌很萌 但是眼神很冷很冷 他已经想起来这个女人是谁了 第536章 借师父之手 小东西 不要太过分了 冷清清冷眼看着小男玉 你这么小 就这么狠毒吗 我又没做什么 没让你去死 没让你去胳膊断腿 怎么叫狠毒了呢 而且 你自己也答应的 你说滚出去 一个大人 难道还没有我来的信守诺言呢 小男玉抿了名嘴 哀声叹气着说道 现在的大人 都是这样的不信守诺言的吗 说话真的跟放屁一样的吗 小奶包一脸的愁容 一时间 微观的女生 纷纷都不由的心疼了起来 怎么可以让这么可爱的小奶包 这样郁闷呢 而且 刚才那个女人 居然害的小奶包 认为整个世界的大人 都是这样的不肯信守诺言 我说 那位小姐 你答应了人的事情 就要做到吗 既然做不到 为什么又要答应人呢 可不就是吗 怎么可以让小萌宝认为 这个世界的大人 都不肯信守诺言呢 那是你的锅 我们不背 说到做到 你就应该滚出来 周围围观的群众 都开始怒对冷清清 冷清清脸上 有些挂不住 小男玉站在一侧 看住冷清清 想起这个女人 一直都想害妈咪 她就有些讨厌 我可以换个方式吗 总不能真的让我滚吧 冷清清皱眉 因为周围的人都在围攻她 她溜都溜不走 她简直丢死人了 这个该死的小东西 没有想到 她居然这么有钱 也不知道这小子 哪里来的钱 不过 索性只是一个小东西 肯定很好骗 她多说几句好话 这个小东西 应该就不会为难她了 冷清清 开始对出小男玉 各种说好话 然而小男玉 始终都一脸冷漠 她无动于衷地 看住冷清清 是你自己答应的 不是我抢求你的 你自己说滚的 你当然要自己滚 那你不滚 你就不信守诺言 你就是一个说谎的人 你就是一个骗子 我可以报警的小家伙 故意卖萌 看得周围围观的群众 越发地被小萌宝给萌到了 然后 全部都向着小萌宝 一个个都盯着冷清清 冷清清被盯得快气疯了 小东西 不要得理不饶人 我肯跟你说话 已经很给你面子了 我给你机会了 你要是不愿意的话 那就算了 我是不会滚出去的 被人围观嘲笑 总比自己 从这个店里面 滚出去来的好 她宁愿自己出去 她还真不相信 会有人敢拦着她 小男玉 看了一眼冷清清 然后若有所思地 点了点头 行 那你走吧 一见小男玉妥协了 冷清清 瞬间松了一口气 吃笑了一声 小东西 你还是怕我的吧 没有冷容容的贱人 在你身边 你什么都不是说着 冷清清转身走了 不过 她才走了一步 小男玉忽然一只小腿一勾 也不知道怎么弄了一下 小男玉闪身到了 冷清清的前面去 冷清清忽然一个猎切 五体投地地 扑在了小男玉的面前 小男玉一脸惊恐地问道 大神 你怎么还行这么大的礼 冷清清 她被磕得额头生疼生疼的 因为这个不雅的 五体投地的姿势 脸都黑了 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之后 冷清清咬牙切齿地 捡起了自己摔掉的拖鞋 她狠狠瞪了一眼小男玉 然后冷冷地说道 走着瞧 我不会让你好过的 哦 那就走着瞧吧 冷清清走的时候 小男玉又不能声色地 伸出了一条小端腿 就这么轻轻地一勾 冷清清跌住出去了 冲得太厉害了 整个人都在地上滚了一圈 哎呀 你还真鬼啊 小男玉故作吃惊 全部围观的群众都看向了冷清清 然后所有的人都笑喷了 小男玉趁着大家都看住冷清清的时候 转身从另外一扇门里出去了 不到一会儿 小家伙就消失不见了 等到众人再回过神来看小男玉的时候 早已经不见了小男玉的踪影了 刚才那个小萌宝呢 怎么不见了 刚才明明还在的 他已经走了 香香刚才是看住小男玉离开的 小家伙离开的时候 还冲着他眨了眨眼睛 可爱至极 可惜了 他好可爱啊 对呀 我都忘了拍照了 就这么不见了呢 好神秘的感觉 周围围观的群众议论纷纷 然后都散去了 冷清清是被自己的母亲给扶起来的 李木兰手里提着一个购物袋 看住冷清清问道 清清 你怎么回事 什么摔倒了 还不是那个小东西 冷清清拍了拍自己身上的灰 气呼呼地说道 那个小野种 居然敢这样对我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哪个小东西 李木兰一脸狐疑地看住冷清清 莫领渊跟冷融融收养的那个小贱种 那个小东西总是跟在冷融融的身边 看住就讨厌 冷清清憎恶地说道 当初在剧组的时候 那个小东西就没少为难他 是吗 他一个人 还是那个小贱人跟他一起 李木兰一想到冷融融就恨得牙痒痒 如果不是冷融融的话 他们需要在一国他乡生活吗 虽然在C国也有人照住他们 但毕竟人生地不熟的 生活起来也没有在国内来的舒心 而且 因为冷融融冷清清在国内的名声算是毁掉了 就算再回国 他想要找一门好亲事都有些难了 他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本来是可以加入真正的豪门的 但是冷融融抢走了清清的未婚夫不说 还把他们家毁成这样了 他们家变成现在这样 都是因为那个贱人 一个人冷清清阴狠地说道 这个小东西 我不会让他活着回去的 我还要把冷融融引来这边 我要借师父之手 将冷融融给除掉 对 借你师父的手 我们对付不了他 你师父那么厉害 还能对付不了他吗 李木兰眼底也透着阴冷的眸光 到时候 他一定会死得很惨的 你师父那么疼你 绝对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第537章全管家 我完了 云浮山别墅 莫领渊跟冷融融地搬入 引起了整个城市的轰动 很多人都知道 云浮山很早之前 就被人买下来了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买下这个云浮山的人 到底是谁 大家只知道 买下这个云浮山的人 很有钱 很神秘 而这一次搬进云浮山 因为搬家动静比较大 所以惊动了整个城市 很多人都在议论 搬进这个云浮山别墅的人是谁 也有很多记者 冲到了山脚下来拍照 不过 谁都没有拍到云浮山别墅的主人是谁 冷融融跟莫领渊在云浮山住了几天 没下山 而融融的前爹跟师父们 为了去找白婉容 已经离开云浮山了 更大的别墅 更加的花园 更大的菜园子 冷融融更加享受 种菜种花的时光 时不时的就跟李如花两个人 钻进菜地里认真种菜 莫领渊把老别墅的菜也给挖来了 给冷融融种住 两个人在菜地里种菜 四只动物在偌大的园子里跑来跑去 打闹住 虽然是动物 但是这几只货 一个比一个聪明 哪里都可以采 但是绝对不碰荣叶种的菜 莫四爷跟唐洛 是两个城里人 绝不下地 顶多只是在旁边看个热闹 偶尔别墅的保镖跟庸人之类的 也会过来围观冷融融种菜 然后夸个不停 不过大部分保镖跟庸人们是隐形的 因为莫四爷怕打扰到了自家夫人 所以大部分时候 都是让他们在后面的别墅里待住 有必要菜过来 全宇大部分时候 都是跟在莫领渊的身旁 他偶尔会跟莫领渊 说一下明渊帝国的事情 毕竟是明渊帝国的第一个管家 当之无愧是第一管家 掌控着明渊帝国很多重要的东西 当然 这个第一个管家 现在成了这个别墅的管家 多少有些大材小用 只是 四爷的命令 也没有人敢不从 看住自家少夫人 喜欢在菜地里种菜的时候 全宇那表情是精彩分成的 他看住唐洛 眼神里充满了询问的意思 咱家少夫人是个农民 与孩子 一般都嫌泥地脏的 这么爱种菜的女孩子 真是罕见 最关键是 这样女孩子 居然一点都不土 种地的时候 都给人一种 仙气飘飘的感觉 少爷到底是从哪里 捡来这么好看的少夫人的 他也想捡一个 又会种地 又会赚钱 还那么美丽的夫人 少夫人是不是农民 我不知道 少夫人热爱种菜 是真的唐洛提醒全宇 全管家 不要伤害到少夫人的菜 伤害到了少夫人的菜 你会很惨的 不就是菜吗 菜不就是弄来吃的吗 什么叫伤害到菜 全管家还没有经历过 破坏熔业的菜之后 被熔业给虐的绝望 所以觉得唐洛的话得有些可笑 唐洛露出了一抹神秘莫测的笑容 也不多说 另一边 暴风 暴雨 暴鸡 大白虎 都露出了神秘莫测的微笑 他们感觉全管家要玩 为什么我感觉这只马根鸡 他们在笑 笑得还让人有些毛骨悚然 全羽眉头紧锁地问道 没什么 他们总是露出这种诡异的微笑 你会习惯地唐洛意味深长地 拍了拍全羽的肩膀 就在那天晚上 全管家因为看住地里的菜很新鲜 就特地摘了一些地里的菜 准备大家一起下火锅吃 例如花在厨房准备吃火锅的东西 唐洛在跟暴风玩飞镖 莫领渊抱住自家夫人在客厅里说上次拍的逃亡的综艺的事情 今天晚上 上次拍摄的逃亡要首次播出了 网络上议论声音很高 夫妇两个打算等一下一起看 毕竟是第一次拍综艺 还是夫妻合体 连带住全家的宠物都一起上网 还是很想看看拍出来的效果如何的 全羽端住一盆菜从外面走了进来 一边走一边笑盈盈地说道 少夫人 您种的这个菜也太好了吧 看起来特别的好吃 等一下 下火锅一定刚好 家里有个会种菜的少奶奶就是好 每天都能吃上特别新鲜的纯天然蔬菜 冷蓉蓉跟莫领渊几乎是同时看向了全羽 容爷的眼神里猛然蹦射出了一道可怕的光芒来 莫四爷刷的一下松开了搂住自家夫人的手 自家夫人要发飙了 明渊帝国第一的全管家 要遭殃了 莫四爷给了一个同情的眼神 与此同时 唐骆跟暴风 暴雨 暴鸡 大白虎从外面冲了进来看热闹 一只白狼 一只白虎 一只黑马 一只鸡兴致勃勃地看住全羽 每一只脸上都挂着诡异的笑容 暴雨是笑得洁白的牙齿都露出来了 暴风笑得双眼皮都出来了 两只白蓉蓉的耳朵耸动住 有人要被揍了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全羽被钉得头皮发麻 紧张地问道 你碰了我的菜 我让你碰我的菜了吗 我的菜宝宝都还没成熟 你就把它们摘了 冷蓉蓉愤怒至极地看住全羽 然后 一把银针几乎瞬间朝着全羽飞了过去 全管家毕竟也是很牛逼的人物 一看到银针飞来 哪能不躲 一个转身逃出了大厅 容爷迅猛追去 偌大的院子里发出了砰砰砰的巨响声音 容爷的每一个拳头都仿佛能让空气都破裂 全管家招架了两下 对上了站在门口 好征以侠地看住他的墨四爷 他从四爷的眼神里看到了荧幕 让他夫人生气了 还敢跟他夫人对抗 全管家 草 他太难了 少夫人 你听我解释 这个菜吧 他应该是熟了的吧 我觉得差不多了 再养也大不了多少了 现在这个天气 这个菜下火锅特别的好 全管家这一下不敢反抗了 只敢躲闪 跟叛命解释 然后 全管家华丽丽地被揍了 他一个名冤帝国的第一管家 差点被一个女人给揍哭了 这个女人还是年纪比他小的女人 被揍惨了之后 全管家端住菜盆子 小心翼翼地问道 那 那这个菜怎么办 呜呜呜 还能怎么办 采都采了 只能吃了 容也冷哼了一声 全羽 既然结局都是要吃 为什么还要揍他一顿 而且 少夫人为什么那么可怕 他力气怎么那么大 他刚才被提起来甩了三百六十度 这是非人类吧 全管家站起来的时候 手一抖 放着菜的盆子 哐当一声落在了地上 这声响 犹如是一道惊雷 让所有人都定格在了那里 然后视线落在了全管家的身上 第五百三十八张大白菜 你成精了 全羽的手哆嗦了一下 看住地上的菜盆子 以及咕噜噜鬼人的一颗大白菜 不知道该捡起来 还是不该捡起来 冷融融的眸光冷得可以 他原本是要转身走了的 听到声音转身 就看到自己种的大白菜滚走了 这颗大白菜跟长了腿一样 滚得还特别快 咕噜噜的就滚远了 全羽跟冷融融对视了两眼 忽然一阵不寒而栗 他端住盆子 朝着大白菜追去 白菜同志 等等我 那大白菜刚好滚到了一个斜坡上 这一下子滚得就更加的快了 全羽 全管家大概是第一次跑得这么快 他疯了一样追那颗狂滚的大白菜 冷融融 我的大白菜被摔伤了 莫领渊揉了揉自家夫人的脑袋 全管家会追回来的 不行 让他也滚一圈惩罚一下一边 唐罗跟几只动物都快笑喷了 唐罗带住暴风 追在了全管家的后面去看热闹 只见那大白菜滚得非常的欢乐 全管家追得非常的狼狈 还差点摔倒了 好不容易一个飞扑 才算是将大白菜抱在了怀中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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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他妈是成精了 还是长腿了 你一颗大白菜 你跑那么快 全羽抱住大白菜 一脸震惊地看住 他没有想到 一颗大白菜居然跑起来那么地快 接着 全羽抱住大白菜 简直就像是在抱着一个小娃娃 他就这么小心翼翼地 将大白菜抱到了上面来 你儿子 唐罗调侃道 你滚 全管家瞪了一眼唐罗 你不觉得你有些过分吗 你早就猜到了对不对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提醒你了 是你自己去踩的唐罗耸耸肩 他之前可是善意地提醒了呢 奈何某人根本就不听劝 还敢不问过容爷就去摘菜 鬼知道少夫人那么可怕 全羽嘴角抽搐 凑到唐罗耳边问道 少夫人那么能打 力气那么大 少爷是不是总是被家暴 你说四爷跟少夫人打起来的话 谁更厉害一些 功夫上四爷肯定是厉害的 但是架不住咱们家四爷是个七管炎 怕老婆的男人唐罗耸耸肩 传出去 咱们明渊帝国的人估计都不会相信的 看出来了 七管炎全与名嘴点头 不然能让我大菜小用 来这里当管家嘛 而且四爷好像一直都围绕着少夫人转 不工作的时候 都是跟在少夫人的身边 少夫人种菜 他就在旁边看他 少夫人锻炼 他就陪着锻炼 少夫人打人 他就在旁边拍手叫好 等等 你有没有觉得 咱们少爷跟少夫人的角色 好像反了 这有啥 咱们爷装残废的时候 还是少夫人各种公主抱住他呢 哦 少夫人还给咱们四爷钱花过 给四爷买过车子 给四爷买过飞机 唐鹿说着说着 开始忧伤了起来 什么时候 我也能有这么一个女人宠住我 那我吃软饭 也吃得理所当然的 全与瞠目结舌 四爷在我心目中 那个坐在骷髅王座上的形象 已经崩塌了 崩塌就崩塌吧 四爷吃软饭都吃得理所当然的 你知道我现在脑海里 是什么画面吗 全与抱墙堡里的娃娃一样 抱着大白菜 王座上的是少夫人 咱四爷坐在王座旁边 趴在少夫人的腿上 各种伺候少夫人唐鹿点头 这样也挺合适的 少夫人霸气的时候 的确霸气全语 可那是咱们四爷啊 我以前还以为 四爷只会对灵儿小姐那么好 现在发现 对灵儿小姐的好算什么 对少夫人这才是真的好 这么一对比 似乎对灵儿小姐也就那样了 那灵儿小姐不过是个妹妹 少夫人才是老婆 那能比吗 唐鹿怂怂肩 少说灵儿小姐 女人吃醋很可怕的 万一咱们少夫人吃醋了 那更可怕已经来不及了 全语紧紧地抱住怀中的大白菜 紧张兮兮地看住 站在唐鹿后面的冷蓉蓉 少 少夫人 我把白菜同志捡回来了 说着 全语还擦了擦白菜上的灰 把白菜双手递给了冷蓉蓉 冷蓉蓉 受伤了 冷蓉蓉看住白菜的叶子 都被滚破裂了 一时间有些忧伤 这个 这个 可以采掉的 要不然 我再 再给他种回去吧 全管家心惊胆战地看住 眼前的少夫人 种回去还能活 冷蓉蓉 看向了全管家 这个 我没有研究过 说实话 我不太擅长种菜 要不然 我们试试吧 全管家咽了一口唾沫 为什么 他感觉面对少夫人的时候 比面对暴怒的四爷的时候 还要恐怖 靠 他不想做管家了 他想离家出走 算了 吃了吧 冷蓉蓉叹了一口气 这菜都还没熟呢 全管家 你下次确定熟了 再摘好吗 全语连连点头 知道了 少夫人冷蓉蓉 没有再说什么 只是往大厅里走去的时候 几乎是一步三回头地 看向了全语 这眼神看得全管家心里 好像是崩了一根弦 随时都有可能断裂一样 实在是太慌张了 好在 很快 李如花那边 已经搞定火锅跟食材了 然后一群人围坐在桌边 准备吃火锅了 天气有些冷了 火锅热气腾腾的 在一起吃是格外的温暖 几个人在桌边吃东西 莫四爷一边给自家夫人加菜 一边看住火锅 十分认真地说道 火锅应该很好煮吧 要不 我学一下做火锅 众人手中的筷子全部都顿住 然后视线落在了莫里渊的身上 就连坐在另一边 在庸人伺候下 吃另外一个全肉火锅的暴风 等几只动物 也齐刷刷地看向了莫里渊 他们停住了咀嚼的工作 有那么一些瑟瑟发抖 四爷要做火锅 这么可怕吗 为什么四爷还没有放弃学做饭这件事情 他明明做得那么难吃 他自己怎么就没有受到打击呢 你不需要学做饭吧 容爷面颊不动声色地抽出了一下 往嘴里塞了一片蔬菜叶子 微笑 不做饭 你也很有魅力 真的第539章你换主人了 这不是魅力不魅力的问题 我们两个人总要有一个人会做饭的 这样的话 就算是过二人世界 也不怕没饭吃莫四爷认真起来 比任何的时候都要认真 他们不会做饭 总不能走哪都带着礼如花吧 这货一直夹在他们中间 挺烦人的 花花同志感觉到 有两道冷芒朝着自己投射了过来 他全然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会做饭难道也是一件错了的事情 可怜的花花十分的迷茫 而唐洛十分的惊恐 边上的庸人们则是有些羡慕少夫人 少夫人这是什么神仙运气 怎么可以碰到少爷这么好的男人 全宇眼珠子一转 看了看众人的神色 感觉不大对劲 这一回 全管家算是学聪明了 他本来想说 四爷居然会做饭 很想尝尝四爷的手艺 但是看大家表情不对 他就猜到了 这中间绝对有猫腻 于是全管家自顾自地吃东西 不吭声 莫四爷见大家都是这个反应 就隐隐有些不悦了 整个餐桌上 都弥漫着一股恐怖的气息 这种恐怖的气息笼罩得 大家都有些不敢吃饭了 要不然 还是我来学做饭吧 所有人都求助地看向了冷融融 冷融融才徐徐开口 做饭太辛苦了 你不能下厨 莫四爷笃定地说道 谁做都可以 绝对不能让自己夫人下厨 没事啊 我觉得还好冷融融微笑 唐洛 你们两个最好都不要做饭 谁做都是一个灾难 旁边的李如花跟唐洛对视了一眼 然后深深点头表示赞同 全宇看看唐洛 又看看李如花 满脸都是好奇 所以少爷跟少夫人到底做过什么样的饭 居然让大家都那么害怕 别的也就算了 那暴风 暴雨 暴击 跟大白虎都那么害怕 诡异的气氛 最终因为有保镖过来通报 李晨乐跑来这边了 而被打断了 他怎么来了 唐洛有些意外地说道 要让他上来吗 你去看看莫领渊对唐洛说道 是唐洛开了的小车 很快就到了山脚下 李晨乐正靠在一台车边 他兴致勃勃地抬头 看住云浮山的别墅 不知道这里的主人到底是谁 应该非常的牛逼吧 这里终于有主人了 只有一流的大人物 才能住得起这里啊 不管怎么样 先过来打过招呼 准是没错的唐洛的车子 在李晨乐面前停下的时候 李晨乐毕恭毕敬地说道 您好 我是来拜访云浮山别墅的主人的 听说云浮山别墅的主人 终于搬进来住了 我客来送李道贺 车门打开了 唐洛站在了李晨乐的面前 抬头冷声问道 送的什么礼啊 一副古董字画 绝是孤品李晨乐恭敬地说道 他缓缓地抬头 然后就看到了略显熟悉的下巴 李晨乐猛地一惊 卧槽 唐特住 怎么是你 怎么不能是我 唐洛扫了一眼李晨乐 冷笑了一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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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在这里 这是云浮山 是云浮山别墅 就算是一流世家 都未必能买得起的地方 你怎么会在这里 靠 你是换主人了 李晨乐盯着唐洛看住 莫领渊虽然有钱 但是这个别墅 很早就被卖出去了 根本就是有钱都买不到的 而且 莫家虽然也勉强 算是一流世家 但也只是勉勉强强 莫领渊怎么可能 有那么的闲钱 来买这么豪华的山头呢 所以是唐洛换主人了吗 李晨乐一时间想不到别的 只以为唐洛是换主人了 他一把勾住了唐洛的肩膀问道 怎么回事 你家少爷对你不好吗 不过 换主人也没有错 人往高处走 莫领渊住在那么一个破地方 对你们都不怎么样 换到这里 住得也舒服吧 哎 给兄弟透露一下 这别墅的主人是谁 我想来想去 也就那么两三个人 能买得起这里 你进去看了不就知道了 唐洛微笑着说道 也是 反正能见到主人哦 我见到了就知道了 顿时李晨乐高兴了起来 来来来 我们一起开上去 然后 李晨乐兴致勃勃地上了自己的车 唐洛上车掉头 然后开回山上去了 李晨乐跟在唐洛的屁股后面 一路开车 一路感慨 这里住主人应该是挺懂生活的 种了这么多花花草草跟蔬菜水果 当车子快要开到院子里的时候 李晨乐的视线锁定在了一圈仙人球上面 这些仙人球怎么看怎么眼熟 靠 为什么这些仙人球看起来那么像是荣爷的手笔 麻痹的 这地方不能是荣爷买下来的吧 不能 绝对不能是 他们不是住在那个小别墅里吗 卧槽 李绍 你瞎了吗 唐洛刚下车 就看到李晨乐车子开篇了 一下就冲进了边上的菜地里 呐喊来不及了 唐特助不得不捂住了自己的脸 一脸头大 李晨乐从车上下来 我去 这里怎么有个菜园子 光顾着看仙人球了 都没有注意到这里居然有个菜园子 幸好 这不是冷融融的菜园子 要是荣爷的菜园子 我特么会死的吧 李晨乐又上了车 然后将车子从菜地里开了出来 唐洛想要让他别乱动 已经来不及了 李晨乐又将一堆菜给碾压了 那菜地里种了不少韭菜 大部分的韭菜都被李晨乐这一车轮子给压扁了 唐洛盯着李晨乐看住 大厅那边冷融融几人 已经听到动静出来了 一看到自己种了半天 整整齐齐的韭菜被李晨乐就这么给碾压了 荣爷的可怕气场几乎是覆盖了方圆百里 李晨乐倒车结束 从车上跳了下来 他拍了一下唐洛的肩膀 笑着安慰道 你小子紧张什么 伺候荣爷伺候的有心理阴影了 放心吧 有哪个神经病会这样重视几颗小葱 除了荣爷 没有别人的唐洛神情复杂的看住李晨乐 几颗小葱 还说荣爷神经病 刷的一下 唐洛快速地退开了 跟李晨乐保持了有三米远的距离 第五百四十章谁是神经病 另一边 暴鸡 暴雨 暴风 大白虎 四只也过来凑热闹了 暴雨打了一个响鼻 都笑出了声音 卧槽 为什么我感觉这几只动物那么眼熟呢 李晨乐伸长了脖子看住暴雨 这个货 好像暴雨啊 不是好像 它就是暴雨 唐落远远地说道 李大少 你扭头看看 有惊喜哦 李晨乐侧头 然后看到了站在一边的冷熔熔跟莫里渊 他一口气差点没有上来 李晨乐捂住了自己的心口 震惊无比地看住冷熔熔跟莫里渊 我是不是被虐得产生幻觉了 不是 我还没开始虐你冷熔熔盯着李晨乐说道 一看到自己费了很大的力气种的韭菜 被李晨乐给糟蹋了 冷熔熔就有一种手痒痒的 恨不得将李晨乐给撕碎的冲动 这可是前天才种好的 费了很大的力气 结果这一下子全部都给毁了 而且这几棵韭菜还是从老别墅那边挖来的 全部都被李晨乐给毁掉了 李晨乐呼吸急促地看住冷熔熔 他紧张地往后退了两步说道 荣姐 荣爷 荣荣姑奶奶 荣荣祖宗 你放过我吧 我赔 我赔你 我给你重新把这一排小葱给种上 立刻 马上 一个小时之内搞定 小葱 我种的是小葱吗 冷熔熔冷眸看住李晨乐 不是小葱吗 李晨乐惊悚地看了一眼 老实说 被他压扁的那几颗根本就看不出来是个什么玩意儿 因为已经被压扁了 你家小葱长成这样 冷熔熔反问道 不 不是小葱吗 不是小葱是什么 李晨乐惊恐地问道 他求助一样看向了唐洛 唐洛没有说话 李晨乐又看向了另一边的全宇 全宇小生说道 我猜可能是大蒜冷熔熔扫了一眼全宇 全管家 你没吃过韭菜吗 全宇一阵毛骨悚然 那 那个 我吃过韭菜饺子 那个 不是大蒜 是韭菜吗 冷熔熔深深地看了一眼全宇 全宇几倍发凉地闭上了自己的嘴巴 他不敢再乱开口了 少夫人太恐怖了 莫名地让人感觉不寒而栗 明明他看起来很平静 明明他什么都没有做 但是就是让人觉得浑身都毛骨悚然了 少夫人是个危险人物 绝对是个可怕的危险人物 冷熔熔盯着李晨乐看住 有哪个神经病会这样重视几颗小葱 李晨乐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一脸无辜 你可能听错了 我没有说过这话吧 我也没有说是你说的冷熔熔盯着李晨乐 李晨乐顿时毛骨悚然 签算完全没有算到 这个别墅居然还是冷熔熔的 他还以为本事是来了什么非常牛逼的大人物 所以屁颠屁颠地跑来送礼了 结果他好像是逃不出荣爷的魔掌了 荣爷也太恐怖了吧 他到底有多有钱 这个云浮山居然是他的 比一流世家都还要夸张吗 虽然荣爷的那几位前爹 看起来就非常的牛逼 但是他真的没有想到 能牛逼到这种程度 李晨乐缩着脖子 假装自己是一只缩头乌龟 冷熔熔则是看住冷熔熔 慢条思理地说道 我来给你科普下如何 科 科普 李晨乐一脸狐疑 你知道小葱跟韭菜的区别吗 你知道 刚才你碾压的东西 他哭了吗 哭 哭了 李晨乐惊恐地看住冷熔熔 然后发出了钱巴巴的笑声 小葱 他还会哭吗 你知道 他哭住说了什么吗 冷熔熔脸上的笑容 变得更加冷冽了起来 说 说了什么 李晨乐感觉自己的心脏 正在疯狂地跳住 越跳越是迅猛 自己都快按不住了 蔬菜 蔬菜他还能说话吗 他哭住说 你碾死我也就算了 你居然还叫我小葱 我死不瞑目 冷熔熔面无表情地说道 李晨乐 冷熔熔微笑住 给李晨乐科普了一下 什么叫做小葱 什么叫做韭菜 然后还拎着李晨乐过去 认识了一下 他种的小葱跟韭菜 跟住 李晨乐被丢在了菜地边上 你 把我的韭菜 重新种好 亲自种 这里乱的地方 你也要给我恢复原样 不然的话 不需要不然 我马上给你恢复好 李晨乐紧张地说道 他腿肚子都在发抖 妈的 整个人都快紧张地抽筋了 他见谁都没有这样害怕过 哦 还有荣叶旁边那位 他也挺害怕的 冷熔熔点头 伸手拍了拍李晨乐的肩膀 很了解规矩 李晨乐瑟瑟发抖地往后退了一步 我的手有毒吗 冷熔熔皱眉 看了一眼自己的手 李晨乐居然躲开了他的手 没有 是莫四少的眼神有毒 行冷熔熔看了一眼李晨乐 吃饭了吗 我们在吃火锅 李晨乐眼睛发亮 没有这是要邀请他吃饭吗 如果能吃饱肚子在前活 那自然是最好的 行 那你就饿住肚子乖乖前活吧 我们继续回去吃了 冷熔熔转身走了 李晨乐看住几个人转身走了 那几只动物正在嘲笑地看住自己 他有些在风中凌乱 既然不喊他一起吃 那问他做什么 还不如不问呢 他现在脑海里都是火锅的踪影 他本来也是想来蹭饭的 结果饭没有蹭都不说 还要前活 暴风 暴雨 大白虎跟暴击没有走得那么快 而是嘲笑地看住李晨乐 别以为我看不懂你们在干什么 你们在笑话我对不对 李晨乐冲着暴风挤大 直翻了一个白眼 哼 吼 大白虎冲着李晨乐 发出了一声唬笑 因为凑得极劲 大白虎的吼声带着强大的口气 跟风吹向了李晨乐 李晨乐一吸鼻子 差点没被熏晕过去 这后嘴巴里一股浓重的血腥味 暴雨踢了一下蹄子 啪哒一下 转身甩甩尾巴走了 暴风也站了起来 他用狗爪子指了指被碾压的韭菜 冲着李晨乐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李晨乐真是弃人不偿命 主人不好惹也就算了 这几只大祸更加不好惹 第五百四十一章都改一起了 冷融融几人回去继续吃火锅 因为李晨乐的出现 打断了莫四爷想要学做饭的恐怖想法 接下来的饭 大家吃得还算是挺开心的 这边 大家吃饭吃得高兴的时候 另一边 山脚下又来了几位不速之客 柳月 叶秋叔 莫兰兰 莫天城 莫天运 几人同时出现在了山脚下 几人到了山脚下之后就止住了步伐 因为有一道门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他们也不敢贸然上去 会有人去通报的吧 柳月问道 这里都没有看到人 这种身份神秘的大人物家里的保镖 肯定也非常牛逼的 所以肯定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 我们既然到了这里 他们肯定知道有人来了的 安心等住吧 我们来了这么多人 他们总会让我们进去的莫天运笑着说道 这云浮山上的一定是一位大人物 只要得到这位大人物的帮忙 莫家还不是我们的 那简直就是我们的囊中之物 哥 是吧 一侧的莫天运点头 我们备了那么多的礼物 只要送给这位大人物 让他高兴了 他随便一出手帮忙 莫家的一切就都是我们的了 莫领渊那的残废算什么 莫天运跟莫天成同是莫家二爷的儿子 也是叶秋叔的儿子 两兄弟 老大莫天成拥有很大的野心 老二则是对老大言听计从 从莫领渊假装残废开始 这两兄弟就极其的看不起莫领渊 虽然莫领渊已经恢复了 并且拿下了整个莫家 但是这两兄弟对莫四爷十分的不服 背后已经做过不少小动作了 只是莫领渊不怎么管理莫氏的事情 大部分都交给了一位助理跟莫子明 所以莫天成跟莫天运 即便是想要找莫领渊麻烦也很困难 而且他们每次出手 最后都是以失败告终 大概是每一次都以为自己能得逞 而每一次都是失败 所以兄弟两人算是恨透莫领渊了 之前因为本称没有什么人可以跟莫领渊对抗 所以也寻求不到什么帮助 这一次 传说云浮山来了什么顶天的大人物 是那种普通人一辈子都见不到的人 即便是二三刘世家的人 想要来送礼拜访 都被拒之门外了 可想而知 这个人是多么的神秘 多么的厉害 连二刘世家都看不上 所以当莫天成知道云浮山有人住下之后 他就觉得机会来了 他们找这个神秘大佬合作 对付莫领渊 等到搞定莫领渊之后 他们可以给这个神秘大佬一部分的财产 此时此刻 五个人满脑子都是同样的想法 莫领渊做莫家的掌权人 他们什么好处都捞不到 但是换人的话就不一样了 莫天成两兄弟是恨死莫领渊的 莫兰兰几人也是差不多的情况 他们不仅憎恶莫领渊 同时也非常憎恶冷戎戎 尤其是莫兰兰 那天在就别墅里打扫很久之后 江福等人还送了他三万只鸡 那些鸡 把他家里都弄得鸡飞狗跳的 他差点没被这些鸡给弄死 江福等人送给他的鸡 全部都是那种凶猛无比的斗鸡 什么都钱拙上几口的那种 莫兰兰自己身上好多地方 现在还是亲自住的 都是被鸡给拙的 他知道自己对付不了冷戎戎 但是知道这里有个很厉害的人的时候 他就立刻想到了邀请对方帮忙对付冷戎戎 他甚至于打算用姿色勾引一下这里的大佬 说不定大佬就看上了他 然后他自此嫁入真正的豪门 一想到这个 莫兰兰不知道有多高兴 他觉得自己机会还是蛮大的 毕竟自己所在的莫家 也算是一个差不多一流世家了 自己也不差 对方就算在墙大 自己也算是门当户对的 莫兰兰做着美梦 觉得自己就要变成什么豪门阔态了 绝对比冷戎戎要强很多 到时候冷戎戎见到他 得匍匐在地才是 天气虽然很凉 但是莫兰兰穿得很好 能录的地方都漏了出来 只要没有被积给卓亲子的地方 他尽量的都露出来了 他的皮肤雪白 他对自己还是很有自信的 几个人在山脚下兴致勃勃 虽然那天被冷戎戎折磨得非常累 到现在都还没有恢复过来 但是大家还是很兴奋 一个个都觉得 有办法对付莫兰渊跟冷戎戎了 这两个人就要被他们给虐了 所以情绪昂扬 你们是什么人 山脚下 一名保镖走了出来 看向了墨天成几人 这是墨家的大夫人跟二夫人 我们是墨家两位少爷 这位是墨家小姐 我们是特地来拜访云福山的主人的 恭喜云福山主人入住云福山 我们是特地来送礼的墨天成说道 墨家 保镖点头 你们先在这里等一下 我去通报一下李晨乐正在种韭菜 只感觉一道身影飞速跑过 很快这道身影就闪进入了家中 他擦了擦自己的眼睛 狐疑地问道 刚才是有什么东西闪过吗 还是我种菜种出幻觉了 屋子里 保镖将柳月等人的到来 告诉了墨领渊跟冷戎戎两人 他们还真是会凑热闹 冷戎戎忍不住笑了一下 墨领渊看了一眼冷戎戎 若有所思的带冷戎戎 去了总监控事件 里面有无数的监控 监视着整个别墅 监控室里面 两名保镖时刻监视着各个画面 冷戎戎跟墨领渊进来的时候 两人同时站了起来 毕恭毕敬地打了一个招呼 耶 有什么吩咐 墨领渊让冷戎戎坐下 然后对旁边的一名保镖说道 问问他们看 来这里真的只是为了送礼吗 是监控切换到了柳月几人身上 一群人全部都被放大在了一个大屏幕上 看到墨兰兰穿得那么少之后 冷戎戎扑斥一下笑了 芭城是来勾引云浮山的主人的脑残墨四叶皱眉 保镖直接询问墨兰兰几人是来做什么的 如果是来送礼的话 直接把东西放在那边就可以了 自然会有人过去拿的 第542章送你同款 一听保镖那话 墨天成几人顿时就住几了 他们是来送礼的没错 但是还有一件更加重要的事情 他们没有说 他们想要见见云浮山的主人 并且跟云浮山的主人商量一下 联手对付墨里渊 只要云浮山的主人帮他们对付墨里渊 他们就算付出什么代价都可以 我们确实还有事情要跟云浮山的主人商量 可否让我们见上一面 叶秋叔说道 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墨家 墨家现如今的掌权人墨里渊 他曾经是个残废 非常的坏 我们是来求您帮忙的 当然 如若你们能帮我们的话 我们可以付出很多的代价 金钱 或者墨家的一部分生意 又或者墨家的小姐等等 冷蓉蓉盯着屏幕里的叶秋叔 眨巴了一下眼睛 求对付他们的人 求到他们的头上来了 这几人完全不知道 他们是云浮山的主人 更加不知道 他们要求的人 正是他们要对付的人 一下子 冷蓉蓉觉得又是好气 又是好笑 墨领渊似乎早就已经猜到了 所以饶有意思地看向了冷蓉蓉问道 你说该怎么办 看到我们 怕是会让他们失望的 不如让他们回去吧 冷蓉蓉看住柳月几人 那兴致勃勃的模样 都有些不忍心给他们泼冷水了 要是知道这里的主人 是他跟墨领渊的话 他们估计要气死了吧 墨领渊命令保镖去回绝他们 让他们直接离开 他们不见人 随后 两人出去菜园里 看李晨乐种韭菜 李晨乐一个人在那边种韭菜 边上 暴风跟暴雨 还在各种指挥李晨乐该怎么种 该怎么种 虽然语言不通 但是双方似乎都能理解对方的意思 这样不对吗 之前就是这样的好吗 走开 你这只马 不懂就别瞎指挥 按照你指挥的 我都中歪了 李晨乐十分地不满 他狠狠地瞪了一眼暴雨 然后自顾自地种韭菜 暴雨 因为被李晨乐给看不起了 暴雨似乎非常的愤怒 他忽然打了一个响鼻 然后 猛然一下就抬起了自己的蹄子 照住李晨乐就抽了过去 李晨乐被抽猛了 一下瘫倒在了泥地里 然后用一双无辜又无比震惊的眼神 看住暴雨 靠 这货又抽他 好久没被这只马给抽了 他都快忘记了 这只马 有点喜欢抽人 李晨乐气呼呼地瞪住暴雨 他也很想跟暴雨大前一场 出出气 但是瞪向暴雨的时候 看到暴雨实在是有些凶悍 一下子 李晨乐就被吓到了 尤其是看到暴雨盯着他的头发 嘴巴动了动 李晨乐顿时毛骨悚然 想起了被暴雨啃过的头发 他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脑袋 然后惊恐地看住暴雨 缩了缩脖子之后 李晨乐为米地说道 行 我都听你的 你别啃我 也别抽我 然后 暴雨在旁边非常认真的开始指挥 马蹄子左点一下 右点一下 特别地认真 李晨乐就按照暴雨指挥地去种韭菜 他哭丧住一张脸 感觉自己特别倒霉 他还以为这里来了什么 自己不认识大佬 想要过来打个招呼 结果这么倒霉的 居然还是冷容容跟莫里渊两人 他到底是不是跟他们泛冲 一碰到就倒霉 他也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吧 不对 以前好像是做过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吧 但是遇见冷容容之后 他都已经不做了 他都开始做慈善了 操 他什么时候开始做慈善了 他怎么居然做慈善了 他简直是中毒了吧 李晨乐咽了一口唾沫 想起自己最近竟然一直都在做慈善 他自己都惊呆了 他以前哪里会做什么慈善 他以前不踩上一脚已经很不错了 他现在居然开始做慈善了 操 他真是太可怕了 李晨乐终于把韭菜种完了 在暴风暴雨的监督下 也在冷容容跟莫里渊几人的观察之下 他终于种完了 饿得前胸贴后背的 李晨乐紧张兮兮地看了一眼冷容容 怎么样 可以吗 海诚把冷容容点头 勉强可以 呼 李晨乐种种地松了一口气 他发誓 这辈子都不会再踏入冷容容的菜园子半步 这简直就是自讨苦吃 姑 李晨乐的肚子发出了一声叫 他尴尬地看向了众人 呵呵 没吃饭 所以 他有点不太听话 留下来吃饭吧 莫四爷微笑地看住眼前的李大少 史无前例的热情 李晨乐 莫领渊会邀请他留下来吃饭 试出反常必有妖 他觉得这顿饭不能吃 吃了的话 可能会送命 不用了吧 不用那么客气了吧 我这也不是非常的饿 就是肚子他有点不太开心而已 李大少紧张兮兮地白手说道 我得回去了 那什么搬家礼物 我拿给你们 我就走了 送你我的同款 莫四爷看住李晨乐冷漠中带着热情 同款 同款什么 李晨乐热衷于模仿莫领渊 这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了 虽然是买家秀跟卖家秀的区别 但是他乐此不比 好像只要穿得跟莫领渊差不多 他就有无敌自信了一样 他就成了莫四少一样 衣服 手表 领带 都可以莫领渊说道 真的 李晨乐眼睛一亮 好啊 好啊 那我留下来 嘿嘿 莫四爷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高深微笑 冷戎戎看了一眼自家老公 感觉自家老公不像是要请李晨乐吃饭的样子 像是要请李晨乐试毒的样子 全宇一脸好奇地凑到了唐洛耳边 小声问道 四爷要做饭了吗 他要下厨了吗 我都没有看过他下厨 他下厨应该很牛逼吧 简直牛炸了 唐洛笑得诡异 李晨乐毫不知情地被带去了一个衣帽间 莫领渊让他一边挑他想要的 一边等吃饭 然后莫四爷就去厨房了 唐洛陪着李晨乐挑衣服 全宇则是好奇地冲到了厨房门口 冷戎戎也在厨房门口 他跟全宇对视了一眼 你会怀疑人生的第五百四十三章 他崇拜他 莫四爷在厨房里开始准备东西 他拿出了肉 蔬菜之类的 然后开始快速地切 高工可以说是非常厉害的 萝卜往空中一扔 菜刀穿梭 不到一会儿 萝卜就变成一朵花了 卧槽 牛逼 全管家疯狂鼓掌 他看向了冷戎戎问道 少夫人 四爷什么时候学会做饭的 他看起来厨艺不凡啊 就这刀工 做出来的东西肯定不会差的 不说味道 就样子也是赏心悦目的 冷戎戎深深地看了一眼眼前全管家 你等一下可以尝一下 他家老公的刀工 实在是太会误导别人了 一看他切菜 都觉得那种顶级主厨 都是比不了他的 但是真正尝到菜的时候 那就呵呵了 简直了比吃披霜都恐怖 莫领渊很快就做好了几道菜 这一次倒是没有用什么活物之类的 冷戎戎跟全管家全程都在外面观察 只看到莫四爷做菜 那叫一个认真 像模像样的 可以啊 都不知道 少爷还会做饭呢 这简直是天下第一大新闻 全管家完全折服在了莫四爷的西装库下 对自家这位四爷 越发地崇拜了起来 能一手创建明渊帝国 能那么强大 那么有钱居然还是一个顾家好男人 试问哪个男人能这么牛逼 莫领渊的菜上桌了 这次菜 刀工不错意外 样子看起来也很不错 甚至于还有一些菜香味 全羽一下子就被迷惑了 感觉自己看到了奇迹 唐罗带助挑选了不少莫领渊的东西 心满意足地下来的李晨乐 李晨乐肚子饿得咕咕叫 闻到菜香味的时候 那叫一个激动 好香啊 哇 这菜很不错啊 是给我吃的嘛 看起来不像是莫领渊做的 莫领渊做的那些个菜都是生的 完全没有香味 今天桌子上也没有积压余额 安全 靠谱 李晨乐脑海里闪过那么几个字 冷容容同情地看了一眼李晨乐 忽然有些心疼李晨乐 他好像每次遇到他们都特别倒霉 听说这家伙最近还在做慈善呢 看样子是改邪归正了 要不然还是劝他一下别吃了 这么一想之后 容爷就大发慈悲地说道 陈乐 你要不还是回家吃吧 回家吃 李晨乐听到这话就有些不太乐意了 难得饭菜香味那么好闻 居然不让他吃 让他回家吃 回家吃 他都得饿死了 不是让我吃饭吗 李晨乐看了一眼莫领渊 四少说了 请我吃饭的 容爷 你不能这样啊 答应人的事情 不能反悔的 我韭菜都给你种好了 一边说话 一边已经一屁股坐在了桌子边上了 仿佛是在担心 谁抢了他的吃的一样 莫领渊盛了一碗饭 递给了李晨乐 吃吧 李晨乐冲着莫领渊嘿嘿笑了笑 虽然他以前经常找莫领渊的麻烦 很讨厌莫领渊 但事实上 他内心里 其实是有些羡慕跟崇拜莫四少的 毕竟这个男人就是残废的时候 都比他强 所以 他才会各种穿他的同款 觉得穿他同款 就能变得跟他一样的厉害 接过了饭 李晨乐准备开吃 冷蓉蓉皱眉 你真的要吃吗 容爷 这么矫情可不太像你 李晨乐看了一眼冷蓉蓉 莫名觉得冷蓉蓉很奇怪 但是冷蓉蓉越是不让他吃 他就越是想吃 这一定是好东西 如果是不好的东西的话 容爷怎么可能会阻止他吃呢 他跟容爷可是天生饭冲的呢 我该说的已经说了 你要是还是想吃的话 那我也没有办法了 冷蓉蓉怂怂肩 然后就在旁边看住李晨乐 李晨乐兴致勃勃地开吃 另一边 全宇也对这些饭菜感兴趣 虽然吃饱了 但是四爷做的东西 他还真是想尝尝味道看 然后全管家就看向了莫领渊问道 爷 他也吃不完这么多 我尝尝味道可以吗 可以 吃完了给我一件莫四爷一本正经 他一张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等待着自己这些菜的结果 唐乐跟李如花都在旁边看热闹 暴风 暴雨 暴鸡 大白虎 全部也都进来了 一支支的都坐在了李晨乐的左右两边 然后抬头围观着李晨乐吃东西 李晨乐还没有开吃 看到大家都直勾勾地盯着他 有些不自在 怎么都看住我 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你吃莫四爷面容毫无波澜 暴雨举起了蹄子 示意李晨乐少废话 赶紧吃 行 我就当是现场直播吧 呵呵呵 我看起来有做吃播的前置吗 李晨乐不由地傻笑了起来 众人 这会真是想多了 李晨乐跟全宇几乎是同时开吃的 一筷子菜到嘴巴里 李晨乐蹭的一下就跳了起来 我的妈呀 哈 妈呀 是魔鬼辣椒 好辣 什么鬼啊 水水水水 李晨乐嘴巴里要喷火了 对面的全宇吃的是 另一道菜 他倒是没有被辣到喷火 不过咸得他落泪 呸呸呸呸 这是放了几斤盐吧 全管家嘴巴里的菜吐了出来 惊恐地看向了莫里渊 爷 您不是看错了 太闲了 莫里渊若有所思 把菜推倒了李晨乐的面前 冷容容给可怜的李晨乐 倒了一杯水 然后轻轻地拍了拍李晨乐的后背 怎么样 感觉好点没有 我就说了 你还是不要吃了 你非不相信他难得同情李晨乐一次 结果不相信他的好心 李晨乐眼睛都被蜡红了 嘴唇也是红肿的 灌了很多水之后 他才哀怨地看向了冷容容 又是四少做的菜呢 冷容容点头 恩哼了一声 李大少顿时泪流满面 这一家人真是他的噩梦 他完全都招惹不起 尝一下其他的菜 莫里渊看住李晨乐说道 把问题都告诉我 还要把问题都告诉你 所以 你的意思是 这些菜都是有问题的菜 李大少捂住了自己的心脏 感觉自己要心机梗死了 第544章少妇人被骂上了热搜 莫里渊冷凉的眼神 扫了一眼李晨乐 然后无情地点了点头 指了指刚才全宇吃过的菜 全宇已经被这一道菜给败退了 不过全管家还没站起来离开 就听到莫四爷声音凉薄地说道 吃都吃了 都尝尝吧 给个意见 我我我我 我妈 全宇一个哆嗦 指着自己的鼻子问道 他算是明白了 为什么大家都不想让四爷做饭 四爷做的哪里叫做饭 他做的叫毒药 毒死人不偿命的毒药 吃了毒药 你还得感谢四爷 用那么金贵的双手给做饭 实在是太可怕了 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可怕的事情吗 莫里渊没有说话 一双忧深的眸子 看住全管家点了点头 为了早日让老婆尝到自己的手艺 他也是豁出去了 冷蓉蓉 我真不想吃 还是让花花一辈子给我们做饭吧 例如花 做一辈子那是不可能的 本花花也要嫁出去的 不对 也要找老婆的 李晨乐哀怨地看了一眼冷蓉蓉 多怪他没有理解荣爺的意思 荣爺难得帮他一回 他居然误解了荣爺的意思 还以为荣爺要害自己 在莫四爷眼神的压迫下 李晨乐跟全宇继续吃了起来 全宇每个菜都尝了一遍 差不多快毒发身亡了 心想 如果这些菜都给明渊帝国的高层尝试一遍 那么明渊帝国大概就不存在了 但愿四爷不会心血来潮的让明渊帝国的人吃菜 不然的话 整个明渊帝国都会全军覆没的吧 李晨乐可怜兮兮地尝试住每一个菜 冷如龙终于良心发现 有些心疼李晨乐了 转身让李如花去重新炒几个小菜 等到李晨乐试采结束 莫领渊开始询问这些菜到底哪里有问题 是咸了还是淡了 还是其他问题 李晨乐神色复杂地看住莫领渊 真的要我说吗 莫领渊点头 你说 要我说 四少 你真的不适合做菜 你不要再做菜了 李晨乐用一种 你真的没有一点自知知名大妈的眼神 看住莫领渊 说实话 你的菜 除了刀工可以看 其他都是问题 这个煮过头了 这个没熟 还有这个 你放那么多辣椒确定不是想辣死人 这个那么咸 盐是不要钱的吗 这个那么酸 放了一瓶醋吧 四少 如果你不是想要磨杀亲戚的话 那就放弃做饭吧 我一般不劝人的 我冒着这么大风险 说的都是实话 莫四爷脸色越来越臭 越来越臭 他吵得真的非常的认真 结果被评价得一无是处 可怕的眼神扫向了全管家 全管家举双手双脚赞同 我赞同这位李大少说的 举双手双脚赞同 也 您不适合做饭一边 暴风熬屋一声附和道 然后一咕噜一个翻身 做了一个举双手双脚赞成的动作 暴击一个翻身 同样举起了双手双脚 暴鱼也试图举起了四肢蹄子 大白虎健壮 有样学样 莫四爷脸更加的臭了 冷容容几人都扑斥一下 被几只给逗乐了 看得出来 大家都被莫领渊给荼毒的有阴影了 谁都不想他再做饭 莫四爷没有说话 看向了众人 又看向了自家夫人 发现所有人 包括自家夫人在内 似乎都不赞同他做饭 于是 四爷生闷气地走开了 李如花重新做了几道菜过来 给李成乐吃 李成乐感动得都快哭了 差点没扑上去清李如花 兄弟 不 姐妹 还是你最好了 这是邵夫人吩咐我做的 你要感谢 就感谢邵夫人把李如花 立刻躲开了李成乐的袭击 真的 李成乐看向了冷容容 感动得要命 不用谢 多做点慈善就好了 冷容容拍了一下李成乐的肩膀 多吃点我会吃完的 李成乐重新开吃 这一次吃的是李如花做的菜 那味道跟莫领渊做的菜比起来 简直天差地别 李成乐一下子就吃撑了 因为吃太饱了 李成乐也没有急着回去 他屁颠屁颠地跟在冷容容的后面 然后询问冷容容 荣爷 我可以参观一下云浮山吗 那个 我可以拍点自拍照吗 我就是想 想那个装闭一下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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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成乐 淒淒爱爱地看住冷容容 因为冷容容让李如花给他炒菜吃 他突然觉得荣爷瞬间变得伟大 变得和蔼可亲了起来 一时间 李大嫂的胆子都大了不少 冷容容看了一眼李成乐 若有所思了一下 然后点头道 那你去参观吧 让全管家带住你吧 不过不要随便宣扬 我跟四少住在这里的事情 我懂 树大招风 你们要维持神秘感 李成乐连连点头 他是越来越佩服冷容容跟莫领渊了 这两个人真的是太牛逼了 云浮山啊 就算是一流世家店底的那几个 都未必买得起这里 但是冷容容跟莫领渊居然住在这里 他以前觉得莫四少强 但也没有想到强到这种程度 不过 说起来 这个云浮山到底是莫四少的呢 还是荣爷的呢 难道荣爷比莫四少还强 莫家的实力 似乎还不能买下这个云浮山呢 李成乐心里想到 难道莫四少也是吃软饭的人 靠 他是不是也该去找个牛逼哄哄的女人 吃软饭啊 软饭吃起来好像也挺香的嘛 李成乐到处逛了一圈 到车库的时候 被那上百辆豪车给吓猛逼了 他以为自己车库里 停了五六辆豪车 以十来辆普通车已经很牛逼了 没有想到 这个车库全是那种有钱都买不到的款 这也太好了吧 全管家 等一下 让我拍几个照 你帮我拍吧 把这些车跟我全部都拍进去 这照片拿去骗女人 一片一个准全语 拍完照片 李成乐又到处逛了一圈 而与此同时 李如花几人已经在准备看电视了 李如花看电视之前逛了一会儿微博 一看到微博上 李如花都惊呆了 少夫人 您被骂了 而且被骂上了热搜 什么 少夫人被骂了 唐骆吃惊地看向了李如花 第545章一条狼的微博 暗体型大小 依次趴在沙发边上的暴雨 暴风 大白虎以及暴击四个脑袋 十分同步地转头 看向了李如花 什么 他们的主人被骂了 四肢护住的宠物 眼睛火辣辣地盯着李如花 看起来好像冲上去 就要将李如花给扑倒撕碎一样 李如花拿着平板 手都哆嗦了起来 你们别这样看住我 我又不会骂少夫人 是网上很多人骂少夫人 那个节目组太歉了 一直都放一些让人误解的片段 然后大家都误会了少夫人 把少夫人骂上热搜了暴风眼神里 都是询问 到底是什么东西 主人居然能被骂上了热搜 李如花反应有些慢 一时间没明白暴风是什么意思 暴风一看花花反应这么慢 直接就扑了过去 然后狗爪子一捞 将平板捞到了自己的面前 跟住 暴风狗爪子神一样的草挫 这货居然自己打开了微博 自己开始翻热搜 李如花在旁边看的木凳口呆的 就连唐落都惊呆了 我去 我勒个去 别告诉我 这只狗还识字 我突然觉得 我还没有一只狗来得有文化 冷融融咳嗽了两声 微笑着说道 第一 暴风不是狗 第二 暴风 它真的可能比你们有文化 人家上过大学 就差考几个证出来了 如果狗能考试的话 唐落跟李如花表情精彩分成 靠 这只狗 不对 这只狼居然深藏不漏 它居然知道那么多 李如花跟唐落目瞪口呆地 看住暴风一通神操作 这货居然登陆了自己的微博 它居然还有自己的微博 它的微博名叫 一条狼有微博也就算了 李如花惊悚一瞥 竟发现 这条狼的微博粉丝 居然有几十万 卧槽 它也算是认真经营自己的微博 也没有上万的粉丝 这一条狼 居然有几十万粉丝 李如花突然觉得自己不配做人 唐落更是震惊无比 你 你有微博也就算了 你居然还有这么多粉丝 不科学 你到底是不是狼 你让我看看 你把皮扒了 你里面是人吧 卧槽 你他妈肯定是个人假扮的 一边说着 一边唐落已经朝着暴风扑了过去 然后开始试图将暴风的皮毛给拔下来 他觉得暴风一定是一个披着狼皮的学霸 要不就是披着狼皮的明星 别扒了 暴风就是一条狼 他只是比较聪明 智商比普通人类还高 虽然不能说人话 但是他经过系统的学习 掌握的技能比普通人还多 冷融融同情地看了一眼 差点被唐落扒皮的暴风 你跟我说 一条狼比我多聪明 唐落看向了冷融融 他揉了揉自己的眉心 一脸疲倦 你觉得我会相信吗 一条狼十字可以 但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粉丝 例如花也是一脸憔悴 难以置信 他深深地受到了打击 在人才面前他是垃圾 在狼才面前 他也是垃圾 他是不是应该回炉重造一下 请问 现在他回炉重造还来得及吗 你们也不要太激动啊 暴风在我开始上幼儿园的时候 他就一直都跟住我听课 他的天赋一点点显现 后来我前爹们就前脆让他一直都跟住我上学 大学期间课地重金聘请了一名教授给他上课 前爹们也教了他很多东西 所以他不仅打架比你们厉害 其他方面也不会比你们差的 唯一差的地方就是 他不会说人话冷融融拿着一杯茶 气顶神闲地喝住 暴风会十字不是什么秘密 他手机电脑什么玩的贼溜 不过他很少在人前玩 他把自己的手机电脑之类的都藏在自己的狗窝里面 他怕自己在人前玩这些东西 会被人当作大新闻 然后有什么奇怪的人要抓去研究他 至于那个微博粉丝 大概在我上高中的时候 暴风已经开始经营他的微博了 他喜欢写故事 所以偶尔会在微博上发一些短片之类的 因为写得比较有趣 所以粉丝就渐渐地积累了起来 例如花根唐落好半天都没有说话 他们还能说什么 他们还有什么可说的 他们活得连一只狗都不如 所以他该不会比我们都有钱吧 唐落看向了冷融融 暴风确实挺有钱的 他写的故事有不少都出版了 还有改编成漫画跟电视剧的 版权费不少冷融融微笑 唐落跟李如花两人忧伤地抱在了一起 以前觉得自己还算是人母狗样的 现在发现眼前这只狗 就差穿个西装打个领带了 其他样样比他们强 难怪暴风总喜欢用笔试的眼神看人 他那么牛逼 鄙视人也是合情合理的 暴风用自己的微博 开始在各种骂冷融融的评论下面 替冷融融说话 那狼爪子看起来很大 很不方便 但是这伙打字的速度那叫一个快 李如花跟唐落都惊呆了 可怕两个大男人抱成一团 除了可怕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暴风还有他自己用的特制键盘 这打字速度不算快的 用他自己的键盘的话 他打字很厉害地冷融融说道 毕竟暴风也算是一个作家 虽然我们家的宠物都很特别 但是我现在还有点不敢相信 唐落揉了揉自己的眼睛看住暴风 李如花呆呆地跟住点头 我回来了 李成乐跟住全宇转了一圈 拍了不少云夫山的美景 也拍了不少装逼的照片 心情好得不得了 刚才随手发了一个朋友圈 就晒那一车库的车子 朋友圈就直接炸了 他这个逼装得十分的兴奋 只是一进门 看到屋子里的情况不太对劲 李成乐愣了一下 你们怎么了 不快活吗 住在云夫山 你们还不快活 李大少 你想知道一个秘密吗 唐落看到了李成乐 十分高兴地问道 看起来不是什么好秘密 我不想知道李成乐摇头 他没有以前的笨了 全管家 你想知道一个秘密吗 李如花同款微妙表情盯住全宇 第五百四十六章 把他们都查出来 全宇在进入这个家当管家之后 已经经历了不少匪夷所思的事情了 比如说 少妇人那可怕的脾气 比如说 那只会啃头发的马 比如说 四爷那惊人的厨艺 他一点都不怀疑 李如花会告诉他什么可怕的秘密 当然 他有一种想要知道的好奇心 又有一种不想知道的惜命感觉 所以 全管家犹豫了 李如花跟唐落两兄弟 同时都盯着李成乐跟全宇看住 你们一定想知道的 不想 李成乐跟全宇同时摇头 命重要 不 你们想 唐落露出一抹微妙的笑意 然后指了指暴风说道 你们知道吗 这只狗 不对 这只狼 在干什么吗 李成乐看了过去 玩平板 这不算什么 我家猫也会玩 那你家猫会打字吗 你家猫上过大学吗 你家猫当过作家吗 你家猫有几十万粉丝吗 唐落一连串的反问 惊呆了李成乐 这个 那个 这个 猫怎么可能上大学 开什么玩笑 还作家呢 猫这种生物 除了吃就是睡了 什么粉丝之类的 我家猫就是个宠物 又不是什么知名的猫 李成乐 嗤之以鼻 哦 那暴风都会 唐落说道 你们眼前那只像狗一样的狼 他的微博名叫一条狼 他有几十万粉丝 他还写过很多小说 出版过 哦 还有影视改编过 李成乐看神经病一样 看住唐落 哥 你疯了吗 我不是你哥 我也没有疯唐落微笑 虽然我也希望 只是我疯了 但是事实好像不是如此 事实好像在告诉我 我是个废物 李如花 我更加废物李成乐 全宇 真的吗 狗子 上过大学 然后 这两货用一种 惊呆了的表情过去 看趴在地上的暴风 操作平板 这货下巴贴着地毯 两只狼爪子 在平板上面飞舞 本来用肉垫打字 应该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这货非常的牛逼 速度非常的快 全宇跟李成乐 看了两眼之后 微笑着抑郁了 于是 四个男人 就这样在沙发上 坐了一排 受到打击的男人 就像是双打的茄子 软啪啪的 郁郁寡欢 难以置信 他们居然 还不如一只狗 暴风搞定了之后 又开始将电视机切换到了 即将播放这个综艺的电视台 然后大家准备一起观看这个综艺 闹着小情绪的莫四爷发现 并没有人关注自己是否闹情绪 不得不善善地自己从书房出来了 然后走向了自家夫人的身边 接着 李成乐几人就见证了大跌眼镜的一幕 他们好像看到了莫四爷撒娇了 莫四爷 撒娇了 撒娇了 娇了 这个 男人在自己老婆面前撒娇了 卧槽 虽然他们没有想到 男人撒娇也可以撒得这么理所当然 但是一个那么强大的人 对着自己的老婆撒娇 他们真的没有见过 唐罗差点没被自己的口水给呛死 全管家更是看到忘记 移开了自己的视线 他看到了什么 请问 他看到了什么 妈呀 明渊帝国的掌权人 掌权人啊 他见谁都是火炎旺一样的存在啊 但是 他刚才好像在一个女人面前撒娇了 妈呀 比见到那只狼会写小说 都让他惊悚 四爷撒娇了 他突然不想当这个管家 他好像会见到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然后 一不小心还有被灭口风险 就像是现在 莫四爷跟老婆闹完小情绪 感受到了四个男人那呆滞的眸光 然后那火炎旺的眼神就投降了他们 靠 区别怎么那么大 刚才看向自家妇人的时候 眼神温顺的像是一条中泉 现在看向他们的时候 那眼神 就是暗夜猛兽 四的大男人 排排坐着 同时扭头看向了外面 李如花 啊 刚才飞过了什么 唐洛 好像是麻雀泉语 李晨乐 另一边 莫四爷的视线还没有扫向四肢动物 四肢动物就非常迅猛地别开了自己的脑袋 等到四爷看过去的时候 他们已经看向了别的方向了 四肢动物也是神童部地盯着外面 还故意发出了交流的声音 暴雨发出马叫声 暴风发出嗷呜嗷呜的狼叫声 暴鸡 咯咯咯 呜呜 大白虎 喵 吼 他们仿佛在聊天 虽然牛头不对马嘴的样子 但是他们证明了自己并没有在偷听四爷闹小情绪 直到综艺正式开始了 大家才集体扭头开始看综艺 冷容容一开始被骂得很惨 因为网络上被放出了不少的片段 都是比较不讨喜的 比如说想要把大白虎收作宠物 比如说不肯互相帮助 比如说口气很大的 觉得可以买下整个原始森林之类的 这一切 都让广大网友跟节目的粉丝 觉得冷容容是个没有名气 又十分爱装的人 看住就讨厌 所以 综艺一播出 就有无数的弹幕说冷容容滚出这个节目 冷容容真见之类的 因为开着弹幕 莫四爷看到这些骂人的话之后 几乎都要跳起来了 唐洛 告诉南四 把这些骂人的人都给查出来 莫四爷铁青柱脸色说道 冷容容 骂他的人可不少 有一大半都是在骂他的 除了他的一些粉丝 都是替他说话 说是会有反转之类的 要让南四去查这些人 他相信南四能查出来 但是没有这必要吧 公众人物总有被喜欢跟被讨厌的时候 而且 这工作量有点大了 嗨 算了吧 看到后面应该就知道是误会了 冷容容安抚了一下 仿佛是一头暴怒的猛虎的莫里渊 莫四爷被老婆安抚了好一阵 才算是放弃了 让南四把这些骂人的人都查出来的冲动 虽然是自己经历过的 亲自去拍摄的 但是看的时候完全是两种感觉 因为视频都被剪辑过 而且后期还会添加一些有意思的表情 跟内心独白 所以 整个节目就看起来特别的有趣 第547章反转 节目刚开始冷容容被骂得挺惨的 刚在机场被接到的时候 秦飞洛说的那些话 也被粉丝们很赞同 粉丝们觉得冷容容就不该去参加这个节目 给大家找麻烦 结果 反转发生的也是非常的快的 就在冷容容等人进入酒店之后 反转就开始了 秦飞洛进入房间被整得很惨 而冷容容机智地避开了这个房间 直接让人赞不绝口 当然 也有不少人说冷容容那是小聪明 既然拿了节目组的钱 又来参加了这个节目了 又避开节目这些整人的东西 他这些小聪明用在这里不合适 既然拿钱了 该承受的还是要承受的 如果所有艺人都跟他一样的话 这个节目还怎么继续下去 他这样影响了整个节目 对 如果所有艺人都这样的话 那还有拍这个节目的必要吗 没有必要了 所以冷容容小聪明有些过头了 他自以为得意 其实他这种做法很恶心 害怕被节目整 就不要参加这个节目 我倒是不怎么赞同 我觉得他这样是保证自己的安全 无可厚非我们容爷那么帅 他聪明怎么了 节目不需要反差啊 就是因为有容爷这样机制的 才能有反差效果 懂不懂 有人在骂冷容容 但也有大批粉丝在帮冷容容说话 甚至于还有互骂的 场面是非常的激烈 冷容容看得很平静 他认真地思考了一下 好像那些骂他的人 说的也挺有道理的 他当时不应该避开的 直接进去才合适 毕竟 他确实是拿了钱的 随后 有播放了其余的几个艺人 进房间的模样 大家都被整得很惨 画面一转 大家被整得很惨之后 冷容容又被剧组要求 去了他自己的房间 然后他就乖乖地 带住自己的行李 去了自己的房间 不过 跟所有人狼狈的模样相反 冷容容进了自己的房间之后 没有任何的狼狈 他看起来轻轻松松地 就搞定了所有的麻烦 鳄鱼老鼠好像都认识他似的 他直接给弹幕都震惊地停了下来了 大家只顾住看 都忘记发弹幕了 好半天之后 开始有人发弹幕了 卧槽 牛逼 他 他跟老鼠鳄鱼是亲戚吧 妈呀 他居然带着这群东西出去了 别的艺人那么狼狈 他居然像是万寿之王一样 号令了这么多的老鼠 猜猜 他要干什么去了 我觉得节目组可能要惨了 突然觉得冷容容有点牛逼 嗨 我突然不想他滚出节目组了 我有点希望他继续待下去了 废话 我们容爷当然牛逼了 容爷还有更牛逼的 你们不知道而已 看下去吧 那些骂人的你们听着 如果看到最后 你们要是直接粉了我们容爷的话 最好给我们容爷道歉 对 强烈要求之前骂了我们容爷的人 最后给我们容爷道歉 容爷根本就没有做过什么缺的事情 看下去就知道了 容爷才是最牛逼的 对对对 你们看到那些视频 都是节目组的套路好吗 我们容爷才不是那么不讲道理的人呢 冷容容大批粉丝抵达现场 然后弹幕基本上都被冷容容的粉丝占据了 还有灵星其他的粉丝都被碾压了下去 秦飞落的粉丝 开始跟冷容容的粉丝各种掐架 当然 秦飞落的粉丝不如冷容容的粉丝牛逼 所以掐了一会儿 发现掐不过之后 大家都闭嘴了 节目继续 在酒店休息之后 大家又进入了原始森林面 到了原始森林之后 大家带着装备进入原始森林 然后秦飞落跟陆子军被吐槽的不行 虽然有粉丝 但是自家粉丝也说 他们两个穿成这样 打扮成这样进原始森林 简直就是进去开玩笑 这一下 倒是冷容容这样素面朝天的 有些讨人喜欢了 有些粉丝开始发现了冷容容的颜值 开始有不少人说 冷容容居然是素颜上镜 而且素颜还那么好看 这是什么神仙皮肤 比婴儿都还要嫩滑的样子 我都想摸一下了 容爷长得也太好看了吧 他的睫毛好长 好浓密啊 虽然是素颜的 但是那睫毛那么卷翘 也太好看了吧 容爷就是仙女下凡 我有个不明白 为什么冷容容的粉丝都叫他容爷 他看起来一点都不爷们 一看就是柔柔弱弱的女人 进入了原始森林里 肯定娇滴滴 哭啼啼 找人麻烦 对对对 说起来 进入原始森林的这些艺人里 好像只有这个冷容容 没有那么出名 而且 他好像是唯一一个没有拍过打戏什么的 其他的都是功夫巨星或者有功夫底子的 他会拖累所有人的对 看短片 他好像还总是一意孤行 雷赘呗 你们看下去 求求你们看下去再说话 围观全貌 不予置评 你们没有听说过这句话吗 都说了 看下去再说了 你们会被容爷圈粉的 说的你们好像看过这个节目一样 节目组工作人员 确实看过 节目组工作人员 加一 同时也是容爷粉丝 加一 安静安静 继续看 后面很好玩的 容爷 真的是容爷 跟你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看过他指引那些鳄鱼 我就觉得容爷不一般 对对对 我莫名的有些期待接下来的剧情 不知道容爷会怎么样 节目还在继续 冷戎戎几人进入森林之后 状况百出 各种毒虫 各种危险 唯独冷戎戎始终临危不惧 而秦飞落却被整得很惨 要不是冷戎戎 估计大家都会全军覆没 看到这个时候 又有不少的人 开始被冷戎戎圈粉了 本来骂冷戎戎的人 也都不怎么骂了 再往后 冷戎戎浑然不在意的自顾自行动 更是惊呆了所有人 大家很快就发现了 冷戎戎对原始森林 非常的熟悉 刚开始 大家都觉得冷戎戎 是第一个想要退出的人 但是看到后面 才发现 冷戎戎才是最深藏不露的那个 他从始至终都轻描淡写 但是他顺利地度过了所有危险 还帮到了其他人 第548章 荣爷真的真的好帅 荣爷好棒啊 我就知道 我们荣爷从来都不会让人失望 呵呵 也不过如此嘛 我还以为他有多牛逼吗 不就是对原始森林 稍微熟悉一些而已 我还是对冷戎戎没有什么好感 忘了网上传出的视频吗 他嚣张地觉得 自己能买下整个原始森林呢 他以为自己是谁呢 对啊 他太自以为是了 就是就是 秦妃落那么惨的时候 他都那么冷漠 他没有人性 这种人值得喜欢吗 反正我是不怎么喜欢冷戎戎 从头到尾不喜欢他 直觉得他恶心 他太装了 装 那叫人家真实性格好吧 你们怕是不知道 我们荣爷有多有钱 有钱 一个都没出名的艺人 有个什么钱 就是就是 看穿着那么普通 铁定式的没钱又爱装的货 粉丝们再度吵了起来 墨四爷看住看住 时不时就脸色铁青 一看到自家夫人被说坏话 他就恼火的不行 冷戎戎却始终都平静地要命 节目再继续 很快就进行到了墨领渊 带着暴风他们出现的画面 然后 粉丝们集体惊呆了 什么神操作 居然还冒出了一个神秘嘉宾来 关键是冒出来的嘉宾 居然还是冷容容的老公 更加令人震惊的是 这位嘉宾居然这么帅 至于带着暴风暴雨 这些宠物上场 更是让粉丝们震惊得无以复加 大家简直惊呆了 看着台综艺这么久 就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 夫妇两个带着宠物 集体参加这个节目 虽然还挺有意思的 毕竟暴风暴雨暴击都很可爱 他们一出现 观众就集体圈粉了 我声明一下 我虽然不喜欢冷容容 但我好喜欢那只暴风啊 它的毛好白啊 好柔软的样子 好像摸一把 想摸一把 加10086 我喜欢暴雨 那只马看起来好酷 全身漆黑 帅得要命 我怎么比较喜欢那只公鸡 那只鸡好神奇活现啊 我喜欢冷容容的老公 我想问问 国家发配这样的老公吗 发配的话 我去领一个 靠 冷容容这样的人 是怎么找到这么帅的老公的 妈呀 我想抢老公 配不上 冷容容配不上这位莫先生 太帅了吧 不行了 我要晕过去了 我是被帅晕的 我们容爷的老公 当然帅了 我们容爷的宠物 也非常霸气 都说了 我们容爷可以惊呆你们所有人 你们会后悔自己骂过的话的 前面的姐们 你错了 我们并没有被冷容容惊呆 我们只不过是被莫先生 跟那几只宠物惊呆了而已 跟冷容容没有半毛钱关系 我们对他没有改观 太装了 就是说 总感觉他从头到尾都很做作 一直都在装逼 依然还是有很多人在骂冷容容 冷容容的粉丝辩解了几句 最后也没办法让大家改观 就等大家看下去 反正看下去 大家都会对他改观 毕竟 他那么强大 他那不是装 他是真的牛逼 他还需要装 他本身逼格就足够高 哪里来的装 有了莫领渊出现 但墓里卧槽开始横行 几只聪明的动物 惊呆了众人不说 莫领渊居然还搞了一个树屋之类的 这让众人都吃惊坏了 简直可以说是神操作 谁能这么牛逼 更让人羡慕的时候 莫四爷对自家夫人那个宠溺 居然还在原始森林里面吃烧烤 配上节目组的那些配字 简直又搞笑又好玩 很快 野狗群出现 当野狗群出现的时候 粉丝们再一次炸锅了 很多人都吐槽节目组没有人性 不知道野狗群是自己出现的 还是节目组特地安排的 但是看得出来 这些野狗真的是非常的恐怖 非常的凶狠 大家都有些毛骨悚然 虽然一群艺人当中不乏功夫巨星 但那也只是拍戏的功夫巨星 真正面对这种情况 怕是也未必能对付 当所有人都被野狗群给包围的时候 大家都是提了一口气 等开始战斗的时候 大家都惊呆了 大家原本以为装逼要被保护的冷容容 居然那么强 所有人都看得目瞪口呆的 他那动作利落 眼神凶悍的 简直不像是一个女人 卧槽 我被圈粉了 冷容容好帅啊 我以为他是一个弱女子 没想到 他却那么强 霸气地像女王 我对秦妃落粉转黑了 他好没用啊 对啊 他一直都说自己多厉害多厉害 这一路好像就他事情最多 还这么没用 看到没有 那只鸡也很厉害 卧槽 他一直都在保护徐颖儿 我居然在一只鸡 跟一个女人中间 看到了英雄救美的情景 英雄救美 不只有你一个 啊 我打脸了 我粉荣爷了 他好酷啊 他比任何人都强 我收回骂他的话 酷 帅 又有什么用 他还不是很装 他说他能买下原始森林 我就觉得他这个人不怎么样 对 我也不觉得他怎么样 荣爷 有那个能力买下原始森林的 求你们看下去 再说喜欢不喜欢 大家别激动 我们荣爷需要的是优质粉丝 那些人不喜欢就不喜欢吧 就算转粉了 也不是幼稚粉丝 肯定有点什么事 就要黑我们荣爷 对对对 赞同粉丝们又开始争吵了起来 整个弹幕几乎全部都是在讨论冷融融的 很少弹幕在讨论其他的人 零星几个其他的粉丝 显得十分的可怜 冷隆隆看到自己的粉丝 为自己说话的时候 还是露出了一暮笑 莫四爷突然说道 该请他们吃饭 然后众人齐刷刷地看向了莫四爷 如果是您做的饭的话 还是不要了莫四爷 那些野狗都是真的吗 李晨乐没有看过这个场景 所以看得津津有味的 一边看 一边则是询问各种问题 你们真的去原始森林 面对这么多野狗了 艺人们受伤也是真的吗 第五百四十九章老婆太强大了怎么办 真的冷融融回答 这些不是节目组刻意安排的卧槽 这个节目这么可怕的吗 那这种情况之下 节目组居然都没有人来保护你们 李晨乐无比的震惊 咱们爷不需要保护全管家在旁边说道 说的也是 荣爷跟四少简直是最强夫妇 谁见了你们都得怕 连老虎跟狼都怕你们 你们还有什么可怕的 李晨乐细细一品嘴角抽搐 他的担心有点多余 因为四爷跟荣爷在一起的时候 除了他们欺负人 还有人或者动物能欺负他们吗 李晨乐继续看住 果不其然 冷融融几人玩练那些野狗 虽然其他的人都或多或少受伤了 但是冷融融跟莫领渊自然什么事都没有 强大的就是不一样 李晨乐深深地看了一眼冷融融跟莫领渊 之前他在考虑两个人到底谁更有钱一点 现在他又开始思考一个问题 两个人之间到底谁更强大一点 然后李大少就很作死地问道 四少老婆这么强大的感觉是什么 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很没用 荣爷又有钱又有自保能力 就算你不存在 荣爷也能活得很好 所以你再不再 对荣爷来说都是无所谓的一句话 让大家都惊声了 就连几只排排趴住的动物也看向了李晨乐 问什么不好 问这么一个问题 这不是摆明了就是在说四爷不如老婆 四爷对荣爷来说没有那么重要 男人都是有自尊心的 强大的人 自尊心也会很强大的 这种不被老婆需要的感觉应该是很不好的 看完了李晨乐 众人的视线就落在了莫四爷的身上 果然莫四爷的脸色已经阴沉了起来了 看得出来 四爷的心情有些不大愉悦了 跟你有关系嘛 一句反问 对得李大少哑口无言 这样的老婆 你打着灯笼都找不住李大少 然后四爷扭头继续看他的电视 大家都正经危坐 紧张兮兮的扭头看电视 四爷实在是让人感觉很惊慌 与此同时 莫四爷的内心是十分的纠结 十分的郁闷的 四爷又开始闹小情绪了 他也确确实实感觉到了 自己都没有什么地方被老婆需要 他给老婆的卡 老婆几乎都没有用过 他给老婆准备的衣服 老婆几乎都没有穿过 关键是 不管他准备什么东西 都不是什么特别的 不是什么独一无二的 他家夫人 想要的东西 不管是什么东西 他自己都有钱买 自己都有能力得到 所以老婆太强了 他该怎么办 他该怎么做 才能显得自己 是很被老婆需要的 莫四爷有些头大 他掏出了手机 默默地在群里 求助自己的一些至交好友 四爷 老婆太强了 怎么办 萧衍 您狂 哈哈哈哈 莫四爷 你也有今天 我突然觉得心里很舒坦 怎么回事 四爷 您狂 你滚开 连自己老婆孩子都搞不定的人 没资格说话 接着 您二少就被踢出了群聊 您二少 慕容萧 四爷 我想见见你那个强大的老婆 南四 少妇人真的很强大 长得还漂亮 要不是 萧衍 要不是四爷的女人 你也想上 南四被一出群聊 萧衍被一出群聊 慕容萧 我就看看 我不说话 莫领渊 一帮废物 冷蓉蓉还在专心看综艺 也没有注意到身边的男人一直都在求助别人 综艺已经播放到了冷蓉蓉去抓老虎的阶段 大白虎看到那个阶段的时候 两只毛蓉蓉的大爪子捂住了自己的脸 想起来 自己还是蛮丢脸的 暴风趴在旁边 安慰地拍了拍大白虎 输给主人没什么丢脸的 主人就是那么的强大 冷蓉蓉恶斗几个歹徒的时候 简直帅诈了所有的人 一开始大家对冷蓉蓉的评价并不好 等到看到冷蓉蓉抓捕了那几个人之后 大家都觉得他帅呆了 尤其是节目组标明了 这几个人是几个国际刑警重点通缉的对象之后 大家都对冷蓉蓉产生了佩服之情 是什么样的运气 在拍一个综艺的时候 能碰到这样的逃犯 又是什么样的能力 能让他一个人轻而易举搞定这几个危险的国际逃犯 这可不仅仅是运气的原因 是真正的能力 真正的强大 到了这个时候 已经没有几个人在讨厌冷蓉蓉吗 即便是喜欢不起来 也不至于再去讨厌他 毕竟他把几个十分危险 害过很多人性命的逃犯给抓住了 那可是警方都没有办法搞定的几个逃犯 荣野 真的是很有实力 他太强了 我服气了 荣野 好霸气啊 那可以十分危险的国际逃犯 他居然就那么就那么抓住了 我猜那几个逃犯都没有想到 自己没有被警方抓住 但是被荣野给抓住了 可怜的逃犯 遇到谁不好 遇到了荣野 关键是 荣野本来要放过他们的 他们居然还以为荣野要通风报信 自己去挑衅荣野 估计后悔的肠子都轻了 哈哈哈哈 你们的关注点都在逃犯身上 只有我一个在关注那只大白虎嘛 大白虎猛逼了 笑死我了 那只大白虎一直都想逃 又不敢逃的样子 太搞笑了 本来觉得老虎很可怕 但是这只老虎有那么一点可爱 傻伏伏的可爱 所有的人都笑乍列了 然后 等到冷荣荣遇到了虫寒月 带着大白虎准备回去之后 迷路的情况 更是让大家笑喷了 好在后来暴风出现了 迎接了他们回去 到这里 大家都被圈粉的差不多了 不过 到了原始森林那段 大家又被激发了不愉快了 觉得冷荣荣跟莫领渊夫妇 虽然很强大 但是有点太装了 居然觉得自己可以买下 整个原始森林 而秦飞洛说 能五块钱买到冷荣荣的项链的画面 也让很多人议论不值 有人说冷荣荣的项链 确实看起来不值钱 不过也有人说 五块 十块的肯定买不到 但是几百上千的 也就差不多了 在粉丝们的议论之中 节目不断进行 然后上下五千年的鬼出现 这个时候 大家被怕鬼的暴风几只货 笑疯了 第五百五十章 画风太搞笑了 哈哈 那几只牛逼红红的宠物 居然怕鬼 这个综艺有毒 真是要笑死我了 自从容爷来了 整个综艺的画风都变了 我们这个综艺 以前可不是这么搞笑风格的 不如邀请容爷做常驻嘉宾吧 感觉好好玩 尤其是他家的宠物 这个综艺 激发了我养宠物的心 那样的宠物 请问你哪里去弄 野生大白虎 你敢养 你怎么养 OK 我养不起 我就看看吧 哈哈 不过这几大只 体型那么大 胆子不是理所当然的 应该也很大吗 怕鬼是什么梗 哈哈 节目组安排的假裤楼头 能把他们吓成这样 不说了 我面膜都笑裂了 面膜笑裂的别走 我都笑掉了 请 我建议你们看这个综艺的时候 不要吃东西 我已经笑喷了 现在正在艰难地清理电脑 虽然画风变了 跟以前那个惊险刺激的节目 不一样了 但是因为变得很欢乐了 大家居然理所当然地接受了 并且很多人觉得这台综艺 继续走这个搞笑风格也不错 然后 有人就说 这个综艺其实还是原来的样子 只不过是因为冷熔熔 跟那几只动物比较特别而已 如果换成普通的人的话 去参加这样的综艺 还是会被整得很惨的 他们还是会被节目组顽略的 也就是冷熔熔比较强大 胆子也比较大 并且曾经在原始森林生活过 所以才能这么牛逼 说起冷熔熔在原始森林生活过这一点 大家也都静待了 因为从冷熔熔言语当中透露的意思是 他很小的时候 就被丢到原始森林里 学习自己生存 然后大家都开始议论 自己纳的岁数的时候 可能还在玩泥巴 什么生存之类的 根本不懂之类的 有人更加地佩服冷熔熔 不过也有人说冷熔熔那是故意在装逼 是不是真的在原始森林生活过 谁有知道 他怎么说就是怎么样了呗 当大家因为那些假鬼出现 觉得欢乐无比的时候 画风又突然急转直下 因为冷熔熔等人忽然发现了真的石坑 里面居然有无数的尸体 一时间 所有观众感觉自己又变成了在看悬疑片了 实在是恐怖的厉害 等到一切都被挖出来之后 警方抵达了现场 交接了一下之后 拍摄继续 这一下 弹幕又炸锅了 这是什么魔鬼运气 抓了可怕的国际逃犯也就算了 现在居然又遇到了这样一个可怕的案件 问题是 大家看到节目组后期弄的字幕没有 杀人凶手 居然也被逮住了 还是被抓逃走去报复荣爷 然后被荣爷逮住的 哈哈 哈哈 荣爷到底是什么来头 这一期综艺 抓了两拨逃犯 他怕是上天派来抓逃犯的吧 不去做女警有些可惜了 哈哈 突然觉得那几个逃犯有点可怜 不知道他们回去报复荣爷 然后又被荣爷抓住是什么感觉 心情怕是跟热料狗差不多吧 哈哈 狗子很委屈 哈哈哈哈 弹幕是一串串的 哈哈 然后各种说不行了 完全被冷熔熔给圈粉了 就冲着他能抓逃犯这顶圈粉了 感觉只要荣爷多抓几次逃犯 这个世界就没有逃犯了 接着 大家又看到冷熔熔调皮做了计划 要去对付节目组 再接着 一群人顺利地拿到了所有的东西 然后从原始森林离开 不过 有一个人比较倒霉 他落单了 那就是秦飞洛 后期很调皮地做了两个镜头 放在一起的画面 一边是冷熔熔等人 完好无损地从森林离开 另一边是秦飞洛一个人 滚到泥坑里的悲惨画面 大家觉得秦飞洛又是可怜 又是好笑 但是 这是秦飞洛自己的选择 他这就是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了 冷熔熔几人带着大白虎 威风凛凛地冲到了 节目组的基地 然后 开始各种恶整节目组 当那些被化过妆的鬼 被重新化妆 反水去吓唬节目组的人的时候 弹幕再度失控 大家都笑疯了 因为知道节目组有一个惯例 就是谁能整到节目组 就能送一份大礼 以前节目组从来都没有被整到过 这是节目组第一次被整 所以场面十分的搞笑 大白虎 暴风等出现在的节目组 更是将导演等人下了一个半死 然后 冷熔熔等人提早结束了 这一场的拍摄 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当大家以为冷熔熔几人 会是节目组送回去的时候 大家再度都惊呆了 因为 一排直升飞机 以一种十分夸张的姿态出现了 文日 这特么不是节目组的手笔吧 妈呀 荣爷的老公太牛了吧 莫先生又帅又有钱 还疼了老婆呢 好吧 柠檬树上有柠檬 柠檬树下你和我 我酸了 妈呀 羡慕极度恨啊 怎么可以这么幸福 我突然觉得 原始森林 他们也许真的能买下来 这么多直升飞机可以支配 买个原始森林 不是什么大问题吧 那可不一定 那原始森林得多大 弹幕议论纷纷 然后节目组拍摄到了一排 直升飞机飞回酒店的场面 最后还来了一个节目组 一群人工作人员 可怜兮兮的坐搭巴回去的对比图 粉丝们都笑了 在大家都以为 这场综艺就这样结束的时候 反转又来了 画面黑了几分钟之后 出现了一行字 说是还有彩蛋在后面 接着就是一群人回到酒店之后 参加杀青宴之类的情况 杀青宴上 大家完全忘记了 还有一个人没有回来 还在森林里面 艺人们忘了也就算了 节目组所有的人 都把秦飞洛给忘记了 到时弹幕里 很多人都想起了 秦飞洛还在原始森林里 没有出来 我记得 秦飞洛还没出来吧 23333 他该不会直接 被大家给遗忘了吧 秦飞洛也太惨了吧 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镜头一个切换 然后切换到了秦飞洛那边 看到秦飞洛的时候 冷容容几人 都忍不住笑出了声音来 虽然大家都走了 但是节目组的摄像头之类的 并没有拆光 所以 秦飞洛很多镜头都被拍下来了 他真的可以说是惨不忍睹 他跟宴会上光鲜亮丽的所有人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551张粉丝的来头 深不可测 接下来是 大白虎开始野心爆发 然后冷容容 涌斗猛虎的画面 当大白虎 想要吃人的时候 观众们第一反应 但是 这场杀青宴危险了 是有人要受伤了吧 这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 可是一头大白虎 杀青宴上 所有的人四散而去 冷容容留在中间跟大白虎战斗 有弹幕开始说风凉话 说莫先生也不是怎么爱冷容容 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足以说明了莫先生跟冷容容的关系 泽泽 我就知道 之前全部都是在作秀 危急时刻 没有人帮冷容容吧 看来他人品不怎么样 我们容爷不需要帮助 就是 他根本不需要帮助 容爷就算是没有人帮助 他还是很帅 很牛逼的 他自己足以对付那头老虎粉丝们继续争论 而画面上 冷容容跟大白虎搏斗 一开始 大白虎就都是被虐的情况 但后来 那个小女孩陡然之间出现 一下子场面就进入了一种提心吊胆的状态 所有的人都为小女孩捏了一把汗 这不是剧本吧 妈呀 太可怕了 这孩子有没有受伤 都是因为冷容容 他怎么可以把老虎带到城市里来 他简直就是个疯子 对 他有毛病吧 把老虎带出来 他有资格带出来吗 因为看到小女孩陷入了危险 很多人都开始怒喷冷容容 不过 情况还是很快的逆转了 因为冷容容轻而易举的就救下了小女孩 然后 把大白虎给虐了一通 最后 顺利的将大白虎给驯服了 再后来 节目组做了个很短暂的访谈 是针对莫领渊的 询问莫领渊为什么参加这个节目 又为什么在冷容容有危险的时候 都没有上前帮忙 是不是真的不爱自家妇人 结果 莫领渊的回答出乎大家的意料 不是不爱 他会来参加这个节目 给这个节目投资而进入节目 完全是为了自家夫人 为了保护自家夫人 而对付大白虎 他虽然没有出手的 但其实每分每秒都戒备住 他说不会让自己的夫人伤到一根汗毛的 他说自己没有上场是因为 驯服大白虎 就只能冷容容自己去驯服 这样的话 大白虎才听他的话 他到处都在考虑着自家夫人 虽然只是简短的采访 但是这个郡帅冷酷的男人 注实摔到了所有人 看到这个访谈的时候 冷容容都被摔到了 他发现了莫领渊上镜 直接秒杀什么大明星 什么国际模特 他秒杀所有的男人 粉丝们都炸锅了 嗷嗷直叫 太帅了吧 而且 怎么可以这么护妻 还有说 刚才冷容容对付大白虎的时候 莫领渊真的蠢蠢欲动 但是为了夫人 他都忍住了 但他做好了帮忙的姿势 确实没有骗人 这样的男人 才是真正的好男人 你当时还考虑了那么多吗 冷容容不由看住莫领渊问道 按莫领渊点头 他本来是可以轻而易举地 帮助冷容容搞定大白虎的 但是他知道冷容容自己驯服的话 更加的有成就感 而且他自己驯服 大白虎就只能听他的话 所以他选择了站在一边 被人误解也没有出手 冷容容心里腾起一股暖意 莫领渊考虑得太周到了 而且他根本没有管自己 全部都是为他考虑的 与此同时 大白虎可怜兮兮地趴在地上 回忆起自己被揍的画面 他就觉得自己这只大老虎的脸 都给丢尽了 他以后出去 肯定会被很多人给笑话的 暴风依然同情地拍了拍 大白虎的后背 兄弟 习惯了就好 他从小被虐到大 已经习以为常了 冷容容搞定大白虎的时候 很多粉丝都感动得鼻子都酸了 小女孩没事了 大家也都松了一口气 然后 后期又留了一行字 告诉大家 冷容容收服大白虎是合规矩的 他们又办理养老虎的证书等等 所以 这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 大家不用举报 接着 大家又看到了令人震惊的画面 莫领渊真的将整个原始森林 买下来送给冷容容了 在大家震惊还没结束的时候 冷容容跟秦飞洛打赌 又被提起了 然后 播放了秦飞洛去找项链 冷容容去逛商场的画面 两边依然是十分鲜明的对比 秦飞洛扣扣索索 而冷容容豪气前云 直接把商场给买了下来 弹幕有好几分钟都没有人说话 好半天之后 才有人反应过来 刚才看到了什么 这 这不是剧本吧 卧槽 买下了原始森林 又买下了商场 请问 谁家逛街逛着逛着 因为觉得麻烦 就直接把商场给买了的 我也想要这种生活 他们应该不是人 他们应该是魔鬼吧 故意来让我们嫉妒的吧 我怕是白活了 我现在去重新投胎 还来得及吗 怕是来不及了 嫉妒使我发疯 妈妈问我为什么哭了 我说 我穷哭的 老公问我为什么泪流满面 我反手一个巴掌 你看看别人家老公 节目最后 秦飞洛疯狂地被打脸 买到了项链之后 又证实了 冷容容的项链 价值不菲 秦飞洛被虐惨了 节目最终结束了 但幕里 全部都是在说 容爷别走的 更一开始的画风 完全是两个样 最后很多人 都在跟冷容容道歉 说自己真的被打脸了 自此粉了容爷 然后有很多人询问 冷容容微博是什么 结果老粉丝们告诉新粉丝们 容爷根本就没有微博 他十分的低调 于是粉丝们哭诉 求冷容容开个微博 容爷 开微博吧 对啊 容爷 从别人那里 获取你的信息 真的是太累了 容爷 最近怎么什么动静都没有 接下来还有戏要拍吗 容爷 请考虑一下 您的粉丝们的心情 开微博 容爷开微博 最后几乎全部都是 要求冷容容开微博的弹幕 唐洛看向了冷容容 小声询问道 少夫人 连狗都有微博 您真的不考虑开一个吗 老实说 他也挺累的 因为少夫人的粉丝里 有人都查到他的头上来了 各种追问他少夫人的消息 所以 少夫人的粉丝 到底都是什么来头 为什么那么牛逼 他跟少爷的信息 应该是很隐蔽的 但有少夫人粉丝里 就有人知道少爷就是 明渊帝国的掌权人 第552章 少夫人到底有多有钱 那天看完节目之后 李晨乐都傻了 他盯着冷容容 跟莫领渊看了许久 然后问道 容爷 太强了 逛个街 会把整个商场都买下来的人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你要是多逛几次街 是不是我们整个城市的店铺 都会被你买光 我又不是什么都买的人 冷容容冲着李晨乐 翻了一百眼 说起逛街 是不是有一段时间 没有逛街了 买买买的欲望 突然又来了呢 李晨乐等人都沉默了 容爷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 你到底多有钱 好伴想之后 李晨乐伸长了脖子 问道 这是个秘密吗 是个秘密 就当我没问 如果不是个秘密的话 可以稍微透露一下 激励一下我吗 激励你是没有问题 不过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有多少钱 反正花不完吧 而且每天都在变多冷容容掏出了手机 看了一眼 然后随手打开了短信 就今天的银行短信就有不少 比比都是入账 而且还是很夸张的入账 几千万 几亿那种入账 李晨乐看住手机 陷入了诡异的沉默当中 泉宇 唐乐 李如花都伸长脖子看了一眼 然后 都震惊了 暴风也叹了个脑袋过来 看到那些数字之后 这会似乎也受到了打击 他颓然趴在了一边 他还以为他是一条很有钱的狼了 但是少夫人一天的收入 就秒杀了他千辛万苦几年的收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八 李如花掰住手指头数住 你数什么 唐乐好奇 我再算那是几位数 这是三亿多 李如花一笔一笔的算住 他越算越是惊悚 老实说 少夫人 你 该不会是世界首富吧 原谅我 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 我也没有见过这么长的数字 呜呜呜 我突然想哭 落落 我想哭 怎么办 李如花忽然扑到了唐乐的怀中 然后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 我都快三十了 但是 我 我的存款才六位数 我连少夫人一天 不一笔收入的零头都不到 我不配做人 唐乐拥抱住李如花 摸着李如花的光头 安慰道 我虽然比你有钱一点 但是我也是少夫人的零头都不到 知道冷荣荣有钱 但是没有想到 冷荣荣这么有钱 而且 他明明想是个无业游民 好吧 也不能说是无业游民 像是一个没有名气的十八线艺人 但是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收入 这不科学 全宇看到那些数字的时候 也震惊了 他看向了莫领渊 爷 我觉得您可以吃一辈子软饭了 说起来 爷 您跟少夫人比 是不是还没有少夫人有钱 莫领渊 看到冷荣荣今天的入账之后 莫四爷也陷入了沉思 他没有计算过冷荣荣的财产 也没有计算过自己的财产 但是 他现在觉得 自己可能快要不如自家夫人富裕了 他可能应该更加努力地赚钱 虽然说 吃软饭他也挺乐意的 毕竟吃的是自家老婆的软饭 但是 软饭吃着吃住 万一成习惯了怎么办 好像也有点可怕的 嗯 还是要赚钱 变得更加有钱才行 不然老婆都不需要他了 李晨乐好半天之后回过神来 他用手指哗啦了一下 然后捂住了自己的心脏 看住冷荣荣那些到账信息 真是每天都有 几乎每天都有很大额的收入 难怪 听到过冷荣荣说 钱花不完怎么办 这么多的到账信息 又什么都不缺的人 他怎么可能花得完吗 李晨乐微笑地看向了冷荣荣 然后微笑着说道 荣爷 你是不是很愁 怎么把钱花完 冷荣荣点头 花钱是个令人头大的难题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主意 你想不想听 李晨乐微笑得更加深了 什么主意 冷荣荣狐疑地看向了李晨乐 你可以把我你的钱都给我 李晨乐黑黑黑地笑住 荣爷那么有钱 又苦恼没办法把钱花光 他这么说的话 荣爷会把钱给他的吧 他突然觉得自己富有了 你在做梦吗 冷荣荣同样微笑地看住李晨乐 我给谁不好 我给你 李晨乐顿时垮了 你不是说花不完吗 给我不是很好的主意吗 李如花几人 眼睛都亮了起来 少夫人 我们愿意帮你解决 这个世纪难题 我们辛苦一点 多帮你花一点好了 你们是不是想多了 莫领月眯起了眼眸 我老婆的钱 你们敢拿 不怕烫手 李晨乐被莫四爷冷眸 扫了一下 内伤了 嗨嗨嗨 好吧 不敢拿 太烫手 我决定努力一点 也去找一个这么富有的老婆 我的斗志 已经被激起来了 李晨乐握紧了拳头 做了一个手势 所有人跟动物 都齐刷刷地看住他 所以 你需要的激励是这样的 冷荣荣震惊地看住李晨乐 然后赏了李晨乐一顿暴力 有点上进心 不行吗 找个有钱的老婆算什么 你就不能成为一个有钱人 养着你的老婆吗 虽然总是在虐李晨乐 但是虐住虐住也虐出了一点感情来 冷荣荣还是有点把李晨乐这货当弟弟看的 这货没出息的时候 就想揍他一顿 我不是脑子不够吗 李晨乐揉了揉自己可怜的脑袋 我脑子本来就不好 你现在这么一打 我脑子更加不好了 你要负责的 我来负责把你的头拧下来 莫似野冷眸扫了一眼撒娇的李晨乐 对你太客气了 李晨乐毛骨悚然 不 不是 我不要负责了 那天 所有人都欲寡欢了一夜 唐洛 权管家等人本来觉得自己还有点小钱的 不算鼎鼎富裕 也不算穷了 但看到了少夫人的钱之后 他们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个穷逼 李大少更是如此 曾经以为李家也算是个有将近上亿资产的大家族 结果 他被一个女人给秒杀了 人家还是没有家族的 受到刺激之后的李大少开始变得无比勤快 他不再游手好闲也不再玩女人 而是开始了自己的事业 而暴风在那天之后 开始更加努力的马字 经营住自己的微博 并且开始疯狂的接广告赚钱 至于荣野 依然是为花钱而头疼 第553章少夫人又败家了 因为冷蓉蓉说好久没逛街 所以第二天全家出洞一起去逛街 因为暴风暴雨几只动物太招摇了 所以被留在了家中 没有出去逛街 冷蓉蓉 莫领渊 李如花 唐骆 泉宇 五个人移到出去了 一群人去了商场逛了一圈 冷蓉蓉开启了买买买的模式 唐骆跟李如花早就已经适应了冷蓉蓉这种买买买的模式 所以一进入商场 第一件事情就是叫上了一群保镖 准备了一台推车 全管家毕竟没有见过这个阵仗 所以看到的时候还是有些吃惊的 你们疯了吗 泉宇看到这么多推车之后 第一个反应就是觉得李如花跟唐骆抽风了 逛个商场有必要这样吗 手提不好吗 要用这么多推车吗 又不是说要将整个商场都给搬回去 全管家只能说 你太天真了 我们没有疯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请做好战斗的准备 李如花看了一眼全管家 那叫一个认真 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了 唐骆也是深呼吸了一下 少夫人逛个街 光带他们几个是根本不够的 必须要带上起码五个以上的保镖才行 不然东西不够人拿的 你们说的有点吓人吗 全云一脸将信将疑 再怎么败家的人也不至于这样吧 唐骆跟李如花都是一副没见过世面的鄙视模样 看着你就知道了 然后接下来全管家总算是见到世面了 他终于知道什么叫做败家女人了 最可怕的是 少夫人败家的时候 还不觉得自己有多败家 他看到别的女人败家的时候 还吐槽人家败家 并且认真地教育他们 以后找老婆不要找那种败家的 少夫人难道没有一点自知之明吗 他自己难道就不败家了 他败起来更加的夸张好吗 则则 看到没有 那个女人买的尽是一些没有用的东西 而且 他老公看起来工作得很辛苦 一点都不知道省钱冷荣荣在搬空一家童装店之后 盯着一个正在要买首饰的女人看住 那个女人打扮得光鲜亮丽 他身边给他付钱的男人看起来却穿得很朴素 看起来很疼老婆 但是看起来也挺拮据的 你们几个 以后找对象 一定要找那种不败家的女人冷荣荣一本正经的劝说道 败家的女人不好养的少夫人 败家的女人包括您自己吗 花花单纯地眨巴了一下自己的眼睛 看住冷荣荣 我 我不算吧 冷荣荣哼哼道 他偷瞄了一眼莫领渊 小声嘀咕道 我败的是我自己挣的 没事吧 说起来 他老是这么乱花钱 他家老公会不会对他印象不好 虽然莫领渊没有表达过什么意见 但是 应该没有男人喜欢败家的女人吧 不行 他得朴素一点 他不能这么乱花钱 一边 莫四爷正在思考着 是不是在去做一点其他的生意 赚钱大钱来给自己夫人败家 根本没有察觉到自家夫人脑子里在想什么 只是感觉逛着逛着 自家太太突然话风一转 本来总是土豪的 这个 那个全部打包 开始询问他了起来 老公 你看这个要不要买 老公 这个是不是太贵了 算了 算了 不买了吧 老公 我们家里这个都有很多个了 我们可以不买的 对吧 呃 虽然这个首饰挺好看的 但是吧 我已经有那么多的首饰了 我也不是三头六臂 买那么多也来不及待啊 算了 不买了 省钱吧 容爷挽住莫四爷的胳膊 这个看一下不买 那个看一下 也买 话风急转的莫领院 都有些措手不及 例如花灯唐骆 更是感觉 少夫人今天是不是没睡醒 怎么跟抽风了一样 买个东西 还这么扭扭捏捏的 这还是随手就买一条街 随手就买一个商场的少夫人吗 不科学啊 全语则是深以为然的点头 少夫人醒悟了 少夫人 知道不能太败价了 少夫人果然不是一般人 这么有钱 还这么节俭 唐骆跟李如花两个 看神经病一样 看住全语 因为冷蓉蓉不买买买了 所以直接将那些保镖 都给赶走了 他还称怪道 花花 洛洛 于宇 你们怎么回事 叫这么多保镖干什么 我看起来像个败价的人吗 我是一个很吃家的人 李如花 唐骆 全语举手 我弱弱地问一句 于宇是什么东西 不会是在叫我吧 别问了 就是你唐骆笑容微妙地 拍了拍全语的肩膀 我们家少夫人就是那么热情 卧槽 不要这么喊我好吧 太二了吧 全语符合她推了推自己的眼镜 我好歹也是帝国的大管家 叫我裕裕 认命吧 你看看李如花 少夫人喊她小花花你 你看她小吗 你看她像朵花吗 你倒是说说看 她哪里跟小花花这个名字相配了 我看叫老花花还差不多全管家嘴角抽了抽 两米多的大高个被叫做小花花 是有点反差比较大 不过叫她鱼语 她还是有点接受不了 冷容容还在欢快地逛街 不过她看什么都不买 还遭到了很多营业员的白眼 有营业员都故意大声吐槽到 没钱买就不要买了 说什么家里有 不买了 都是套路吧 既然买不起 还看什么 就是装什么逼啊 最讨厌的就是这种啊 看个几百遍 但就是不买 首饰太多了 可没见她戴什么首饰啊 她说的是她手指上那个黑圈圈吗 那是什么鬼东西 橡胶圈吗 哈哈哈哈 没东西戴吧 只能戴这么个东西 一群营业员疯狂地吐槽冷容容 因为冷容容是戴了几个首饰之后 忽然看向了莫里渊 然后说了一句 老公 我想了想 我们还是不买了吧 我家里好像首饰太多了 冷容容镇定自若地看住莫里渊 丝毫没有理会营业员的嘲讽 第554章 我赚钱只为你败家 倒是莫里渊有些不悦地看向了那些吐槽冷容容的营业员 这些营业员虽然说话不是很大声 但还是让他们都听到了 显然是故意让他们听到的 莫里渊充满杀意的眼神 扫了营业员两眼之后 问身边的冷容容 你喜欢的话 都可以买 把整个店买下都可以 算了 我从今天开始 要学会勤俭持家败家的女人 毕竟不讨人喜欢 勤俭持家是美德 男人应该都是这个思想吧 虽然莫里渊嘴上让他买 心里可能觉得他太败家了 不行 他不能让他家老公有压力 毕竟 细算起来 他家老公可能没有他来的有钱 如果让老公产生太大的压力的话 不太好 万一他花钱花得他老公自卑了呢 冷容容这么一想之后 决定了 以后自己得省一点 我们不需要勤俭持家 把莫里渊深深地看了一眼冷容容 以后 我赚钱只为你败家 说得好像有多有钱似的 就是 真的买得起 怎么不买呢 长得人母狗样 其实吧 也买不起 就会装十三几个营业员 各种dis冷容容跟莫里渊 大概是因为冷容容 刚才是带了几款很贵重的首饰 最后又没有买 所以让几名营业员都非常的不满 莫里渊冷谋再度扫了过去 他眼神里带着些许杀意 这几个营业员说得太大声了 他什么都听到了 他跟自家夫人都被看不起了吗 他们就算想要把整个商场买下来 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怎么可能买不起几件首饰 虽然莫四爷也没有必要去在意几个小营业员的话 但是听到自家夫人被看不起来 他就有些不爽 就在这个时候 莫兰兰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冒了出来 他手里提着很多的东西 看到莫领渊跟冷容容的时候 扑斥一下笑了起来 嫂子 你是在我哥面前装的勤俭持家吗 别装了吧 就不是勤俭持家的人 不是吗 莫兰兰的身后 柳月跟叶秋叔也跟住 三人显然有些意外 会在这里碰到冷容容跟莫里渊 不过三人都显得兴致勃勃的 虽然他们还没有见到云浮山的主人 但是他们已经有一种背后有靠山撑腰的感觉了 他们早就已经幻想过了 如果云浮山的主人帮了他们的话 冷容容跟莫里渊算个屁 他们最后会死得很惨的 所以此时此刻 莫兰兰三人都有一种错觉 那就是 他们根本没有必要再去畏惧冷容容跟莫里渊 他们有大靠山了 而莫里渊跟冷容容 迟早是要滚出莫家的 滚出莫家之后 他们就什么都不是了 冷容容跟莫里渊几人都不由地看向了莫兰兰三人 莫兰兰哥哥笑着说道 不过也是该克制克制昂 毕竟 你们就快一无所有了冷容容 莫里渊 唐洛 这个脑残怎么又出现了 里如花 一无所有 全世界都可以一无所有 少夫人跟少爷一无所有 那简直就是不可能的好吗 哎 还是不要买了吧 什么都不要买了 免得以后连生存都是问题 饭都吃不起 那就完了莫兰兰叹了一口气 叶秋叔点头 泽泽说道 里渊啊 别说二伯母没有劝你 现在省着点花 也跟这个败家女人把婚礼了吧 你有钱你可以养她 但是你没钱了 这么败家的女人 你养得起吗 到时候 生活会很沉重的 生活 沉重 莫领渊打量了两眼叶秋叔 不知道这三个脑残 今天抽哪门子疯 冷蓉蓉 我哥有钱你嚣张 等他没钱了 我看你还怎么嚣张 莫兰兰机翘又好笑的 看住冷蓉蓉 你是不是已经意识到了 你们的生活 马上就要一落千丈了 所以 你才开始请柬持家了起来 冷蓉蓉不解的 看住莫兰兰几人 你可以 先给我解释解释 我们为什么生活 会一落千丈吗 我不太理解你的意思 他跟莫领渊怎么了 听他们说的 好像他们要饭都吃不起了 他什么时候 穷成那样了吗 告诉你们也无妨 柳月冷笑着说道 莫领渊 你马上就要从公司滚蛋了 莫家 马上要换天了 莫领渊 是吗 他怎么不知道 全宇跟唐洛 还有李如花 多惊悚地看住柳月 这个脑残在说什么 冷蓉蓉 眨巴了一下 天真无邪的大眼睛 什么换天了 说得清楚明白一点 反正你们那么强大 也不怕说出来对不对 知不知道 本城来了一个大人物 柳月毫无心机 直接说了出来 哦 大人物 什么大人物 我怎么不知道 冷蓉蓉盯着柳月看住 是有人能对付他们了吗 他怎么不知道 真是孤陋寡闻 云浮山知道吧 我告诉你们 云浮山那位大佬 要跟我们合作了 到时候 就是你们的死期了 叫你们捉弄我们 对我们那么不好 到时候 一起滚出墨家吧 一毛钱都不会给你们带走的 哭着求饶 都不会放过你们的 柳月得意地要命 哦 云浮山啊 冷蓉蓉看向了李如花 我们这里有几个云浮山 只有一个 李如花回答道 只有他们住的那一个云浮山 哦 冷蓉蓉 意味深长地看住柳月三人 你们见过云浮山的大佬 当然 他都答应跟我们合作了 所以 你们迟早要滚出墨家的 说句实话 你们要是聪明的话 就自己卷扑盖走人 要是不聪明 那就等死吧 柳月冷笑柱说道 冷蓉蓉 他看住柳月的神情有些复杂 毕竟 柳月的儿子 莫子明 是莫领渊的大哥 现在差不多 莫家一半的权力 都是掌控在莫子明的手中的 但是 柳月却一直都在给自己的儿子找麻烦 叶秋叔跟莫兰兰就算了 他们家里没人有实权 但是 莫领渊从公司离开之后 柳月一家也好不到哪里去的 他居然跟叶秋叔跟吉莫兰兰 私混在一起 害自己的儿子 第555章 我们背后有靠山 冷蓉蓉 深深地看了一眼柳月 欲言又止 莫领渊 拦得理会这几个人 我大伯母说的没错 莫领渊 你聪明点的话 就卷铺盖的滚蛋吧 这样你也许 还能捞到一点好处 等到那位大佬 出手对付你的话 你觉得 你还能获得什么 莫兰兰十分嚣张 拦住了冷蓉蓉 跟莫领渊的去路 莫领渊深深地看了一眼 莫兰兰 我可以直接去找那位大佬 跟我合作 我才是现在莫家 实际掌权人 你觉得 他会跟你们合作 还是跟你们合作 你们什么都给不了他 只能给他画大饼 但是我却什么都能 给面无表情地 说完这句话之后 莫领渊就这么 看住莫兰兰 莫兰兰不由地 往后退了一步 他猛然回头 看向了柳月 跟叶秋叔 三个人眼神交流 他们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 他们可以去找那的大佬 但是莫领渊他们也可以啊 如果莫领渊他们 杰足先登 先找到那位大佬 并且跟那位大佬合作的话 他们岂不是没有机会了 不行 这是绝对不行的 三个女人对视了几眼 本来还想羞辱冷蓉蓉 跟莫领渊的 一听到莫领渊说的这个话 瞬间意识到 他们还没有搞定 云浮山的大佬的事实 于是乎 三个人狠狠地看了一眼 莫领渊跟冷蓉蓉 跟住莫领栏说道 他已经答应跟我们合作了 大佬都是信守诺言的 等住瞧吧 你们会死得很惨的 到时候 冷蓉蓉 我要你给我家打扫卫生 给我洗衣服 给我做饭 放下狠话之后 莫领栏立刻拉着叶秋叔 跟柳月走了 三人走远了之后 低声交流着 决定喊上莫天运 他们继续去云浮山等住 他们就不相信了 那位大佬不让他们进去 他还能不出来吗 难道一直都躲在云浮山上 都不下来的 只要他会下来 他们就能逮住他 到时候 怎么样也要说服 那个大佬跟他们合作 绝对不能让莫领渊 跟冷蓉蓉这两个讨厌鬼 结束先登了 看住莫兰兰三人 匆匆忙忙离去的背影 冷蓉蓉扑斥一下笑了出来 我猜他们会去云浮山 等我们莫领渊 看向了刚才的店铺里 刚才那几个营业员 还在议论他们 少爷 我突然想起来 我们跟住牌子 有过合作关系 唐洛看住这家店铺说道 里面的东西 我们根本不用花钱买的 是吗 莫领渊看了一眼唐洛 是的 这个骗区的经理 我记得是韩六 我打个电话给他 唐洛知道自己四爷 是有些生气 所以很机智地 打了电话给那位经理 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那位经理就过来了 见到了莫领渊 跟唐洛的时候 简直恭敬地要命 爷 您怎么来了 韩经理激动地说道 您是想买什么东西吗 您想买东西 还用自己出来看吗 直接一个电话 我们给你送货上门 就可以了一边说着 这位韩经理 一边迎接着莫领渊几人 让他们赶紧 进里面的VVIP休息时 去坐着 态度尊敬得不得了 店铺里的几个营业员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有些吃惊 刚才那个莫小姐 不是在笑话他们吗 但现在这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他们这位 平日里都不怎么出现的经理 突然出现了 而且对他们那么尊敬 不是设了首饰 又买不起的人吗 一时间 几个营业员心里 都有些没有底 把最好的东西 给我拿出来 让莫太太挑选 经理是一个 长得还算不错的中年男人 因为保养不错 所以气质也不错 他看向了一群营业员说道 留一个人在外面看店 其余的人都给我进来 伺候莫先生跟莫太太 营业员们听到 韩经理这句话 就知道里面的人不简单了 一时间 几个营业员都脸色善善的 一个都不想去伺候 莫领渊跟冷农农 感觉自己是一定会被刁难的 大家抢着留在外面看店 韩经理顿时有些恼火 怎么回事 一个个扭扭捏捏的 你们以前不是这样的 韩经理反应也是非常的快的 他直接看向了店长 然后冷声问道 店长 你来说 你们刚才该不会是为难他们了吧 店长慌张地看住韩经理 也不能算是为难吧 就是 他们几个因为不满刚才那个女人 事带一些手势 所以在背后鄙视了一下他们 然后 他们都听到了 韩经理震惊地看住一群营业员 你们怎么做营业员的 不会做生意吗 招聘你们进来 给的是比其他公司都要高的工资 提成也要比其他地方高 你们就给我这副态度 跟你们说了 越是大老 越是低调 不要随便判断 你们怎么回事 事带不买有什么奇怪的吗 照你们这么说的话 事带了就必须得买 你们去试衣服 穿了不合适 你们也得硬住头皮买下来 韩经理被自己家的几个营业员 给气死了 知道刚才那几位是什么人吗 韩经理被气乐了 这家店 不 不只是这家店 我们公司所有的店 有一半是那位先生的 他进来店里拿东西 是不用付钱的 你们还怕人家买不起 你们的工资 还是人家发的呢 我们怎么知道 营业员脸色都不太好看 他们往日里 虽然也很烦这些 试了又不买的人 但是也只是背后说说 今天看这个女人试得多 有点恼火 所以才会故意议论的 谁知道 这么一议论 就撞到枪口上了 居然是他们的老板 他们居然dis他们的老板 他们还有救吗 韩经理 我们怎么办 营业员们 慌嘻嘻地跟韩经理求助 韩经理看了一眼 几个营业员 皱了一下眉头 自己去跟莫先生赔罪吧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原谅你们 他一向手段比较狠辣 几个营业员 就这样端住贵重的手势 然后慌张地进了休息室去 刚一进去 几个营业员就紧张得差点跪下 一张宫廷风的沙发上 莫领渊跟冷融融坐着 李如花 唐骆 全羽三人在后面站住 第556章被无视的容颜 之前几个营业员都没有感觉到 莫领渊跟冷融融身上有什么气势 只感觉他们是穿的人母狗样 但是买不起手势 有钱人买东西一般都会很爽快的 他们却犹犹豫豫的 加上冷融融又说要勤俭节约 一下子误导营业员以为他们很穷 结果现在 这么一看 不管是莫领渊还是冷融融 简直就像是高高在上的王一样 而唐骆几人就是他们的逝者 几名营业员十分后悔 悔得肠子都轻了 他们说谁不好 非要说他们呢 对不起一个营业员开口 跟莫领渊道歉 莫先生 我不该说那些话的 你尊贵的无与伦比 不会买不起任何东西接着 其余的营业员都开始纷纷跟莫领渊道歉 莫领渊就这样坐在沙发上 盯着几个营业员看住 几个营业员越是道歉 他就越是生气 后面 李如花跟唐骆两人无声交流 眉来眼去了很久 只有泉宇一头雾水 不知道四爷为什么这样生气 为什么要跟几个愚蠢的营业员计较 这几个狗眼看人低的营业员 直接辞退了不就好了 只有李如花跟唐骆知道 少爷生气是因为这几个营业员跟他道歉了 却根本没有看少夫人的原因 几个营业员对少夫人还是看不起的姿态 所以他们只选择了跟少爷赔罪 却没有跟少夫人赔罪 但他们哪里知道 少夫人可是四爷的命门 四爷 可宠着少夫人呢 四爷自己又怎么回去 在意别人看不看得起他 活到这种程度 他根本没有必要去在意这么点渺小的眸光 但是四爷在意老婆 他宠老婆 所以他才会那么生气 他就不喜欢自己夫人受一丁点儿的委屈 莫先生 我们知道错了 我们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我们会好好工作的 您可以原谅我们吗 几名营业员抬头看向了莫里渊 他们从始至终都没有看了一眼冷融融 甚至于没有跟冷融融道歉的意思 算了吧 冷融融对几个营业员说道 你们把东西放下就出去吧 冷融融的话 几名营业员一个都没有理会 大家居然集体地忽视了冷融融 而是看住莫里渊 等待着莫里渊的回答 冷融融愣愣了一下 他眨了一下眼睛 眼神里透着一丝光 他瞬间就明白了 这几个营业员是根本没把他当一回事 他们根本把他给无视了 他不由得耸耸间 看向了莫里渊 他们在等你回答呢 莫里渊穿住皮鞋的脚猛然抬得起来 狠狠一踹 眼前的茶几被踹向了几个营业员 然后把几个营业员给砸到了 几个营业员跌倒在地 一团凌乱 一个个都发出了惨叫的声音 营业员们都一脸惊恐地看住莫里渊 他们明明跟莫里渊道歉了 但是为什么他还是这么恐怖 他甚至于好像是更加的生气了 完全像是被他们激怒了一样 他们是哪里做的不对吗 莫先生 一个女生焦滴滴地看住莫里渊 眼睛大大的 她一眨眼睛眼泪都几乎要落下来了 我们都知道我们错了 你为什么 为什么还这么生气 说着 女生哭了起来 另外几个营业员也是紧张又难以置信地 看住暴怒的莫里渊 跟我道歉 莫里渊冷笑了一声 那我太太呢 你们从头到尾又把她当回是吗 你们从头到尾看过她一眼吗 她跟你们说话 你们直接无视立刻 几个营业员心里猛然咯噔了一下 虽然冷容容坐在莫里渊的身边 气场也挺强的 但是大家只想着莫里渊是他们的老板 所以根本就没有去在意冷容容 只觉得男人更加好哄一些 只要搞定莫里渊 老板放过他们了 这个女人还能怎么样 于是乎大家都本能只是跟莫里渊道歉 直接忽视了冷容容 也不觉而冷容容说的话 有什么用 感觉她说话根本起不了任何决定性的作用 这一下听到了莫里渊的话 几个营业员突然仿佛被雷劈了一样 所以他们跟这个莫先生道歉还到错了 他希望的是他们跟他的太太道歉 他好像很重视他的太太 一时间几个营业员脸色煞白 一般都是男人做主 他们还以为这两位也一样 结果他们两位好像是女人做主的 几个营业员这才看向了冷容容的方向 张口结束 道歉的话都有些说不出来 我 我们对不起他们完了 这个女人肯定不会原谅他们的 莫太太 你可以放过我们吗 我刚才让你们走 你们不愿意冷容容敏唇 无奈地看住几个营业员 他耸耸间笑起来的时候在带俏皮活泼劲 他摊开双手 机会给了你们 你们不要 我也没有办法 莫太太 对不起 我们都跟您道歉了 您大人有大量 饶了我们吧 我们错了几个营业员跟冷容容认错 想到刚才冷容容本来是要放过他们的 觉得冷容容看起来年纪又小 应该很好说话的 他们说几句好话应该就没事了 我突然不想了冷容容看出了几个营业员眼神里 还是那种看不起自己的意思 他突然脸就冷了下来 莫太太 几个营业员难以置信地看住冷容容 你们让我放了你们 毫无诚意冷容容往沙发后面一靠 唇角一勾 脸上露出了一丝脾气 让我放过你们也可以 伺候的我开心了才行 他不是什么圣母 有人让他不开心了 他怎么可能去原谅 您这就有点小家子气了 一个营业员咬了咬自己的嘴唇 您应该不会想故意刁难我们吧 你们可以在背后 闲话别人 怎么就不能让别人当面刁难了呢 冷容容摇头轻笑了一声 他笑容妖眼 你们可以随意 没人强迫你们几个女生 看到冷容容的笑 莫名的心惊感寒的 他明明笑得很浅 他明明看起来那么年轻 但却让人不由自主地害怕 此时此刻 他掌控了比旁边那位更大的 生杀语毒的权力 让人们去扭掌和调扯 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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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荡